昭州,第六集,书接上文,谢三元有些傻眼,恶然道,那我做什么? 成前很是礼貌的微微低头,宁教会那些铜匠之后,等着收钱就行了。 林昭在这个时代的优势,在于他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未来的一些走向, 虽然许多东西他都不会弄,但是他可以很清晰地指出一个方向出来, 不过对于这个时代的商业模式以及商业思维他都不是很了解。 毕竟他上辈子也经商,上辈子的一些商业思维多少会对他造成一些影响。 比如说,他今天去找郑通,就是下意识觉得自己拿着技术去找渠道, 然后愿意让出两成的利润已经是极为大方。 但是在郑通看来,林昭的这种做法却颇为幼稚。 因为这个时代,抄袭模仿是没有任何成本的。 有了这个教训之后,谢三元与成掌柜的谈话, 林昭只是充当了一个介绍人的身份, 大致跟两个人说明白情况之后,林昭便从房间里退了出来, 让这两个人在里面慢慢交流。 他刚从房间里走出来,就看到谢旦然手里端着一个盘子, 正等在书房门口。 见到谢旦然,林昭本来有些紧动的表情,立刻变成笑容。 他看向谢旦然手中盘子里的糕点,笑道, 姐姐在这里站了很久了。 谢旦然连连摇头,解释道, 母亲说你们在谈事情,让我送些吃食过来。 小林叹花含笑道,是谢叔与别人谈事, 你送进去吧,我在这里等你。 谢旦然点了点头,走到门口敲了敲门, 很快走进去,把糕点放在桌子上之后, 匆匆退了出来, 然后三两步跑到林昭面前, 往林昭手里塞了一块果斧,声音有些低微。 这是我昨天在东市买的,很好吃, 你尝一尝。 林昭从他手里接过果斧, 乖乖地塞进自己嘴里。 谢旦然拉着林昭来到了自家后院, 他抬头看着林昭, 问道,三郎, 你这几天在沾市府, 还好吗? 之前一段时间,林昭还没有开始上班的时候, 基本上每天都跟谢旦然在一起, 这几日他去沾市府上班了, 两个人才分开了几天。 林昭拉着他在谢家后院坐下, 正则道, 别的都还好, 就是有个同僚, 与我一样都是沾市私职, 年纪一大把了, 脾气却不好, 跟他说了几句话, 便不理我了。 那也是前辈。 谢坦然看着林昭, 轻声道, 既然跟三郎你一个差事, 又早在沾市府, 三郎你便多跟他说说话, 向他请教请教。 林昭笑眯眯地看向谢旦然, 请教什么? 自然是如何做好沾市私职啊。 谢坦然拉着林昭的袖子, 很是认真地说道, 你年纪小, 又刚刚做官, 肯定很多事情都不懂, 也不了解官场上的规矩, 碰到这种同职的老前辈, 当然要好好跟他请教请教, 这样将来, 就算你到了别的地方, 也能有些用处。 看着谢旦然一本正经的模样, 林昭再也忍耐不住, 哈哈大笑。 谢旦然被林昭笑得有些不知所措, 还以为是自己说错了话, 有些不意地摇了摇林昭的胳膊。 你, 你笑什么? 林三郎忍住笑容, 看向这个比自己大上两岁的小姑娘, 努力收敛笑容, 正色道, 我这个同僚姓徐, 第一天见了我之后, 就非要把他的孙女嫁给我, 我不同意, 他便不搭理我了, 不过既然姐姐吩咐了, 等明日我去詹市府上职的时候, 再好好跟他请教请教做官的学问。 听到林昭这番话, 谢旦然脸色瞬间变得通红, 他有些生气地掐了掐林昭的胳膊, 咬牙道, 说话不说全, 你, 你不许理他了。 谢旦然的话仍就是越州话, 与长安话大相径庭, 此时他又羞又气的神态, 再加上一口无浓软语, 颇为诱人, 林三郎笑呵呵地拉着他的手, 跟他并肩坐在谢家大院的后院里, 享受着难得的静谧时光, 醉里无音相卖好啊。 此时的长安局势, 与林昭和谢旦然的安静画面大不相同, 六部的尚书、侍郎、五间九四的主官以及副官, 加在一起有足有四十多人, 此时统统都被喊进了正式堂里。 司公台的大太监卫中, 当着太子殿以及诸位宰相的面, 宣布了皇帝身体不是暂时罢朝的消息, 并且从今日开始, 朝堂正式, 悉数交由正式堂决断, 由太子殿下监察。 此话一出, 包括林检在内的一众朝堂官员, 都是一阵哗然。 不少人立刻向卫中追问, 圣人的身体到底怎么样了? 还有人要立刻进宫面圣, 准备去探望圣人。 这里不得不说的是, 虽然当今的皇帝这几年时间, 偶有昏溃之举, 但是他却是大洲正儿八经的忠心之主。 当年林皇帝的时候, 皇州国座亲父, 只在片刻之间, 好在林皇帝骤然崩世, 这位曾经的皇子殿下, 毅然登上皇位, 开始收拾这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 执政初期的正硕年间, 这位皇帝陛下一举扭转了大洲国运的颓势, 让大洲的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到承平年间, 各行各业都开始慢慢恢复, 原本人口流失的长安城, 也再一次恢复了百万人人口的规模。 而到了如今的前的年间, 大洲虽然仍旧有许多隐患, 虽然仍旧不如开国初年的盛世, 但是已经有了盛世的六七成模样, 成就十分喜人。 就这么一个皇帝, 不管是在民间, 还是在朝堂上, 威望都十分之重, 一向身体健康的他, 突然宣布染病罢潮, 这些高级官员自然想进宫探望探望他。 面对这些官员的吵闹, 一直站在旁边的魏忠, 面无表情地缓缓开口, 圣人龙体微样, 此时不宜露面见人, 主公还是按照圣人的意思, 各司其职, 干好自己的差事罢。 听到他这句话, 一个胖子往前走了两步, 对着魏忠微微拱手, 问道, 魏公公, 臣等连见圣人一面也见不成了吗? 年节的时候, 我等都还是见到过圣人的, 这个时候, 即便真的龙体然样了, 也要让我们这些臣子见一见才是。 说话的胖子, 自然就是天官尚书周松了。 作为除了宰相之外, 实权最高的吏部尚书, 这个时候, 也该他站出来说说话。 即便是魏忠, 也不能无视周松的问题, 他对着周松微微欠身, 开口道, 周尚书大可以放心, 今日一上午, 正是唐诸卫相公都已经进宫面圣了, 他们都可以证明这道诏书是圣人的意思。 说到这里, 魏忠顿了顿之后, 开口道, 当然了, 周尚书您非要进宫面圣, 咱家也可以带您进去。 周松微微皱了皱眉头, 看向了正式唐里以崔衍为首的一众宰府。 崔相公摇头叹息, 周尚书, 魏公公所说不错, 我等几人上午的时候, 都是进了一趟太极宫的。 周松缓缓点头, 开口道, 崔相既然如此说, 那周某便没有什么问题了。 崔衍对着周松微微点头, 然后看向了在场的一众官员, 沉声道, 诸公可, 还有什么要问的? 没有要问的, 明日正式唐正式将此事宣之于众吗? 正式唐的诸位宰相都见了皇帝, 太子与司公台也都在场, 这些大洲的朝堂高层, 就自然不会有什么意见。 因此第二天一早, 圣人龙体染样, 由正式唐代理朝政太子, 监察国事的消息, 便从皇城之中传了出去, 很快传遍了整个长安城。 不管当今圣人晚年的时候, 有没有做过什么昏馈的事情, 但他的确是大洲的中心之主, 也是将长安城重新变成繁盛之城的皇帝, 再加上执政三十多年, 足足两代人的时间, 因此长安城里的百姓, 对于这位皇帝陛下, 还是有些感情的。 消息传开之后, 长安城各大道观寺庙里, 立刻人满为患, 许多人自发地进入这些祭祀的场所, 替皇帝祈福。 有一些人没有去城寺庙道观, 便在家里向佛像神像烧香, 祈求皇帝无事。 毕竟现在这个皇帝, 怎么样都能称得上不错两个字, 要是换了下一任皇帝, 天知道会是个什么模样。 万一再来一个灵皇帝那样的天子, 大周多半就要亡国了。 城中的百姓都收到了圣人罢巢的消息, 皇宫里的后妃们自然也收到了, 身在承欢殿的康贵妃,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脸色立刻沉了下来, 他坐在梳妆台前, 简单梳妆打扮了一番, 便离开了承欢殿, 问了问宫中的县人之后, 便禁止朝着圣人所在的甘露殿走去。 按照规矩来说, 后妃没有召见, 一般是不能主动去见皇帝的, 即便是真有什么事情, 也应该先知会皇后。 只不过康贵妃在宫中受宠了十多年, 平日里就连当今的皇后娘娘, 也不太愿意跟她有什么冲突, 因此自然在宫中百无禁忌。 她很快来到了甘露殿, 立刻就有司公台的小太监, 一路跑进殿中通报, 没过多久, 一身子役的大太监位中, 便从甘露殿之中走了出来, 来到了康贵妃面前, 宫身行礼, 老奴见过贵妃娘娘。 康贵妃看了一眼魏忠, 勉强让自己冷静下来, 咬牙道, 魏公公, 陛下身子到底怎么了? 前些日子还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 是不是你们这些奴婢, 没有伺候好陛下? 说到这里, 她咬牙切齿, 还是说, 宫外的一些人, 对陛下下了黑手。 后宫嫔妃之中, 只有康贵妃一人, 是最有资格说这句话的, 因为圣人十分宠爱她, 十天里有四五天, 都是睡在承欢殿里, 前几天, 圣人还来了承欢殿, 并且灵性了她。 魏忠微微皱眉, 欠身道, 贵妃娘娘, 圣人是前日突然受了寒, 因此身子有些不适, 便暂时放下了朝政, 歇息几天, 没有什么大碍。 康贵妃阴沉着脸, 陛下歇息几天, 太子进正试堂做什么? 是不是宫里有人, 勾结外人, 魏忠抬头看了看面前这个有些歇斯底里的女人, 微微皱了皱眉头, 然后缓缓说道, 贵妃娘娘稍稍冷静一些, 容老奴说上几句, 一来, 后宫不管是嫔妃, 还是我们这些司公台的奴婢, 都不应该过问正事。 说着, 魏忠抬头看了看康贵妃, 继续说道, 再有就是, 太子殿下乃是我大洲的储君, 整个长安城里, 再没有人比她更适合进入正式堂关镇了。 魏忠是宫里的大管家, 一般的嫔妃甚至要拍她的马屁, 给她一些好处, 就连皇后娘娘平日里寻她, 也是客客气气的, 但是康贵妃此时正在气头上, 她吟牙紧咬, 开口道, 本宫要见陛下。 魏忠看着颇为跋扈的康贵妃, 犹豫了片刻之后, 还是进去通报了一声, 没过多久, 老太监便从甘露殿里走了出来, 脸上依旧看不出什么表情。 他对着康贵妃恭敬弯身, 贵妃娘娘, 陛下请您进去。 康贵妃瞥了魏忠一眼, 自然熟门熟路, 很快就来到了圣人的书房前, 临近门前, 这位贵妃娘娘还是一脸气愤, 等推门走进去的时候, 她的脸上已经全是泪水。 她进了天子的书房之后, 用袖子抹了抹眼泪, 静止扑倒在圣人面前, 两只手抱着圣人的小腿, 哀哭道, 陛下, 您怎么了? 此时的皇帝陛下, 比起平日里, 只是脸色稍显地苍白了一些, 但是并没有苍白到特别吓人的地步, 她坐在软榻上, 看了自己的宠妃一眼, 低头咳嗽了一声, 朕无事, 只是受了些寒, 圣人看着贵岛在地的康贵妃, 微微叹了口气, 你又怎么了? 康贵妃确认了老皇帝没有被人控制, 以及胁迫之后, 心中既松了口气, 又更加害怕, 她垂泪道, 臣妾还以为, 陛下您被那些恶人给坏了身子, 圣人微微皱眉, 朕只是上了年纪, 想要歇一些, 再加上太子也到了官政的年纪, 也应该让她进入正式堂官政了, 说到这里, 老皇帝摇头道, 你快起来吧, 趴在地上像个什么样子? 康贵妃哭得梨花带雨, 起身之后坐在圣人身边, 一边抹泪, 一边说道, 陛下, 太子殿下一旦进入正式堂官政, 到时候满朝文武, 都会很快倒向东宫, 陛下您上了年纪, 万一稍稍有些不查, 圣人淡淡地说道, 朕只掌朝廷三十多年, 若是太子进入正式堂几天, 便可以翻出天去, 那也是我李家的福分, 由他去就是, 三十年足足两代人时间, 此时长安城上下的绝大部分官职, 都是在老皇帝登基之后提拔上来的, 只要他活着一天, 长安城便稳如泰山, 不可能会有什么太大的动摇, 康贵妃两眼通红, 哭得更厉害了, 他从皇帝身边站了起来, 扑通一声, 再一次跪在地上, 既然陛下执意让太子殿下参政, 那请陛下现在就将我们母子处死吧, 这位美艳无比的贵妃娘娘跪在地上, 不住叩手, 指两三下, 额头上就已经一片于青, 圣人见了也有些不忍, 上前把她扶了起来, 皱眉道, 你这是做什么? 康贵妃额头于青, 哭道, 十多年来, 陛下宁一直把我们母子, 放在东宫的对面, 我家两个兄弟, 为了替陛下办事, 更是不惜得罪东宫, 如今, 陛下宁二话不说, 将朝政交在了太子殿下手里, 太子岂能饶过我们母子, 他哽咽道, 与其将来死状凄惨, 不如现在死在陛下手里, 与皇儿合葬, 也还能有个权势, 听到他这么说, 圣人这才叹了口气, 开口道, 朕年纪大了, 太子逝世这件事, 没有什么可以更改的余地, 至于你们母子, 他顿了顿之后, 开口道, 朕有一个法子, 可以保你们母子太平, 康贵妃来闹, 自然是有闹的理由的, 这么些年来, 皇帝把他们康家姐弟, 当成工具人, 用来跟东宫打擂台, 如今康家的势力, 已经大到了一定的地步, 也早已经彻底跟东宫站在了对立面, 在这个时候, 老皇帝突然表态, 要让太子关政了, 这就好比把康家这个工具人用完之后, 随手丢在了一边, 在这种情况下, 康贵妃自然有理由来闹一闹, 这位贵妃娘娘, 看了一眼老皇帝, 仍旧跪在地上, 不肯起身, 陛下, 咱们的儿子可以不当储君, 但是如今的东宫也不能四位, 一旦他四位, 便不可能有我们母子的活路, 不管陛下您想出什么法子, 都没有用, 听到这句话, 圣人脸上的表情, 立刻收敛了起来, 他面无表情地说道, 说句心里话, 太子性子懦弱, 且无有大才, 朕也不是如何喜欢他, 如果可以, 朕也想换一个储君, 老皇帝缓缓看向康贵妃, 淡淡地说道, 但是他是朕的嫡长子, 只这一点, 在那些文官心里, 就要胜过其他任何长处, 他没有做出格的事情之前, 朕也没有办法废了他的太子名位, 圣人自从做了那个噩梦之后, 这些天精神越来越差, 说到这里, 他就有些不怎么耐烦了, 你们康家要是有本事, 一夜之间, 让长安城里的读书人, 统统变成哑巴, 朕立刻就可以立你的儿子为主, 康贵妃瘫坐在地上, 垂泪道, 请陛下, 给我们母子一条活路, 活路也有, 圣人缓缓开口, 旋儿今年几岁了, 皇帝与康贵妃育有一子, 姓李明婿, 是当今圣上的第六子, 康贵妃咬牙道, 今年已经十四岁了, 让他出京就范, 圣人看向康贵妃, 缓缓说道, 再让你那个兄弟, 主动回长安来做官, 这样一来, 就算你们主动认输, 以太子的性子, 将来四位之后, 未必就会对你们加动杀手, 康贵妃紧紧握拳, 陛下也说了未必, 圣人这时候, 突然觉得身上有些冷, 他又找了件厚厚的囚子裹在身上, 缓缓说道, 你们康家人未必会死, 但是只要血儿出京就翻, 看在亲兄弟的份上, 多半不会有事, 只要血儿能够安安分分地, 做一个富贵王爷, 总是不难的, 说到这里, 圣人看向康贵妃, 眼睛里没有什么光亮, 至于你们康家, 就只能是未必两个字了, 圣人缓缓吐出一口气, 低声道, 当然了, 你那个兄弟的性子, 多半是不肯乖乖回京受制于人的, 他手里现在有八九万范阳君, 凭借这些兵力不太可能造反, 唯一的倚仗估计就是北疆的门户, 说到这里, 圣人伸手揉了揉自己的脑袋, 低声道, 这是朕当初做下的错事, 朕如今有些累了, 不愿意去想这些事, 长安城里的事情, 你多半是要写信给康东平的, 你替朕转告他一句, 老皇帝这个时候, 精神状态十分不好, 是因为这几天, 他都不怎么愿意再睡觉, 生怕再在梦里见到当初的那位正相, 更怕正相在梦里, 把他给带走了, 此时的他缓缓闭上眼睛, 声音低沉, 告诉他, 来不来长安, 都有的他, 说完, 圣人闭上眼睛, 在软榻上躺了下来, 声音沙哑, 点炉子, 胃中立刻让人提了个小铜炉过来, 在炉子里点着了炭火, 这位大太监, 贵夫在软榻边上, 声音微微颤抖, 陛下, 您稍微睡一会儿吧, 圣人两只眼睛里已经布满了血丝, 他低声道, 朕乏了, 自然会睡, 你从司宫台, 调两个人去正食堂, 将重要的文书记下来, 送到宫里来, 魏太监满脸忧虑地看着老皇帝, 低声道, 陛下, 还要看作书啊, 朕不看了, 圣人微微合上眼睛, 与气里尽是疲惫, 朕看不看, 与抄不抄是两码事, 宫里派人去抄作书, 这些人以为朕要看, 做事才会尽心, 魏中点了点头, 低声道, 奴婢这就去办, 老皇帝有些费力地睁开眼睛, 看着仍在地上跪着的康贵妃, 低声道, 再让两个人送贵妃回城欢殿去, 魏太监办事效率极快, 很快就有两个小太监, 毕恭毕敬地把康贵妃请出了甘露殿, 这位贵妃娘娘离开了甘露殿之后, 两只眼睛已经哭得通红, 她咬了咬牙之后, 立刻回城欢殿给自己的二弟康东平写家信去了, 而此时, 正在甘露殿软榻上半躺着的皇帝陛下, 却是翻来覆去地睡不好觉, 这会儿他已经好几天没有怎么合眼, 明明已经困乏到了极点, 但却无论如何也睡不着, 在软榻上闭上眼睛待了小半个时辰之后, 老皇帝终于睁开了眼睛, 声音嘶哑, 魏中, 很快, 魏太监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一路跑到了圣人面前, 卑躬屈膝, 陛下吩咐, 因为密布血丝, 皇帝陛下两只眼睛通红, 他压低了声音, 开口道, 去碎的炭花灵昭, 现在在哪里? 魏中低头想了想, 开口道, 按照陛下的意思, 送到詹氏府去了, 如今乃是正气品上的詹氏司职, 老皇帝面色憔悴, 伸手揉了揉有些胀痛的太阳穴, 将他, 换进宫里来, 老皇帝深呼吸了几口气, 声音沙哑, 就说, 正要听他说话本, 之前在长安峰上, 林昭已经连载完了整本西游记, 现在更是又开了一本《封神》, 因为这两本书, 他基本上已经成了长安城里的故事大王, 就连皇帝也是林昭的书迷之一, 当然了, 老皇帝这个时候, 召林昭入宫, 很显然不是为了听故事, 魏太监听了皇帝的话之后, 立刻下去半差去了, 因为詹氏府就在皇城里, 只过了半个时辰左右, 林昭就被司公台的人, 带到了甘露殿外猴子, 紧接着, 他就被魏中领了进去, 走在甘露殿的地板上, 林三郎有些摸不着头脑了, 他小心翼翼地看了魏中一眼, 笛声问道, 魏公公, 圣人突然召我, 到底是什么事情, 总不能真是为了听故事吧, 魏中停下脚步, 回头看了看林昭的面孔, 然后继续走在前面带路, 声音不咸不淡, 既然是陛下召见, 你见了陛下之后, 自然就会明白, 说完, 这位老太监便闭口, 一言不发了, 很快, 灵昭就在甘露殿内殿见到了皇帝, 他跪在地上, 叩首道, 臣, 詹士府灵昭, 叩见陛下, 圣人坐在软榻上, 指了指自己床边的一个小木墩, 沙哑着声音说道, 你坐在这里, 灵昭抬头看了看皇帝, 心中暗暗吃惊, 此时的皇帝陛下, 与他第一次见到的皇帝陛下, 精气神何止差了一点半点, 简直像是突然老了五岁一样, 皇帝有旨意, 灵昭自然乖乖地照做, 他小心翼翼地坐在了软榻旁边的小木墩上, 脸上挤出一个笑容, 陛下, 您还有什么吩咐, 圣人两只眼睛里都是血丝, 他抬头看了看灵昭的长相, 低声道, 你就坐在这里, 就是, 说完, 这位皇帝陛下, 静止躺在了自己的软榻上, 闭目之后, 很快沉沉睡去, 不多时, 憨声如雷, 生在这个时代, 能见皇帝一面, 大概是所有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即便是灵昭, 先前第一次见到皇帝的时候, 心里也颇为激动, 但是见皇帝是见皇帝, 坐在皇帝身边看皇帝睡觉, 就很诡异了, 此时此刻, 坐在皇帝身边的林思直, 一脸猛逼, 他不知道, 皇帝为什么要把他照到宫里来, 更不知道, 为什么要让他坐在这里, 看着自己睡觉, 灵昭愣神了片刻之后, 扭头看向了正安安静静跪坐在一边伺候的魏太监, 林三郎尽量压低了声音, 小心翼翼地开口, 看了林昭一眼, 开口说了一句什么, 但是没有发出声音, 不过林昭一直在盯着胃中,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的嘴形, 分明是四个字, 不要说话, 无奈之下, 林三郎只能继续坐在这个小木墩上, 时不时看一眼正在酣睡的皇帝, 再回头看一看闭着眼睛的魏太监, 场景极为诡异, 林昭是个很有耐性的人, 以前他在越州的时候, 一个人刻木活字的字母, 可以连续刻两三个时辰, 但是现在坐在甘露殿的这个小木墩子上, 偏偏皇帝好像睡得很沉, 一时半会之间都没有办法醒来, 久坐是很无聊的事情, 林昭坐了半个时辰之后, 便小心翼翼地起身, 活动了一番身子, 再继续坐在这个小木墩子上, 后来时间长了, 他便依靠着甘露殿的柱子, 也打起了瞌睡, 长安城里的文武百官, 没有一个人敢在甘露殿里睡觉, 就连太子殿下, 恐怕也不太敢在这座圣人的书房里睡觉, 不过林昭实在是坐得太久了, 扛不住睡意, 当看清楚他所在的地方之后, 小林探化一个机灵, 睡意全无, 他扭头看向了圣人安睡的软踏, 只见软踏上的老皇帝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起身, 而跪坐在一旁的魏太监, 也不知什么时候没了踪影, 抬头看了看天色, 估摸着已经是下午了, 林昭有些尴尬地站了起来, 擦了擦嘴角的口水, 很快就有一个小太监走了过来, 对着林昭行礼道, 林思政,圣人吩咐, 等您醒了之后, 让您去偏殿觐见, 林昭苦笑开口, 公共带路就是, 小太监点了点头, 把林昭带到了甘露殿的一处偏殿, 此时皇帝陛下正在一众工人的伺候之下尽善, 林昭走进去之后, 跪在地上, 开口道, 陈林昭, 叩咐陛下, 圣人这会儿的精神状态, 比起先前要好上了一些, 他低头喝粥, 声音平静, 起来吧, 胃中, 给他演弄一些吃食, 林昭是上午被赵进宫里开的, 这会儿已经是下午十分, 腹中的确有些饥饿, 林昭起身之后, 连连摇头, 陛下, 臣, 回瞻是否吃就成, 老皇帝有些疲惫地看了林昭一眼, 让你吃你便吃, 一会儿朕还要跟你说话, 就这样, 林昭在甘露殿里, 吃了人生第一顿御膳, 不过他没有吃得太饱, 简单垫了垫肚子之后, 便规规矩矩地等着了, 等老皇帝吃完饭之后, 在胃中等人的搀扶下, 重新回到了原先的书房之中, 林昭也低着头, 跟着一起回了书房, 进了书房之后, 皇帝依旧让林昭在那个小墓墩上坐下, 他看了看林昭, 略微沉默了一会儿之后, 开口道, 你见过丹阳, 应该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林昭只觉得头皮有些发麻, 他站了起来, 小心翼翼地低头道, 陛下, 臣, 出身岳州灵氏, 是元达公的侄儿, 朕说的是, 你的母族, 皇帝声音疲惫, 用不着在朕面前演戏, 长安城里发生的事情, 只要朕想知道, 多半都能知道, 林昭低头苦笑道, 陛下, 我母亲该受的罪过已经受过了, 他早年流落封尘, 到了林家之后仍然甩不脱这层身份, 这些年受尽了苦楚, 二十年了, 郑家再有罪过, 也不应该怪罪到他头上, 听到这番话, 天子目光微变, 他想开口说些什么, 但是最终没有说出口, 沉默了片刻之后, 开口道, 罪已罚过, 朝廷自然不会再追究, 他看向林昭, 开口道, 这些年, 你们可有祭祀郑家的长辈, 林昭摇了摇头, 语气有些无奈, 回陛下, 陈氏到了京城之后, 偶然见到了丹阳长公主殿下, 才得知了母亲从前的身份, 在此之前, 母亲一直与我说, 她是一个农家女子, 母亲这十几年来, 也绝口不提当年的事情, 更不要说祭祀郑家先人了, 为了怕皇帝追究, 林昭低头补充道, 陛下, 陈于母亲和当年的郑家, 已经没有什么太大干系了, 天子听了这句话之后, 闷哼了一声, 你是郑家的外孙, 你母亲是郑家的女儿, 如何没有干系? 说到这里, 他看向林昭, 语气有些复杂, 你与当年那人, 生得有四五分相想, 从小到大, 林昭都被人说长得像母亲林二娘, 他不知道的是, 林二娘小的时候, 也有人说他像当年的郑相, 林昭不清楚皇帝到底要干什么, 也不好贸然说话, 只能低着头, 沉默不语, 皇帝沉默了一会儿之后, 突然开口说道, 当年的事情, 已经过去二十年了, 朝廷也不会再追究什么, 你外祖当年虽然犯了些错, 但是毕竟给朝廷立过不少功劳, 你们既然是郑家的晚辈, 该祭祀先人, 还是要祭祀先人, 说到这里, 他又补充了一句, 只是不要场面太大就好, 当年郑温的罪过, 是朝廷定了性的, 既然郑温是罪人, 在本朝便不可能替他平反, 不然就是皇帝自己打自己的脸面, 因此, 祭祀也不能公开祭祀, 听到这里, 林昭似乎明白了一些皇帝的意思, 他犹豫了一番之后, 低头道, 臣明白了, 臣回去之后, 便在家中, 给郑家的长辈立神位祭祀, 嗯, 皇帝缓缓开口, 百善孝为先, 这件事不可耽搁了, 你这就回去办吧, 林昭如获大赦, 连忙躬身退出甘露殿, 出宫去了, 等林昭走远之后, 皇帝示意让魏忠把自己搀扶起来, 两个人走到了甘露殿的后殿, 来到了一处有些灰暗的暗室之中, 暗室里, 供奉着一尊神位, 看起来似乎已经供奉了不少年了, 老皇帝亲自点了三炷香, 放进了香炉里, 然后默默地看向神位, 半省没有说话, 片刻之后, 他才扭头看向身边的魏忠, 缓缓开口, 魏忠正刚才没有发噩梦, 离开了皇宫的灵昭, 行走在皇城之中, 以他目前得到的信息来看, 当初自己那位外祖, 多半就是死在当今这位皇帝手里,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母亲灵二娘不仅没有什么报仇的念头, 甚至连联系家人也不敢, 生怕当年的救世连累到儿子灵昭身上, 可如今皇帝对于郑家的态度, 似乎缓和了许多, 带着满肚子疑问的灵昭并没有回东宫, 而是直接离开了皇城, 回了长兴坊, 到了自家院子之后, 灵昭才看到母亲灵二娘正在与谢旦然一起, 在院子里种一些花草, 如今差不多已经开春了, 正是种东西的好时间, 今天一大早灵二娘便与谢旦然一起去东市买了些花种, 忙活了半天, 终于在院子里种了下去, 灵二娘还好, 这十几年时间她在东湖镇吃了不少苦, 基本上什么活都能自己干, 而自小在越州城里长大的谢旦然, 便没有什么种花的经验了, 因为要在未来婆婆面前表现, 她干活颇为卖力, 两只手上弄的全是泥巴, 就连脸上都沾了灵昭的几个泥点, 看到灵昭回来之后, 灵二娘抬头看了看天色, 有些惊讶, 现在还没有到夏至的时辰, 昭二怎么就回来了? 灵昭深呼吸了一口气, 把想与母亲说的话暂时憋在了心里, 脸上挤出一个笑容, 詹氏符里没有什么事情, 我便提前回来了, 说着, 她很自然地从谢旦然手里接过锄头, 微笑道, 我来帮你们, 有了一个男劳动力帮忙, 本就剩下不多的花种, 很快就全种了下去, 这会儿已经是傍晚, 灵二娘看了看天色, 拉着谢旦然的手, 轻声笑道, 今天在我这里忙活了一天, 晚饭就莫回去吃了, 在这里吃吧, 谢旦然偷偷看了一眼灵昭, 摇头道, 不成的灵仪, 我爹这几天每天出去忙碌, 都要到天黑才回来, 弟弟也开始进学堂读书了, 我要回去帮我娘一起煮些饭食, 她对着灵二娘轻声道, 我明天再来看灵仪, 见她态度坚决, 灵二娘也没有坚持, 轻声道, 那让招儿送你回去, 灵昭点了点头, 领着谢旦然一起离开了灵家大院, 因为两家离得不远, 没走几步便到了, 在谢家大院门口要分别的时候, 谢旦然抬头看了看灵昭的面容, 轻声问道, 三郎你, 是不是碰到什么事情了? 灵昭下意识地摇了摇头, 微笑道, 没有碰到什么事, 姐姐怎么会这么问? 谢旦然低声道, 从你回来之后, 便一直出神, 是不是在詹士府碰到什么事情了? 她微微低头, 伸手摆弄着自己的衣角, 要是, 要是碰到什么难处了, 咱们就, 先回月舟去, 等过两年再出来做官, 听到她这番话, 灵昭才发觉自己刚才没有管理好情绪, 她伸手拍了拍谢旦然的肩膀, 笑着说道, 姐姐放心, 是有一些关于母亲的事情, 公事上倒没有人难为我。 说完这句话之后, 灵昭又安慰了谢旦然几句, 两个人才依依不舍地分别, 等谢旦然进了自家院子里之后, 灵昭这才转身, 赶回了自家院子里。 灵家大院里, 灵二娘已经在正堂等候灵昭了, 见灵昭赶回来, 她微微叹了口气, 问道, 出什么事了? 母子连心, 连谢坦然都察觉出了, 灵昭情绪有些不对劲, 她这个做母亲的, 自然更加敏感。 灵昭犹豫了一下, 坐在了灵二娘旁边的椅子上, 把今天在皇宫里发生的事情, 大概跟她说了一遍。 说完之后, 灵昭面色古怪, 阿娘, 我临出宫之前, 陛下竟然让我回来给外祖立神位, 我始终想不通到底是因为什么, 便回来问一问阿娘。 灵二娘静静地听着, 先是微微皱眉, 到最后才松了一口气。 她坐在灵昭旁边, 沉默了许久之后, 开口问道, 皇帝是怎么与你说的? 灵昭低头喝了口茶, 回答道, 陛下说, 外祖虽然犯了错, 但是曾经与朝廷有功, 再加上当年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我们这些做晚辈的, 应该给长辈立个神位。 灵二娘闻言神情复杂, 过了许久之后, 她才缓缓开口, 该不是先让我们给你外祖立了神位, 朝廷再用这个理由来治我们的罪过吧。 灵昭闻言苦笑道, 九五之尊应该干不出这种事情, 况且儿子见陛下神情不似作为, 那就是她心虚了。 灵二娘微微咬牙, 低声道, 当年我父亲替朝廷尽心尽力, 就连我有时候一年也见不着他几次, 这样辛苦了十几年, 到最后换来的却是三尺白灵, 一丸独担。 听到灵二娘这番话, 灵昭在心中微微叹了口气, 虽然她对当年那装饰的具体情况不是特别了解, 但是按目前看来, 应该是君权与湘权之间起了冲突, 或者说至少皇帝陛下觉得有了冲突。 尤其是在骑士道从军之后, 皇帝觉得这位宰相已经开始插手军事了, 因此才有了后来的那场惨剧。 对了阿娘, 听灵二娘说完, 灵昭突然想起了什么, 对灵二娘低声道, 今日司公台唤我进宫的时候, 两只眼睛里满是血丝, 似乎是许久没有睡觉。 等我到甘露殿之后, 陛下让我守在旁边, 他才躺下沉沉睡去, 灵二娘朝着门外看了一眼, 确定没有人之后, 才用极低的声音说了一句。 活该, 他似乎想起了当年的旧事, 对着灵昭低声道, 你外祖是皇帝的老师, 教了他十几年。 听到这句话, 灵昭心中立刻明朗了起来。 很明显, 这个当年很道适适的皇帝陛下, 如今人到老年, 对于当年的事情后悔, 或者说心虚了, 又或者, 他因此, 睡不着觉了。 正因为如此, 皇帝才会把自己照进宫里去, 陪他睡觉。 想起皇帝陛下那垂垂老矣的面孔, 灵昭大概想明白了事情的经过。 他扭头看向灵二娘, 低声问道, 阿娘, 那咱们要给外祖立神位吗? 立。 灵二娘眼眶有些发红, 伸手抹了抹眼泪, 开口道, 不止你外祖, 还有你外祖母, 都要立神位祭祀, 这十几年时间, 我没敢给他们上哪怕一炷香, 招儿, 你明天去东市, 买两块灵牌回来, 自咱们自己写, 不要给外人瞧见了。 灵昭深深点头, 儿子记下了。 此时此刻, 母子两个人都没有想到, 导致皇帝陛下态度大变的原因, 乃是一场噩梦, 以及随着噩梦而来的梦魇。 甚至大洲的朝局, 都因为这一场噩梦, 变得扑朔迷离了起来。 说到这里, 灵昭顿了顿, 继续说道, 陛下可能睡不好觉, 因为天色已经晚了, 东市也查不到到了闭市的时辰, 母子俩便没有出门, 第二天灵昭向詹氏抚告了半天假, 带着灵儿娘一起去东市请了牌位, 又买了香炉以及黄纸等等祭祀之物。 置办了这些东西之后, 灵昭又去买了刻刀, 金粉等等, 回到了家中之后, 先在两个牌位上写上两位老人家的名讳, 然后灵昭再用刻刀在上面把字刻出来。 本来这个手艺一般人不一定做得来, 还是要去东市找匠人, 但是灵昭先前在越州自己琢磨字母的时候, 一个人刻出了几千个字, 这会儿他刻字的手艺已经颇有成效, 很快两块牌位便刻好, 灵昭又用毛笔在刻字上上了金粉, 最后在院子找了间空置的房间, 把两位老人家的神位请了进去。 唯一有些美中不足的是, 家里没有供桌, 在东市定制的供桌也要三四天才能做好送过来, 因此只能先找个普通的桌子, 把两个牌位供奉上去。 弄好了之后, 灵昭摆好香炉, 与灵二娘一起给两位老人家上了香。 看着两个牌位, 灵二娘泪流满面, 硬是跪在牌位面前不肯起身, 泪流不止。 这么些年在东湖镇里, 不管他受再多委屈, 灵昭都不怎么见他哭过, 后来几次哭, 或者是因为灵昭中近视, 或者是因为见了二哥正通, 但是这一次, 灵二娘哭得极为伤心。 灵昭跪在灵二娘下手, 默默地看了自己的母亲一眼, 心中暗暗叹息。 从小把自己带大的母亲, 在他自己的父母面前, 也是一个小姑娘, 也想要把委屈说给父母听。 灵昭在这里陪了他一会儿, 在桃盆里烧了些黄纸, 便默默起身离开了。 他心里明白, 母亲大约是有很多话, 想要跟过世的父母诉说。 他虽然不怎么笃信鬼神, 但是这个时代绝大多数人都是笃信鬼神的, 不然那位九重天上的天子, 也不会被一个过世二十年有余的人, 硬是吓得睡不着觉。 虽然这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莫大的愧疚, 但是归根结底, 人还是迷信的。 鬼神之说, 虽然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利用, 但是这些东西会让绝大多数普通人心中, 生出一股敬畏之心, 甚至能让人不敢去做恶事, 最起码是不敢肆意为恶。 母亲在那间房间里陪父母的神位, 灵昭便准备去厨房给他做一顿午饭。 他刚走进厨房准备忙活的时候, 院子门口便传来了一阵敲门声, 灵昭连忙过去开了门, 门口谢坦然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灵昭。 三郎你, 怎么在家里? 灵昭微笑道, 家里有些事情, 便跟詹师傅告了半天假, 一会儿就要回去上职了。 说着, 他看向谢淡然, 问道, 姐姐怎么来了? 昨天跟灵姨说好的, 今天过来找她。 谢坦然语气温婉, 不过早上我过来的时候, 家里锁了门, 你跟灵姨都不在家, 我以为你们出门去了, 等到现在再过来看一看。 今天早上一大早的时候, 灵昭便跟灵儿娘一起去东室买东西去了, 自然没有在家。 灵昭把她拉进了院子里来, 轻声道, 今天早上陪阿娘去东室, 请了外祖和外祖母的神卫回来。 这会儿, 她正在屋子里伤心呢, 姐姐来得正好, 下午我要回詹师傅去, 你便在家里陪一陪她, 与她说说话。 谢坦然闻言, 脸色也变得凝重了起来。 国之大事在四宇荣, 因此在这个时代, 有关祭祀的事情都是大事, 一般都是族兄男子负责操办。 听到灵昭家里请了神卫, 谢坦然自然不敢怠慢。 她轻声问道, 不是说灵姨与家人走散了吗? 怎么? 灵昭不太好回答这个问题, 便开口说道, 昨天才收到的消息, 好了, 姐姐去陪母亲吧, 我给你们弄点饭食。 谢坦然摇了摇头, 镜子朝着灵家的厨房走去。 我在家里, 哪有让你动手做饭的道理, 你去等着就好。 两个人刚认识的时候, 谢坦然便每天去三元书铺 给灵昭送饭吃, 想起了当年的事情, 两个人都颇为感慨。 不过灵昭还是去厨房帮了帮手, 弄好了饭食之后, 他先给灵二娘端去了一份, 自己也吃饱之后, 便跟灵二娘还有谢坦然告别, 准备回瞻市府去了。 倒不是瞻市府有什么事非回去不可, 只是他刚去瞻市府上班没有几天, 便已经请了一天半的假, 如果再怠慢下去, 可能会影响在领导心中的形象。 如今瞻市府的领导可不是他的族书, 再加上他这个近视身份在瞻市府并不好用, 便关瞻市府上下, 最次的恐怕也是明京出身。 辞别了母亲与谢坦然之后, 灵昭便赶紧赶回瞻市府上班, 好在长星方就在北城区, 虽然他没有坐骑车马, 只靠着步行, 大半个时辰也赶回来了皇城里, 没有误了上职的时辰。 他刚踏进瞻市府, 立刻就有一四十岁出头的中年人赶了过来, 这个中年人面容高谷, 身穿一身飞色的官服, 很明显比灵昭的品级高出了许多。 这个中年人名叫陈芳, 乃是瞻市府的邵瞻市, 是灵昭在瞻市府的诸多上司之一。 瞻市府少瞻市, 乃是瞻市的副职, 品级是正四品, 这个官职已经和六部的侍郎品级, 只不过直选远没有前者那么重。 见到灵昭之后, 这位邵瞻市长松了一口气, 开口道, 灵思只可算回来了。 这一上午, 东宫那边已经派人来问了好几次了。 灵昭对着领导拱手行礼之后, 有些好奇地问道, 陈瞻市, 东宫寻我做什么? 我如何能够知道? 陈芳苦笑道, 不管怎么样, 你还是先去一趟东宫吧, 今日便不用来瞻市府了。 灵昭看了看领导的表情, 发现他不像是说反话, 便对着他拱了拱手, 开口道, 既如此, 下官便去东宫了。 快去快去, 因为少瞻市语气有些无奈, 莫让太子殿下等急了。 殿下这会儿应该在正式堂, 但是见这位少瞻市面色交集, 他便没有说出口, 转头往东宫去了。 其实瞻市府就在广义上的东宫之中, 距离太子的居所很近, 灵昭没走多远, 便到了东宫门口, 经过东宫门口的宦官通报之后, 很快就有一个小太监过来, 把他领了进去。 东宫灵昭已经来过两次了, 因此, 路径也不算陌生。 很快, 他就被带到了太子殿下的书房之中, 推开门, 并没有看到太子殿下的身影, 只看到熟悉的世子殿下正在里面读书。 灵昭上前行礼, 然后有些古怪地看了李絮一眼, 似乎我每次到东宫来, 殿下都会在这里, 比太子殿下还要常来, 李絮本来面色严肃, 文言苦笑了一声, 三郎莫要胡说, 我也不是常来东宫, 今天是因为你的事情, 殿下才让人把我照到了东宫来。 我的事情? 灵思只有些疑惑, 我能有什么事情? 李絮深呼吸了一口气, 面色严肃。 你昨天进宫, 去甘露殿边圣了, 是不是? 灵昭点了点头, 失去了, 陛下召见的。 李大世子表情更加严肃了, 他看向灵昭, 声音低沉。 从宫里传出圣旨霸朝之后, 包括郑氏堂诸位相公在内, 便没有人再见过圣人了, 前些日子, 圣人宣布霸朝, 将郑氏交给郑氏堂处理, 同时由太子监督, 在当天, 他在甘露殿里, 接见了郑氏堂的一众宰府, 后来, 甚至诸位皇子想要进宫探兵, 这都被司宫台拦了下来, 自那之后, 再没有一个宫外之人见过皇帝, 灵昭, 是唯一一个, 因为这几天时间, 一直在郑氏堂里熟悉郑武, 太子是今天早上才知道, 昨天灵昭被司宫台的人换进了宫里, 但是他并不知道, 灵昭有没有见到皇帝, 当他一大早从詹氏府召见灵昭的时候, 灵昭好巧不巧, 告假了半天, 因为刚刚接触郑氏堂政务, 这个时候, 太子自然是不敢有半点懈怠的, 他让人把李絮喊进东宫之后, 便去郑氏堂上班去了, 此时, 这位宋王世子看着灵昭, 面色异常严肃, 三郎, 圣人, 照你做什么? 这个问题, 倒是把灵昭难住了, 虽然他此时此刻已经猜出了, 皇帝大概率是出现了严重的失眠, 但是关于皇帝身体状况, 这种敏感的问题, 肯定是不能随便说的, 更不能靠自己瞎猜, 除非多长了几个脑袋, 皇帝的身体不能说, 关于郑家的事情就更不太好说了, 总不能告诉李絮, 圣人要他回家给当初的逆臣郑温立神位吧, 这件事真的捅出去了, 皇帝绝对会矢口否认, 到时候给郑温撕射神位的灵昭, 说不定还要吃一些罪果, 想到这里, 灵昭微微沉思了一会儿, 开口道, 没有什么大事, 只是圣人想要听话本了, 知道我会编故事, 便让司宫台的人把我召到宫里去, 给圣人说故事, 李絮微微点头, 是了, 我也才是这个原因, 当初三郎你写西行记的时候, 据说圣人每期必看, 很是喜欢, 林三郎苦笑了一声, 开口道, 说起西行记, 当初司宫台的魏公公, 还曾经带着白纸, 让我把后续的内容写出来, 提前呈到宫里, 李絮看了看林昭, 笑着说道, 这是三郎的福分, 这种殊荣, 常人还求之不得呢, 这几天, 朱皇子争着抢着进宫去, 没有一个人能见到陛下, 独独三郎你见到了, 说到这里, 李絮压低了声音, 低声问道, 三郎, 圣人他气色如何, 林昭脸色微变, 扭头看向李絮, 眉头大皱, 殿下莫要害我, 这种问题也能问的, 李絮连忙摆手, 解释道, 三郎误会了, 我绝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随口一问而已, 林四指眉头稍稍舒展了一些, 开口道, 说书的时候, 与圣人之间隔了个帘子, 不曾见到圣人龙颜, 李絮坐在林昭对面, 微微犹豫之后, 低声道, 据说, 圣人是伤了心神, 这才撇了朝政不理, 本来这种话, 是不该跟任何人说的, 但是因为林昭的叔叔林简, 是太子一党, 连带着李絮下意识就觉得, 林昭是自己人, 便开口说了出来, 当然了, 他没有说的是, 这个结论, 是从一张药方领一推出来的, 听了这句话之后, 林昭也在心中暗暗思量了起来, 按照他昨天与那位老皇帝的接触, 他大概率是因为, 心中一直有一些事情放不下, 再加上年纪越来越大, 久而久之, 有些神经衰弱了, 而且, 他的精神状态十分不好, 又上了年纪, 在这个医疗条件相对落后的时代, 说不定哪天就龙玉归天了, 林昭低着头, 没有说话, 李絮抬头看了看窗外的天色, 继续说道, 我已经派人, 智慧了太子殿下, 不过眼下他在正式堂, 应该脱不开身, 三郎你在东宫多等一会儿, 等见了太子一面再走, 林昭眨了眨眼睛, 有些无辜地说道, 殿下, 我在宫里什么也没有见到, 见了太子殿下之后, 也无话可说啊, 不碍事的, 李絮看了林昭一眼, 低声道, 三郎你能进宫去, 太子殿下肯定是要见一见你的, 就这样, 林昭被李絮拉着, 在东宫请殿里坐了一下午, 到了快傍晚的时候, 一身紫色袍服的太子殿下, 才从外面匆匆赶回来, 此时, 林昭正在与李絮一起在偏殿喝酒, 见了太子之后, 林昭连忙起身, 做事就要下跪行礼, 下官林昭, 见过太子殿下, 此时的林昭, 是东宫蜀官, 自然应当自称下官, 李絮也起身行礼, 不过他没有行大礼, 只是拱手了事, 太子殿下一把搀扶住林昭, 没有让他跪下去, 这位明显有些疲惫的储君, 脸上硬生生挤出一个笑容, 打量着林昭, 听说三郎昨天进宫去了, 这个时候, 林昭已经想好了说辞, 开口道, 是, 圣人想要听故事, 便把下官召进宫里去, 说了半日的故事, 太子殿下坐在了自己的主位上, 伸手揉了揉太阳穴, 轻声道, 除此之外, 没有别的事情了吗? 林昭很是坚决地摇了摇头, 没有别的事了, 太子殿下想来, 是在正式堂里, 耗费了不少心力, 这会儿明显有些困乏, 他打了个哈欠之后, 抬头看向林昭, 勉强笑道, 辛苦三郎了, 父皇他这么些年辛勤国事, 没有怎么歇息过, 如今他年纪渐长, 难得休息一些日子, 既然他喜欢听故事, 三郎你闲来无事的时候, 就尽量多想一些, 如果你不方便进宫, 便让司公台的人送进宫里去, 让司公台的人念给他老人家听, 也是好的, 林昭点头应成, 开口道, 下官遵命, 一旁的李续看了看太子一眼, 笑道, 皇兄怎么去了一天的正式堂, 便如此劳累, 那些老头难为你了, 太子摇了摇头, 开口道, 正式堂的文书, 太过繁杂了, 我在那里待了几天, 便看得有些头痛, 只捡一些重要的事情看一看就好, 李续劝道, 即便是正式堂里的宰府们, 也没有办法势必公亲, 皇兄只看一些军国大事便好, 圣人已经累着了, 皇兄可不能再累着, 刚进正式堂, 总要勤勉一些, 太子殿下笑了笑, 多少给那些宰府们留下点好印象, 不然等父皇侍朝了, 他们肯定要去父皇面前告我的状, 兄弟俩说完话之后, 太子殿下又看向了一旁的林昭, 轻声道, 明日我给詹士府的杨詹士打个招呼, 三郎你以后只在詹士府挂职, 不用再做詹士司职的差事了, 多写一些故事送进宫里, 也是好的, 领导的领导发话了, 林昭只能无奈点头, 下官遵命, 太子低头思索了一番之后, 扭头看向在一旁伺候的宦官, 开口道, 去把前两日魏国宫送给姑的那套文房四宝取来, 再取几片金叶子, 一并赏给林思直, 是, 詹士府本来就没有什么差事, 有了太子的这句话, 林昭从此之后, 便可以光明正大的摸鱼了, 对于他来说, 当然算是一件好事, 至于给皇帝编故事的事情, 也用不着他去操心, 毕竟, 就算皇帝再把他照进宫里去, 最多也就是陪睡, 不用他去费心编什么故事, 就这样,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 转眼皇帝霸朝已经过去了两个字, 这两个月里, 长安城慢慢习惯了霸朝的皇帝, 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这个新的时代里, 正是堂里的诸位宰府与太子殿下一起, 代替了圣人在朝中的作用, 这就导致了这些宰府们权柄日圣, 除了更多人去巴结宰相之外, 就连宰相家里的子弟, 也比以前更加受欢迎, 每一座乡府, 每天不知道要迎来送往多少人, 而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 在詹士府摸鱼的林昭, 先后被传召, 进攻十余次, 这让林昭这个原本不是特别欺眼的欺品私职, 进入了朝堂所有人的眼中, 甚至就连那位在正式堂掌书的宰相崔颜, 甚至也想要私下里见林昭一面, 只不过林昭听从的叔父林简的意见, 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 谢绝了任何人的邀请, 几乎没有见过任何外人, 当然了, 他还要在詹士府上班, 太子殿下偶尔会把他喊到东宫去, 跟他喝酒聊天, 就在长安城新摩世逐渐常态化的时候, 康贵妃既往范阳的书信, 终于送到了范阳节度使康东平手中, 范阳原本是大将军骑士道在座节度使, 后来骑士道与康东平换班, 这位康大将军才带着一匹骨干到了范阳, 他到了范阳第一件事, 便是新修节度使府邸, 范阳节度使府邸, 到现在为止, 已经有一百年左右的历史了, 虽然历代范阳节度使都多多少少有翻新, 但是到现在也颇为陈旧, 再加上骑士道这个人不喜奢靡, 到康东平手中的时候, 已经颇为破旧, 康东平到了范阳之后, 当即征召了数千名夫, 开始翻修扩建节度使府邸, 到现在, 这座新的节度使府邸, 刚刚建成没有多久, 康大将军正懒洋洋地, 躺在这座崭新府邸后院的椅子上, 看着眼前一众十几个胡鸡, 正在扭动腰肢, 此时, 一个下人手捧着一封有些皱巴巴的书信, 毕恭毕敬地递到了康东平身前, 躬声道, 大将军, 长安贵妃娘娘来信, 康大将军这才把目光从这些胡鸡身上移开, 伸手接过这封信, 拆开看了一遍之后, 他呵呵一笑, 随手把信又给身边一个与他有五六分相像的汉子, 老头子出招了, 如果此时那位韩志县的幼子韩餐在场, 见到这个中年人, 一定晦气地浑身发抖, 因为这个从康东平手中接过书信的中年汉子, 正是康东平的胞弟, 那个当初被三法寺判决流放岭南的公布郎中康东来, 而此时, 在刑部的文书上面, 康东来应该正在岭南受苦才对, 有这种情况并不是特别奇怪, 康家这些年的势力越来越大, 当初成靖宗到岳州围观的时候, 甚至可以带一对朔方军随行, 有如此之大的权势, 把一个流放岭南的犯人偷梁换主, 实在是再容易不过了, 事实上, 事情会变成这种结果, 不管是长安城里的天子, 还是那位前任大理四卿, 都应该是清楚的, 不然大理四卿时钟举, 也不会因此愤而辞观, 康东来接过兄长手中递过来的书信之后, 认认真真看了一遍, 便大皱眉头, 他扭头看向自己的兄长, 沉声道, 大兄, 陛下的身子, 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 而且他先前那样防备东宫, 如今竟然这样大方地, 让东宫进了正式堂, 康东平闷哼了一声, 低声道, 老头的意思很简单, 他现在就是明明白白告诉咱们, 他就是要传位给太子, 看一看咱们到底是怎么个反应, 如果咱们现在真憋不住反了, 老头趁自己还活着, 也有余力镇压叛乱, 康东来大皱眉头, 对着仍旧在扭腰的胡姬挥了挥手, 又驱散了月师, 好了, 都散了吧, 等这些人散去, 他才看向康东平, 低声道, 大兄, 既然老头他是这个意思, 那么咱们不妨再等上几年, 老头既然肯娇权, 那他肯定活不了太久了, 等太子即位, 根基未稳的时候, 咱们在想法子, 动手不迟, 康大将军微微眯了眯眼睛, 开口道, 老头能在那个位置上, 安安稳稳地做了三十多年, 你能想到的东西, 他如何能想不到, 此时, 太子已经开始慢慢接触朝堂权力, 等个一两年两三年时间, 太子就能把朝堂掌握个七七八八, 那个时候再想要动手, 与应对现在的老头, 也没有太大的分别, 这是阳谋, 无法可解, 康东来思索了一会儿, 笛声道, 要不然, 派人把阿子母子想办法, 从长安接到范阳来, 这样一来, 他们母子怎么样也会有一条活路, 至于以后的事情, 可以徐徐徒之, 康东平眯着眼睛没有说话, 片刻之后, 他挥手让人招来一个书生模样的下属, 吩咐道, 多派些人去长安打听消息, 尽全力查清楚, 宫里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接触接触宫里的太医, 以及司工台负责采买药材的太监, 务必弄清楚, 陛下现在的身体到底怎么样了, 一有消息, 立刻送到范阳来, 这个读书人模样的男子立刻点头, 公声道, 遵命, 在下这就去办, 说完, 这个读书人缓缓退了下去, 等他走远之后, 康东平又看向自己的兄弟, 开口道, 老二, 你去见一见那些大通商号的人, 告诉他们, 我需要大量铁器以及粮食, 至于价格, 康大将军目光凶狠, 陈生道, 最高可以按市价跟他们买, 一般大规模采购的大宗生意, 都会有一定程度的优惠或者折扣, 总之是要比市价便宜不少的, 不然也没有赚头, 如果大宗生意用市价去买, 那就是出了血本了, 康东来起身, 默默低头, 小弟明日便去找那些大通商号的人坛, 说完这句话, 他抬头看了看康东平, 问道, 大兄你呢? 康大将军坐在自己的椅子上, 闭目仰神, 窥然不动, 两久之后, 他才睁开了眼睛, 缓缓开口, 你们都去准备了, 我自然也不会闲着, 这几天我备一些礼物, 准备去见几个朋友了, 说到这里, 他看向了长安城方向, 目光悠悠, 老头, 康大将军难难自语, 你何时死啊? 对于康东平来说, 他自然是不肯认输的, 首先自然是因为害怕东宫四位之后, 扭头过来清算康家这个对头, 然后一家老小死于非命, 第二个原因就是, 康家人并不是汉人, 而是西域人, 虽然已经规划大洲好几代人, 但是康家男子, 还是长着标志性的落腮胡, 与关笼汉人生的不太一样, 保留了一些西域人的特点, 而康贵妃, 同样也有一些西域人的特点, 皮肤相对, 白皙许多, 与长安城里的很多胡姬仿佛, 也因此得宠, 除了长得与汉人不太一样, 康东平这个人, 还精通番话, 不管是突厥话, 还是吐蕃话, 以及西域不足的语言, 他统统精通, 因为这一项技能, 康大将军这些年, 才能在北疆混得如鱼得水, 如今, 老皇帝已经表态, 准备放弃康家, 康东平自然是不肯等死的, 他手底下有八九万泛阳军, 并且与边疆各部都有联络, 只要准备得当, 再有一些外部势力配合, 未必就没有打进长安城的可能, 于是乎, 在给康贵妃写了一封忠心耿耿的回信之后, 康东平便带着兄弟一起, 在北疆开始进行一系列战备了, 而此时, 远在千里之外长安城的林思直, 也已经在长安文明朝野, 只不过别人文明朝野, 都是靠文才师才, 或者是靠一些金氏骇俗之事, 而林昭之所以文明长安, 是因为圣人每隔几天, 便会召他进宫一趟, 一般要待个半天, 甚至于大半天时间才能出来, 旁人问起, 林昭就回答说自己是进宫给皇帝说话本, 从皇帝罢朝之后, 就连中枢宰府崔雁也很难再见到圣言, 但是詹世府一个小小的欺品詹世私职, 却能经常进宫见皇帝, 这当然会让他文明朝野, 这一天, 林昭并没有去詹世府报道, 事实上, 从太子殿下给詹世府的那位杨詹士打了招呼之后, 詹世府便不再顾问他的点毛了, 也就是说, 林昭去与不去都没有什么关系, 不过今天翘班道不是因为林昭懒惰, 而是因为的确有事情要办, 今天是丹阳长公主的生辰, 前年这个时候, 林昭还在太学读书的时候, 便受邀去了一趟丹阳长公主府给长公主贺寿, 而去年林昭回了一趟粤州, 因此没能赶得上长公主生辰, 今年他人在长安, 再加上与齐轩的交情, 自然是要到场的, 临出门之前, 林昭看向母亲, 问道, 阿娘, 你去不去? 林二娘从前在长安的时候, 与长公主交情甚好, 长公主的姻缘也是因为与林二娘交好, 才在谢家认识了齐师道, 两个人可以说是正儿八经的闺蜜, 不然丹阳长公主也不可能第一眼见到林昭, 就把她认了出来, 林二娘微微犹豫了一会儿之后, 便摇了摇头, 开口道, 娘不太喜欢热闹, 便不去了, 她轻声道, 等过些日子, 娘再去瞧一瞧她, 说着, 林二娘让林昭等了她一会儿, 自己回房间取出了一个长长的木盒, 木盒里放着一只淡黄色的竹笛, 笛子虽然是竹质的, 但是看起来已经有了一些玉色, 颇为漂亮, 这是娘前两天去东市买的一只笛子, 听说有些年份了, 她从前喜欢吹笛子, 你替娘把这个送给她, 到这会儿, 林二娘已经在长安盛住了半年左右的时间了, 她心里很清楚, 长公主不可能至今不知道她在长安, 只不过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见面而已, 林昭接过这个木盒, 对着母亲笑了笑, 一定给阿娘送到, 林二娘微微叹了口气, 轻声道, 只是不知道她现在还喜不喜欢这个, 长公主肯定会喜欢的, 林昭把笛子收了起来, 捧着木盒子离开了长心坊, 朝着永心坊的丹阳长公主府走去, 因为长公主府的宴会乃是午宴, 这会儿还是早上, 时间不怎么赶, 林昭便一路慢悠悠地, 从长心坊走到了永心坊, 因为相距不是很近, 等她走到的时候, 已经到了四时, 林昭手里捧着盒子, 在长公主府的门房登记了姓名之后, 很快顺利地进入了长公主府, 此时的她, 与前年的那个太学生已经大不一样了, 且不说现在丹阳长公主府的人, 多多少少知道她与大公子齐轩交情甚好, 即便是不知道这一点, 林昭在长安城的名声, 也足以让她畅通无阻地进入长公主府, 进了正门之后, 林昭一眼就看到, 齐轩齐大公子站在门口迎客, 林昭笑着走了上去, 与齐轩打了声招呼, 齐兄, 齐大公子看了看林昭, 脸上也露出笑容, 三郎怎么现在才来, 周胖子一早都到了, 方才许多人过来问我, 想要认识认识你呢? 提起这件事, 林昭便有些头痛, 这段时间因为进宫陪睡的事情, 已经不知道多少人要见她了, 弄得她不胜其烦, 她不怎么愿意去说这个话题, 当即没有接话, 笑着说道, 听说齐兄你最近领了金兆府的实职, 发达了, 齐大将军在前不久, 离京回朔方领兵去了, 他刚离开京城不久, 户部就齐轩安排了差事, 这位齐大公子连利部选事都没有去, 便从利部拿到了一个美差, 京兆府可以说是在长安城里实权最重的衙门之一了, 寻常新科进士, 根本不要想进入京兆府, 甚至于新科进士三年看和期过去之后, 也很难进入京兆府, 齐轩白了凌昭也, 与其有些无奈, 一个私兵参军而已, 与你的詹士司职同品同级, 又来这里取笑我, 私兵参军是京兆府下属的一个官职, 虽然同样是正七品上, 但是职权却天差地别, 凌昭的这个詹士司职只占了一个品级, 平日里啥是没有, 但是京兆府的私兵参军, 却是可以管辖京兆府, 以及属下各县官差的, 长武官选举, 兵甲, 器杖, 门禁, 管要, 反邪杠恩军防, 封后, 传义等等, 一般来说, 这个职位一般都是一些武官来做, 不太可能交给一个进士, 更不可能是新科进士了, 不过因为齐轩身份特殊, 再加上他是将门出身, 这个差事还真就落到了他的头上, 林三郎呵呵一笑, 你这个私兵参军, 比十个战士司职都厉害, 说着, 他提了提手里的木盒子, 咳嗽了一声之后开口道, 好了, 我还要去给长公主送礼, 先不与你说了, 等今天晚上, 咱们叫上周胖子一起, 找个地方好好喝一顿, 齐轩也想跟林昭同行, 但是奈何, 他要在这里迎客, 脱不开身, 只能无奈道, 好吧, 等会我从这里脱身之后, 便去许你, 作为天子唯一的包妹, 担扬长公主在长安城的地位自然极高, 前年林昭来这里贺寿的时候, 还没有进入朝堂, 基本上不认识什么人, 如今, 他已经在长安混了两年时间, 在长公主府走了一圈, 不由暗自责舍, 抬眼一看, 不是上书就是侍郎, 甚至于他在詹士府的领导, 太子詹士杨琼也在场, 一路上的其他人, 林昭都可以装作不认识, 但是面对自己最大的领导, 林昭不可能视而不见, 他硬着头皮上前, 对着杨琼低头拱手行礼, 下官林昭见过杨詹士, 太子詹士是三品官, 而且还是正三品, 与六部尚书评级, 这个职位虽然实际上的职权不重, 但是地位却着实很高, 毕竟一旦新军四位, 太子詹士即便不入三省, 多半可以挂个同中书门下三品的称号, 进入正式堂拜相, 此时, 这位杨詹士正在与一个虚发白了大半的老人家说话, 听到林昭的声音之后, 他扭头看了看林昭, 是小林探花, 他脸上露出笑容, 今日没有去詹士府上职吗? 参与丹阳长公主受宴, 是需要请帖的, 今日在座的官员, 一般都是正四品以及以上的朝堂大佬, 像林昭这个七品官, 本来是无论如何也摸不到这场宴会门槛的, 当然了, 并不是所有的公主长公主都能有这份殊荣, 丹阳长公主是因为与天子一母同胞, 朝中的官员才这样给面子, 可即便如此, 这个面子也只到六部尚书为止了, 郑士堂的宰相们即便给面子来了, 也不会停留太久, 一般送了礼物, 说几句客气话便会离场, 毕竟士大夫也有士大夫的傲气, 那些做官做到顶端的相公们, 可能明面上温吞和气, 但是心里却不一定看得上这些宗室权贵, 再加上郑士堂事物繁忙, 能来就是给了天大的面子, 如果是其他普通一些的长公主过寿, 一般这些士大夫都是送一份贺书了事, 能有侍郎这个级别的人物到场, 就已经是脸面上有光彩了, 这两个人物的寿宴, 林昭本来是不应该到场的, 林昭微微低头道, 杨詹士有所不知, 下官与长公主府的大公子有些私交, 因此告假到了这里, 来给长公主贺寿, 杨詹士微微眯了眯眼睛, 没有再理会林昭, 对着一旁的老者微笑道, 陈清正, 这位就是我詹士府的詹士司职林昭, 近来几个月时间, 频繁出入宫禁, 大出风头, 这个老者被称为清正, 应该是九卿之一, 文言上下打亮了林昭一眼, 语气平静, 是林元达的后背, 听到这两人语气有些不对, 林昭微微皱眉, 回答道, 是, 后生, 陈老头看了林昭一眼, 呵呵一笑, 你也是柯甲正途出身, 还是圣上清点的炭花, 做人还是要脚踏实地一些好, 一味攀附, 即便一时身居高位, 将来也要吃大亏的, 林昭这两个月时间, 其实是得罪了不少人的, 因为他经常出入宫禁, 许多人想要借他来了解圣人的身体状况, 这两个月来, 林昭至少收到了一百多个请客的邀请, 都被他按照林昭的建议, 一一推剧, 这样一来, 自然就会得罪人, 而且, 整个朝堂指他一人能见到皇帝, 也自然而然会引起旁人的眼红, 而杨琼之所以有些看不惯林昭, 也是有理由的, 从太子给他打过招呼之后, 他基本上就管不到林昭的, 而他这个太子, 暂时想要见太子一面都需要通报, 而林昭却是被隔三差五请进东宫里去, 有时候还会一身酒气地回来, 时间长了, 这位杨瞻士心里自然会有些不太舒服, 毕竟不是每个读书人都能读出境界, 都能读成君子, 如今, 林昭一个七品官, 出现在了长安城最顶级的宴会之中, 这位杨瞻士自然更有些不太舒服, 连带着一旁的这位陈清正, 也觉得林昭是在攀附宗室, 不走官场正途, 林三郎皱起了眉头, 沉声道, 二位上官, 下官只是因为一些私交, 才来掌公主府贺寿, 吴有, 说到这里, 林昭便没有再继续说下去了, 他抬头看了两人一眼, 声音低沉, 与二位说这些也没有什么用处, 下官还要去送贺礼, 少赔了, 说吧, 林三郎捧着手里的木盒子, 扬长而去, 等他走远之后, 那位姓陈的老者闷哼了一声, 语气有些不悦, 小小年纪就这样骄横, 连一句规劝的话都听不得, 杨詹氏眯了眯眼睛, 呵呵一笑, 不奇怪, 杨某若是在他这个年纪, 便官居詹氏私职, 又能经常见价, 说不定会更为骄横, 陈青正笑呵呵地看了杨琼一眼, 微笑道, 你自然要替他说话, 你与那林元达都算是东宫官, 翻不得脸, 杨琼没有接这句话, 只是淡淡地说道, 少年人不知千功, 早晚要吃亏, 用不着我们说他, 下次见到林继九, 非让他好好教教他, 这个侄子不可, 另一边, 长公主府后院之中, 一身宫装的丹阳长公主, 手捧着林昭递过来的木盒子, 看到了其中的竹笛之后, 微微愣了愣神, 随即他脸上露出笑容, 轻声道, 难得你娘还记得我喜欢笛子, 只不过好些年没有吹过了, 也不知还能不能成曲, 林昭躬身行礼, 开口道, 是长辈的一些心意, 殿下收下作为纪念也好, 长公主点了点头, 让人把这个木盒子收了起来, 然后他抬头上下打量了一遍林昭, 微笑道, 你娘什么时候有空, 我与她见一见, 林昭犹豫了一下之后, 低声道, 等晚辈回去问一问母亲, 再与长公主约定一个时间, 好, 长公主面露微笑, 到时候, 你跟齐轩说一声就是, 林昭点头应成, 长公主又问了几句关于林儿娘的事情, 然后看着林昭, 语气温婉, 你在詹市府过得还好, 回长公主, 詹市府的同僚对我颇为照顾, 都挺好的, 能习惯就好, 像三郎这个年纪, 有些人还不小事, 你却已经入朝为官僚, 侥幸而已, 长公主微微犹豫了一番, 开口问道, 最近两个月时间, 长安城里只有三郎你见过皇兄, 皇兄他, 安好否, 听到这个问题, 林昭低头不语, 长公主语气有些无奈, 你放心, 我没有什么别的心思, 她是我兄长, 我总要问一问才是, 你只说好还是不好就行, 林思直思索了一番, 开口道, 陛下他, 上好, 丹阳长公主缓缓点头, 那我就放心了, 眼前的丹阳长公主, 乃是皇帝的亲妹妹, 她亲口问皇帝的身体状况, 林昭怎么也不能再装糊涂, 而且她说得很是模糊, 也算是耍了点小聪明, 此时, 因为要询问皇帝的身体, 丹阳长公主已经屏退了所有下人, 听到了上好两个字之后, 她微微松了口气, 开口道, 三郎你, 现在应当知道了一些自己的身事, 林昭此时坐在丹阳长公主对面, 她犹豫了一番之后, 微微低头, 殿下, 我的身世明明白白, 乃是岳州灵氏的子弟, 长公主轻轻叹了口气, 继续说道, 那换一个说法, 你母亲的身世, 你总该了解了一些吧, 林昭有些吃不透, 这位长公主店究竟是个什么态度, 略微犹豫了一下之后, 点头道, 多少, 知道了一些, 长公主看了看林昭, 轻声叹道, 你的外祖, 是个很了不起的人, 帮了我们李家许多忙, 说到这里, 他便没有继续说下去了, 而是话锋一转, 开口道, 连我都能查出, 你与当年的行阳正事有关, 黄兄他不可能查不到, 可他还是频繁召你入宫, 说明他, 已经不再追究当年的那件事, 他看向林昭, 轻声道, 也许, 这桩案子, 以后能在你手上翻过来, 林昭深呼吸了一口气, 缓缓说道, 二十多年过去了, 许多人已经不再记得当年的郑家, 适者一矣, 即便能翻案, 又翻给谁看呢, 有许多人想看, 郑相当年, 逃离满天下, 长公主面色复杂地看了林昭一眼, 开口道, 我的夫君, 曾经也是你外祖的学生, 这个我知道, 林昭对着长公主笑了笑, 开口道, 大将军回长安的时候, 曾经去见过我, 与我说了一些当年的事情, 长公主张了张口, 却没有说出口, 他很想说, 如今地做上那个垂垂老矣的皇帝, 曾经也是郑温的学生, 而且是郑温教了十几年的学生, 硬生生把他从一个皇子, 教成了皇帝, 当年林皇帝与废太子, 都死得不明不白, 其中就有这一对师徒的影子, 不过这些话, 他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 眼前的林昭, 只不过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年, 与他说这些, 也没有什么用处, 他看着林昭, 微笑道, 夫君离开长安之前, 嘱咐过我, 让我在长安多多照顾你一些, 以后在长安若是碰到什么事情了, 便让人来我这里知会一声, 林昭文言连忙从椅子上起身, 拱手致谢, 大将军与殿下厚爱, 林昭愧不敢当, 长公主微微一笑, 便是他不说这句话, 看在昭儿与你娘的份上, 我也是应该照顾你的, 咱们两个人颇有渊渊, 以后便不要一口一个殿下了, 听起来太过深奋, 我与你母亲是少时好友, 你便称我为姨娘就是, 林三郎连连摇头, 林昭不敢, 长公主轻轻地看了林昭一眼, 正要说话, 外面突然传来了一个少年的声音, 母亲, 太子殿下与宋王府的世子殿下, 一同来给您贺授来了, 丹阳长公主应了一声, 回头看向林昭, 微笑道, 我家侄儿来了, 我出去见一见, 等一会儿得闲了, 再与你说话, 林昭连忙点头, 爹, 林昭一句, 殿下还没有说完, 便看到丹阳长公主在瞥眼看自己, 他吓得汗毛倒数, 连忙改口, 您, 去忙就是, 丹阳长公主这才转身, 步履庄重, 慢慢走远了, 就这样, 林昭这一次拜寿, 基本上就算拜完了, 这会儿就没有什么心思去见太子殿下, 自己在丹阳长公主里瞎转了一会儿, 很快, 齐轩便从前院脱身, 过来寻到了林昭, 然后不由分说地拉着他, 带着他去认识长公主府的一些客人, 这是前尚书家里的公子, 这是刘香府上的长孙, 一路介绍下来, 齐轩大概领着林昭, 认识了十几个他在长安城里比较相熟的衙内们, 林昭见了之后都是不住拱手, 勉强算是跟他们混了个脸熟, 当然, 也只是脸熟而已, 真想混进这个圈子里, 以林昭现在的身份地位, 即便有齐轩带着也颇为艰难, 不过林昭也没有混衙内圈子的想法, 跟这些人混个脸熟也就是了, 一圈子跑下来之后, 齐轩拉着林昭到了长公主府的正院, 在一张桌子上坐了下来, 等待开席, 吃饭的过程倒没有什么好说的, 林昭简单吃了几口之后, 便起身离席, 眼见丹阳长公主还在应酬客人, 林昭也懒得再去跟她说话, 与齐轩打了声招呼之后, 就准备回家去了, 齐大公子一把扯住林昭的衣袖, 有些不太高兴, 怎么刚吃两口就要回去, 怎么, 府上的吃食不合你心意, 林昭摇了摇头, 苦笑道, 刚到你家没多久, 便有人说我攀附宗室, 可不敢久留, 齐大公子大皱眉头, 哪里来的人到处嚼舌根, 我可不算什么宗室, 林思直微笑道, 可是长公主总是算的, 等明天吧, 明天晚上我做冬, 喊上周德一起, 庆祝齐兄, 你领了金赵府的差事, 齐轩看了看林昭, 目光有些怪异, 你请客, 该不会又是安人方的面瘫吧, 林三郎拍了拍胸脯, 与其豪横, 归云楼, 不见不散, 齐大公子哈哈一笑, 那说好了, 明天晚上归云楼, 不见不散, 离开了永新坊之后, 林昭便沿着长安城的街道, 一路向南, 慢悠悠地走了四五条街之后, 终于回到了永新坊, 这会儿还刚过正午, 林昭回到家中之后, 发现母亲并没有在家, 算一算时间, 大概率是被谢旦然拉着, 一起去逛街去了, 因为林二娘对于长安城比较熟, 从林昭开始上班之后, 这段时间, 她经常带着谢旦然一起出门, 到如今, 这两个人已经好得跟亲母女一样, 简直已经没有林昭什么事了, 林三郎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因为在长公主府没有怎么吃饱, 她自己在厨房里随便弄了吃食, 简单吃了一顿之后, 她便来到了林二娘的房间里, 从床头取了一把钥匙, 她拿着这把钥匙来到了自家后院, 打开了一扇被紧紧锁住的房门, 房门里有一张颇为讲究的供桌, 是林昭花了大价钱在东市定做的, 供桌上摆放着两个神位, 上前在香炉里重新上了香, 然后跪在地上给两个老人家磕了头, 接着她从蒲团上起身, 呆呆地看着那个写了正宫绘温的神位, 有些出神, 这位十五岁的炭花郎, 看着这尊神位, 喃喃低语,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 在死去二十年后, 还能让皇帝好几个月睡不着觉啊, 二十年时间过去, 林昭已经没有办法得知, 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管是林二娘还是郑通, 都是当年的受害者而已, 郑家当年一夜之间防倒乌塔, 他们这些郑家的子女都是迷迷糊糊便受了难, 而当年在朝的六部九卿, 此时即便没有死绝也都不在朝堂了, 再加上皇帝很看重此事, 因此基本上不可能有人站出来跟林昭说些什么, 不过尽管如此, 通过接触到的这些相对零散的信息, 林昭还是隐约见识到了自己外祖的了不起之处, 如今的朝堂早已经是天子前纲独断, 从上到下包括上书蒲叶催眼在内, 没有一个人可以违逆皇帝的意志, 对于那位垂垂老矣的老皇帝来说, 整个天下没有他怕的人, 只有怕他的人, 可是, 这位临近暮年的天子, 现在却对一个已经死去二十多年的老人家, 未知如虎, 甚至到了不敢睡觉的地步, 诚然, 这其中有一些愧疚的因素在, 不过从中也可以看出一些当年那位正相的了不起之处, 林昭在神卫旁边站了好一会儿, 最终摇了摇头, 对着神卫叹了口气, 虽然没有见过您, 但是依稀可以见到一些您的风采, 现在看来, 您是公于谋国, 捉于谋身啊, 当初郑温获罪, 死因是因为接触那位废太子的后人, 但是后来朝廷并没有追查到具体的证据, 也没有查到那位废太子后人的下落, 这件事变成了莫须有的罪名, 就目前来看, 既然当初废太子之死都与郑温有关, 他应该做不出这种会连累家人的蠢事才对, 在小屋子祭拜了一番长辈之后, 林昭才离开这间屋子, 把钥匙放在母亲的床边, 然后他回到了自己屋子里, 换了一身月白色的干净衣裳之后, 晃悠悠地离开家门, 此时还是下午, 林昭在长安城里溜达了几圈, 又跑去东市见了韩餐一面, 这位韩公子, 如今已经成为了林昭麾下的总经理, 林昭名下的所有产业, 基本上都是他在经手贷管, 说实在的, 出身书香门第的韩餐, 并不是一个做生意的好手, 最开始的时候, 他做得相当笨拙, 可以说是错漏百出, 不过因为感念林昭的恩情, 他在东市学得很用心, 到现在已经可以很好地经营林昭名下的作坊, 以及一间书铺了, 除了这些产业, 大通商号也在与谢三元一起准备制作签字模的作坊, 在大通商号强大的资本运作之下, 此时作坊和人手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只等一个吉时便可以正式开工, 对于林昭来说, 韩餐管理的作坊和书铺, 只能说是他目前用来获取经济来源的渠道, 并不怎么重要, 反倒更重要一些, 而谢三元与大通商号一起经营的这个千活字, 才是他将来真正的抵御, 按照他们商量好的分成来算, 大通商号从中拿两成, 另外八成林昭与谢家一人四成, 如果这个生意做大了, 这四成的收益将会让林昭成为长安城隐形的富豪, 到时候无论他做什么, 有银钱铺路都会顺畅许多, 在东市晃悠的半天之后, 太阳慢慢沉落西山, 林昭这才到了与齐轩和周德约定好的归云楼, 与两位摄友吃饭, 到了长安之后, 林昭虽然接触认识了不少人, 但是他真正放在心上的朋友, 也只有齐轩和周胖子这么两个人而已, 与齐轩相交, 是因为合得来, 而周胖子是因为没有什么心眼, 可以放心地跟他交朋友, 这会儿天色差不多暗了, 林昭抱上了齐轩常用的雅间之后, 归云楼的伙计立刻就把他请到了二楼, 二楼雅间里, 齐轩与周德都已经到场, 见林昭来了之后, 两个人坐在原地也不起身, 周胖子举起酒杯, 笑道, 不愧是长安城的大红人, 如今想见一面都难了, 说要请客吃饭, 却最后一个道场, 林昭笑呵呵地坐了下来, 自己给自己倒了杯酒, 仰头一饮而尽, 你们连菜也没有点, 显然没有, 比我早到多久, 我自罚一杯, 总降了吧, 三个曾经的摄友, 各自坐在一张矮桌后面, 推一杯换盏, 林昭端起酒杯, 对着齐轩扬了扬, 笑道, 恭喜齐参军, 进了金兆府做事, 算是我们兄弟三个之中, 最有出息的一个了, 凭借其参军的身份, 估计三十岁就能坐到金兆颖的位置上去, 以后说不定, 朝廷会给你一个雍州墓当一当, 长安地处雍州, 开国初年是没有金兆府这个说法的, 一般由皇子领雍州墓须职, 再由雍州长使, 处理日常事务, 到后来, 因为雍州墓这个位置太过关键, 便不再设置, 渐渐就有了金兆府这个衙门, 金兆府的金兆仪, 便与先前的长使一样, 都是主管金城自己附近周县的长官, 其大公子摇了摇头, 没好气地说道, 莫要胡说八道, 到如今, 哪里还有什么雍州墓, 即便是宗室, 也没有谁领这个差事了, 说到这件事, 其实背后是有一个典故的, 大约一百年前左右, 某位姓李的皇子领雍州墓, 主管金城, 以及金姬各周县, 因为权柄太重, 甚至能够提领雍州的兵马, 因此, 他就造反了, 虽然没有成功, 但是至此之后, 大周便没有在设雍州墓这么个差事, 即便做不成雍州墓, 做个金兆仪也是好的, 周胖子喝了几杯酒, 脸色有些发红, 人家都说, 长安城里除了正式堂, 便是金兆仪, 这个位置, 位高权重啊, 齐大公子瞪了他一眼, 笑骂道, 正式堂之下, 明明是你爹这个吏不尚书, 有金兆仪什么事? 况且, 我现在还是金兆府的一个欺品官, 金兆仪关我什么事? 周胖子不屑地白了齐轩一眼, 少要装算了, 既然齐大将军没有让你从军, 朝廷也留了你的功名, 把你安排进金兆府, 很明显就是要把金兆仪的差事丢给你, 说到这里, 这位有些黑乎乎的胖子, 端起酒杯, 看了两位摄友一眼, 一转眼, 你们两个人都不在国子健了, 我这个人, 实在是没有什么读书的天分, 明日我就去与父亲说, 从国子健退学, 林三郎有些诧异地看了看这个胖子, 周胸此言当真, 自然当真, 周胖子撇了撇嘴, 闷哼道, 看到你们两个都做了官, 老子心里怪不是滋味的, 从国子健退学之后, 我也去弄个官当一当, 他是三品尚书的儿子, 如今身上就有七品的恩应, 想做个官并不是什么难事, 况且, 恩应官也是可以晋升的, 公布, 听到周胖子这句话, 不管是齐轩还是林昭, 都微微皱了皱眉头, 哪怕是对大周官智不是特别了解的林昭, 也知道六部之中, 属公布的差事最不好干, 职权相比其他五部来说, 也要稍低一些, 一般新科竟是补了公布的缺, 都有可能较苦不迭, 更不要说是周德这个吏部尚书之子了, 齐大公子自己喝了杯酒, 看了周德一眼, 公布, 应该是六部之中, 最吃吏部讨好的衙门了, 职权不高不说, 即便是能从朝廷款项之中, 拿到一些油水, 比起其他五部也要略有不如, 可能就只有一个礼部与公布仿佛, 周胖子这会儿喝得有些脸红了, 他笑嘻嘻地看了齐轩一眼, 怎么齐大公子, 你这个天皇贵昼, 居然算计起六部的油水来了, 我是在替你考量, 齐轩打量了周德一眼, 面无表情, 你这个人, 贪财好色, 我实在想不通, 公布有什么东西能够吸引你, 周德这个人, 从前在长安城名声极坏, 以贪财好色闻名, 这两年, 他被周尚书扔在了国子剑里, 倒是老舍许多, 名声也没有像从前那样恶劣了, 周德这个人虽然一般, 但是他的老爹周松, 却极为厉害, 至今已经做了七八年的礼部尚书, 凭借周家在长安城的权势, 长安各个衙门, 应该可以随周德挑选才对, 因此, 齐轩才有些好奇他, 为什么会去公布, 周胖子嘿嘿一笑, 我家不缺钱, 我也不需要用朝廷的差事去弄钱, 他拍了拍自己的胸脯, 老子要做一个清官, 这话没有什么毛病, 周德的老爹周松, 做了七八年天官尚书部说, 在做礼部尚书之前, 在六部干了二十年, 曾经做过户部的尚书, 侍郎以及刑部的侍郎, 要说缺钱, 周家肯定是不缺钱的, 而且, 周德并不是周尚书的独子, 而是周松的幼子, 这个小黑胖子, 还有四位兄长, 虽然四个哥哥, 只有两个人从政做官, 但是也足以让整个大家庭财务自由了, 周胖子嘿嘿一笑, 至于为什么去公布, 这些日子, 我在国子舰里, 前前后后把朝廷里的各个衙门都想了一遍, 整个朝廷里, 九四五间, 都是读书人的地方, 不太适合我, 六部之中的礼, 礼, 兵, 护四部, 别人又都是削尖的脑袋静, 我就算静了这些衙门, 多半也出不了头, 说到这里, 他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我家老头, 估计再干两三年, 就得知识还乡了, 他如果不在长安, 便没有人在护着我, 至于那些逢年过节, 还要常常接触死人, 我是受不了的, 小黑胖子举杯敬了灵昭一杯, 笑道, 想来想去, 只有公布比较适合我, 公布虽然辛苦受累了一些, 但是毕竟能够做些实事, 而且, 说到这里, 周德扭头看向灵昭, 眨了眨眼睛, 据说, 太子殿下比较喜欢盖楼, 灵昭有些疑惑地看着周德, 没听说太子殿下这些年, 修了什么宫殿啊, 就连东宫, 好像也很长时间没有翻修过了, 这就是三郎你消息不灵光, 周胖子笑呵呵地说道, 太子殿下身为储君, 自然不敢大心吐木, 不过据我所知, 他却很喜欢修建别院, 只长安城里就有六七处别院, 至于城外的庄园, 也有四五座了, 他笑眯眯地说道, 这些产业都算在了宋王世子李续名下, 据我所知, 那位世子殿下并不是很喜欢这些庄园别院, 那么是谁喜欢这些就一目了然了, 听到这里, 灵昭似乎明白了一些什么, 他刚到长安没有太久, 对于这些长安上层的常识了解不多, 就拿太子的产业来说, 他就只知道永家方一处, 但是按照常识来说, 太子既然在宫外修别院了, 那么应该是不止一处的, 周胖子得意一笑, 将来, 如果圣人要大心吐木, 修个宫殿, 盖个高台, 或者建个庙宇之类的, 少不得要经过公布, 到时候, 我在公布踏踏实实, 替圣人办好这些差事, 升官发财, 还不是信手拈来, 他这句话说的圣人, 很明显不是当今的圣人, 而且未来的圣人, 古往今来皇帝之中, 喜欢楼台电雨的人的确不在少数, 有的皇帝四位之初, 便着手大心吐木, 这些修宫殿盖房子的事情, 的确归公布管, 当然了, 公布不止修宫殿的差事, 整个大洲的水利, 交通, 工程, 屯田, 理论上都归公布管辖, 但是很明显, 眼前的这个小黑胖子, 想进公布的初心, 全然没有替百姓造福的念头, 而是一心一意, 要给未来的皇帝修宫殿, 林昭不禁有些无语, 他瞥了周胖子一眼, 有些无奈地说道, 在这个时候, 就开始揣测, 日后圣人之喜好, 就凭周兄这番话, 将来周兄在朝堂上, 多半也是个奸臣, 说到这里, 林昭补充了一句, 给人写进二臣传里的那种, 一旁的齐大公子, 面色平静地喝了口水, 语气平静, 不用多办, 这四将来, 必然是个奸臣, 周德当然不知道, 二臣传是个什么东西, 他也不在乎这些, 嘿嘿笑道, 我一不贪污, 二不结党营私, 哪里算得上什么奸臣了, 最多也就是宠臣而已, 小黑胖子笑得很失坦荡, 我与你们不一样, 你们是科甲正途出身, 天生就能跟那些独树人打成一片, 将来走阳关大道位及人臣, 而我这种靠老爹恩应的, 便只能赌一朝天子了, 林昭哑然一笑, 他端起酒杯, 敬了另外两个人一杯, 喝下肚之后, 他才颇为感慨地说道, 别的不说, 单凭周兄这个高瞻远瞩的眼光, 将来就一定能够在, 官场上有一番作为, 他扭头对着齐轩笑道, 说不定, 周兄还会是我们三个人当中, 升官最快的一个, 一直对周德不嫌不淡的齐大公子, 这会儿也举起手中酒杯, 当然道, 大周历来已公布上书拜相的, 倒也不在少数, 说不定这黑丝将来, 能靠着媚上的功夫, 入正式堂拜相, 原本心里, 只是有个简单雏形的周德, 听到两个人的话之后, 顿时洋洋得意, 本就矮胖的身子, 似乎生了一根尾巴一样, 翘到了天上, 他举起手中的酒杯, 得意一笑, 你们两个以后便跟着我混, 将来相爷入了正式堂, 一定少不了你们的好处, 林昭与其大公子对视了一眼, 不约而同地鄙视了周胖子一眼, 其大公子撇了撇嘴, 果子见之耻, 林三郎相对温和了一些, 脸上仍旧带着笑容, 周相还是先通过你爹周尚书那一关, 再考虑将来拜相的失败, 不得不说, 周胖子这个人, 还是很有想法的, 一般人做官, 最多都是去揣测上司或者领导的爱好, 然后投其所好, 而这个读书不怎么样的黑胖子, 还没有开始做官, 就已经开始琢磨未来领导的想法了, 他这个想法, 是很有搞头的, 在之前, 太子的位置虽然早就定了下来, 但是因为老皇帝的心思晦暗不明, 谁也摸不清楚, 未来的皇帝究竟是谁, 因此, 像是周松这种在朝中地位极高, 又与东宫没有太多瓜葛的人, 便不会参与进来, 可现在就大不一样了, 皇帝下了旨意, 让太子进正式堂监督国事, 意思已经很明显, 储君的位置已经正式确定了下来, 只要这位太子殿下不谋反, 不隔屁, 那么这个位置便已经没有什么悬念, 在这种未来领导已经确认的情况下, 提前揣摩未来领导的爱好, 其实是非常明智的事情, 这个小黑胖子如果赌对了太子的爱好, 将来很有可能成为年轻一代之中的一匹黑马, 三兄弟当中, 蜀周得的酒量最差, 酒品也不是很好, 每一次一旦喝多了, 便满嘴胡话, 吹牛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见这次喝得差不多了, 脸色有些蕴红的灵招, 摆了摆手说道, 齐兄, 今日先到这里吧, 明日我还要去詹市府上职, 可不能像周兄这样喝倒在地上, 三个人当中, 齐轩的酒量最好, 这会儿浑弱无事, 他点了点头, 瞥了地上的周得一眼, 微笑道, 一会儿我找人送他回去, 他又看了看灵招, 三郎无事吧, 灵招摇头道, 我没有什么事情, 自己回去就可以, 说着, 灵招与齐轩拱手作别, 离开了归云楼, 因为归云楼也在城北, 距离长星方并不是太远, 灵招在街道上走了半个时辰之后, 便走到了长星房门口, 因为喝了点酒, 灵招走的腿脚有些酸麻, 看着遥遥在望的长星方方门, 灵三郎小声嘀咕了一句, 是时候搞一辆马车了, 每日这么来回奔走, 也不是个事, 事实上京城里, 像他这个品级的官员, 平日里交通基本靠走, 只有五品或者五品以上的官老爷, 才会坐轿或者坐车, 不过灵招平日里, 要奔走的地方实在太多, 这会儿也起了买车的念头, 事实上, 不管是齐轩还是正通, 都曾经想送灵招一辆马车, 或者干脆送他几个教夫, 都被灵招给拒绝了, 因为这会儿已经宵禁, 到了房门口之后, 房丁还会查问身份, 不过看到了灵招的七品渔服之后, 这些人都恭恭敬敬地低头行礼, 把灵招放了进去, 七品的官职, 对于朝堂上的老爷们来说, 只不过是个芝麻小官, 但是对于这些连立员也算不上的房丁来说, 已经是了不起的人物了, 灵招这会儿, 身上的酒意已经散去了不少, 慢悠悠走到自家院子门前之后, 灵招才发现有些不对, 因为自家院子门口停了两顶轿子, 而且还是紫色的轿子, 不管在哪个年代, 紫色都是颇为尊贵的颜色, 长安城里没有几户人家有资格用紫, 灵招微微皱眉, 刚刚往前走了两步, 就看到其中一顶紫色轿子里, 走下来一个一身紫衣的老者, 老者脸上勾壑纵横, 须发也差不多静白, 他面无表情地看着灵招, 与其平静, 灵丝直陛下相照, 正是皇宫司公台的大太监魏忠, 看到魏太监的表情, 灵招又抬头看了看已经漆黑的天色, 苦笑道, 魏公公, 这都这个时辰了, 魏忠面色冷漠, 上轿子罢, 黄泉就是这样罢道, 容不得旁人拒绝, 灵招无奈道, 魏公公, 这么晚了, 总要让我进去与母亲打一声招呼吧, 魏忠看了一眼灵家的大院, 声音冷漠, 咱家等你半炙香的时间, 灵招点了点头, 连忙进了自家院子, 先是与母亲支会了一声, 然后回自己屋子里, 把一身酒气的衣裳脱下, 换了一身干净衣裳, 坐上了另外一顶紫色的轿子, 朝着皇宫去了, 坐在轿子里的灵招, 心中忍不住泛起了嘀咕, 之前两个月时间, 他进宫的次数不少, 一般三四天就要去一趟, 但是最近五六天时间, 皇帝都不曾再召见他, 更不曾大白天召见他了, 抬轿子的人, 都是宫里专门负责抬轿的宦官吏室, 两顶紫色的轿子, 在大街上走得又稳又快, 很快就进了朱雀门, 一路来到了甘露殿附近, 魏太监掀下了轿子, 然后等候林昭出来, 把他引进了甘露殿之中, 这会儿, 林昭身上的酒意已经全然消散, 他跟在魏太监身后, 小心翼翼地进了甘露殿, 很快来到了甘露殿后殿的请殿之中, 在请殿里, 见到了只穿着一身单薄稻袍的皇帝, 这位曾经叱咤风云, 前刚独断的大周圣人, 这会儿形容颇为憔悴, 更重要的是, 整个人看起来几乎是瘦了一整圈, 原本合身的稻袍穿在身上, 显得有些空荡荡的, 林昭只看了他一眼, 便跪在地上, 开口道, 臣, 林昭, 叩见陛下, 圣人看了林昭一眼, 声音沙哑, 起来说话, 说着, 天子扭头, 看向魏太监, 给他扳个凳子过来, 胃中连忙点头, 亲自给林昭搬了个小凳子, 让林昭坐下, 林昭小心翼翼坐下来之后, 微微低头, 陛下, 这么晚照尘来, 不知有何吩咐, 老皇帝两只眼睛密布血丝, 他看了林昭几眼, 声音低沉, 震, 有件事让你去办, 林昭心里微微一动, 两个月来, 他进宫的任务, 大多只是陪睡而已, 等老皇帝睡醒了, 他也就可以出宫去了, 还是这件事, 但是皇帝却说, 让他去办事, 满朝文武那么多人, 他一个欺品官, 能办什么事, 不过这番富匪, 肯定是不能直接说出来的, 林思直连忙起身, 躬身道, 陛下吩咐, 朕, 要让你去一趟行仰, 说到这里, 他有些疲惫地闭上眼睛, 开口道, 你的外祖郑温, 曾经是朕的老师, 也是行仰正事的组长, 二十年前他, 做错了一些事情, 因此在朝廷获罪, 后来, 说到这里, 老皇帝深呼吸了一口气, 哑着嗓子说道, 后来, 行仰正事便把他集出了祖谱, 也不曾把他的尸骨埋入祖坟, 老皇帝闭上眼睛, 声音低沉, 无论如何, 他也是朕的老师, 二十年魂魄无所依存, 已经足够了, 朕不能坐视他, 变成孤魂野鬼, 你, 带朕去一趟行仰, 圣人声音微微发颤, 替朕办好这件事, 这件事情, 林昭是一早就知道的, 第一次见到郑通的时候, 郑大老板就跟他说了, 当初郑温包括郑温一系的后人, 统统被行仰正事除籍的事情, 正是因为这件事情, 即便郑家三兄弟, 如今已经是富豪中的富豪, 他们仍旧心心念念, 重回行仰正事祖谱, 按照郑通的话说, 他们想要一个体面, 一个行仰正事的体面, 这个时代, 被从祖谱中除名, 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而不得入祖坟, 对于这些世家子弟来说, 甚至于彼死更难受, 按照此时的世界观, 生前不入祖谱, 死后不入祖坟的人, 便会变成孤魂野鬼, 在人世间游荡, 很显然, 老皇帝也是这么认为的, 从他两个月前做了一场噩梦之后, 神经便一直紧绷, 而且相信这是郑温的魂魄在纠缠着他, 否则他也不会一再照灵昭入宫, 好让自己有一个完整的睡眠, 也不知道是老皇帝个人的心理暗示, 还是这个世界时候, 真的在天有灵, 每一次灵昭入宫, 只要在皇帝身边静坐, 他便能好好地睡上一觉, 灵昭不在的时候, 他便时常会梦到自己曾经的那个老师, 被纠缠了好几个月之后, 皇帝终于下定决心, 想要从根上解决这个问题了, 只要让郑温重入祖谱, 埋进祖坟里, 便不再是一个孤魂野鬼, 也就不会再来纠缠他了, 听到这番话, 坐在一旁的灵昭立刻瞪大了眼睛, 两久之后才苦笑道, 陛下, 臣, 虽然与郑家有些关系, 但是这辈子也没有见过什么郑家人, 更没有去过行阳, 如何能够办成, 臣以为, 司公台的任何一个公公都可以胜任此事, 老皇帝看向灵昭, 声音低沉, 此事非你不可, 说完, 这位精神状态极其不好的皇帝陛下, 便闭上眼睛, 不再说话, 站在他旁边的大太监卫中, 慢慢踱步走到灵昭面前, 缓缓说道, 这些日子, 陛下一直神不守舍, 因此在前日召了一位天师入宫, 来帮陛下安神, 那位天师说了, 魏忠回头看了皇帝一眼, 见皇帝没有反应, 他才继续说道, 那位天师说, 陛下是因为上了年纪, 阴虚阳弱, 近来才会有魂魄近身, 而这魂魄执念太深, 无法以外力驱散, 说着, 魏忠看了灵昭一眼, 面色平静, 灵思直, 你是长安城里, 唯一一个能让正相魂魄安静下来的人, 天师说了, 只有你亲自把正相葬进行阳正师的祖坟里, 这件事才能平息下来, 说到这里, 这大太监脸上也引现一股忧色, 陛下, 也才不会再受正相搅扰, 封建迷信害死人啊, 灵昭在心里吐槽了一句, 此时此刻, 他很想告诉眼前这个垂垂老矣的皇帝, 告诉他他之所以睡不着觉, 是因为当年做了恶事, 一直藏在心里, 到晚年爆发出来, 把自己倒得神经衰弱了, 可是, 这番话显然是不能说的, 此时, 老皇帝分明已经笃定, 自己是被正温的魂魄纠缠住了, 这个时候跟他说, 什么都没有太大的用处, 总不能在这个人人迷信的时代, 宣讲科学罢, 再者说了, 假如当今世上, 人人都笃信鬼神, 骗你这人不信, 你便会成为异类, 说不定还会被人当成神经病, 况且据林昭所知, 本朝的道门势力极为强盛, 单单长安城里的道观, 就有几十座, 还有几个朝廷清风的天师, 虽然这个天师, 多半是顺着皇帝的症状, 胡编了一通, 但如果强行拆穿, 势必会得罪道门, 林昭对着魏忠眨了眨眼睛, 然后轻声问道, 魏公公, 你信这个吗? 魏忠面无表情, 咱家信不信无关紧要, 总之不能再让陛下伤神下去了, 这件事非, 林斯指你去办不可。 两个大佬都开口说话了, 林昭自然没有什么拒绝的余地, 他低头思索了一番之后, 抬头看向正在闭目养神的老皇帝, 微微欠身道, 陛下, 假如正向恢复族籍, 那正向的子女们, 应当如何处理? 圣人睁开疲惫的眼睛, 看了林昭一眼, 这句话, 你是替你母亲问的? 林昭硬着头皮, 低头道, 是, 朕既然让你去办这件事, 自然不会再难为你母亲。 你外祖父籍, 你娘便跟着父籍救世。 说到这里, 老皇帝再次看向林昭, 缓缓说道, 当初郑家的儿女们, 都散落在大洲各地了, 如今也不知道, 他们情况如何了。 你若是能够找得到, 便一并让他们父籍救世。 毕竟当年的事情, 与他们也没有什么干系。 听到这句话, 林昭抬头看了看这个看起来, 似乎随时都会隔屁的老头, 心里有些震惊。 听他这句话, 似乎是知道自己与郑家人在暗处有一些来往。 想到这里, 想起了魏中曾经说话的一句话。 长安城里, 只要他想知道的事情, 很少不知道。 念及此处, 林昭心中有些凛然, 起身对着皇帝拱手道, 臣,明白了。 老皇帝再一次合上双目, 开口道, 你外祖, 葬在东城城郊, 朕已经让玉珍关的人, 选择合适的时间起焚。 你明后天便动身赶往行阳, 给你外祖父重新入籍, 朕会让玉珍关的人, 抬关赶往行阳。 当初郑温死去之后, 因为他门生顾虑太多, 皇帝心里也有些忌惮, 生怕他们借着上坟的机会, 暗中商议什么事情, 便让人把郑温的尸体秘密安葬了。 以至于, 就连郑家人在内, 也不知道自己的父亲, 究竟葬在了哪里。 玉珍关的赵天师, 会同你一起前往行阳, 起法式与天宵夜。 圣人乃是天子, 这一句与天宵夜, 实际上是替皇帝宵夜。 林昭生呼吸了一口气, 低头道, 陛下, 陈对行阳正是一无所知, 此去虽然是送老人家回故土, 但是郑家未必就会同意, 陈想向陛下讨一份文书, 如果郑家不应, 陈还可以依文书办事。 老皇帝先是愣了愣, 随即开口道, 你放心, 朕自然不会少了你的文书。 此时这位皇帝心中, 心情十分复杂, 郑氏的族长重新回到郑家, 竟然要朝廷下文书了, 这都是他当年的罪业。 林昭点了点头, 起身拱手道, 陛下的意思, 陈明白了, 陈这就回去准备, 尽快动身前往行阳。 皇帝没有说话, 只是默默地看了林昭一眼, 缓缓开口。 你今日没走了, 便坐在这里。 皇帝陛下满眼都是疲惫, 声音沙哑, 朕, 已经好几天没有好好睡一觉了。 你在这里坐一晚, 朕要好生睡一会。 皇帝盛情相邀, 林三郎自然没有拒绝的余地, 他在甘露殿里哭作了半宿, 后半夜的时候, 魏中给他搬了一把有靠背的椅子, 他便靠在这张椅子上, 勉强睡了半宿。 说来也怪, 每一次林昭坐在甘露殿里的时候, 老皇帝就能睡得安稳, 从来不会做噩梦。 就算是笃性科学的林昭, 心里也不禁犯起了嘀咕, 老觉得身边有个白胡子老头在看着自己。 在椅子上睡觉, 自然是睡不好的。 第二天天没亮, 林昭便醒了过来。 醒来之后, 床榻上的天子早已经醒来, 林昭揉了揉眼睛, 准备出宫回家。 他刚站起来没有多久, 已经穿着整齐了大太监卫中, 便夺着步子走过来, 伸手对过来一份文书, 开口道, 这是司公台昨夜起草的文书, 盖了圣人宝印, 你拿去行阳办事。 林昭看了一眼这份文书, 咳嗽了一声, 不曾经过正式堂吗? 单独盖皇帝印的东西, 理论上来说是没有什么用的, 一般制造都需要经过三省, 由尚书省起草, 门下省审核, 盖了天子应洗之后, 在由中书省发布, 经过这样的流程之后, 才算是真正成了圣旨。 单单带了玉玺的文书, 所有的官员都可以不认。 而且因为这东西, 没有三省备案, 别人甚至可以说你狡诈。 魏中看了林昭一眼, 咒眉道, 不曾。 很显然, 皇帝虽然想要补救一些当年的过错, 但是他不可能大张旗鼓地去办这件事, 因为如果这件事情, 从正规流程去走, 就等于是皇帝陛下, 亲自为当年的事情认错了。 看到魏中皱眉的表情, 林昭也就不再追问此事。 他伸手接过这份文书, 笑着说道, 魏公公平日里都不睡觉的吗? 昨天夜里, 见你忙了半宿, 怎么一大早就起来了? 这是林昭一直非常好奇的事情, 这位司公台的大太监, 似乎永远都不用休息一样, 能够随时随地出现在皇帝身边。 魏太监淡淡地看了林昭一眼, 林思直若是有兴趣, 不妨也进宫里来, 咱家亲自调教你, 保证最多半年, 你也能像咱家一样。 林昭脸上的笑容一僵, 连连摇头, 不了不了, 我在有几个月便成婚了, 魏中淡淡地瞥了林昭一眼, 缓缓说道, 好生办好这件差事, 办好了, 功力少不了你的好处。 说吧, 魏太监副手离开, 林昭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有些无奈地耸了耸肩膀。 还挺高冷, 搭了这么多次话, 都搭不上关系。 林昭从进长安城之后, 见魏中的次数就不少, 尤其是这两个月, 更是常常见他, 接触的时间久了, 自然就想要跟这位大太监拉拉关系, 套套近乎, 毕竟魏中乃是这儿八经的大内总管, 要是有这么一层关系, 将来肯定是好处多多。 不过很可惜, 这位大内总管异常高冷, 对林昭的态度一直不嫌不淡, 很慢套到近乎。 很快, 就有两个四公台的小太监, 带他出了宫, 到了朱雀门门口, 两个小太监才告诉他, 玉珍关的那位赵天师, 明日会在长安东城门等候, 林昭点头示意自己知道了之后, 两个小太监才转身离开。 出了朱雀门, 就已经出了皇城, 距离常兴方就不算太远了。 林昭静子回到家中, 来不及与林二娘戏说, 只在家里简单吃了顿饭, 便着急忙慌地离开了常兴方, 朝着东市走去。 到了东市之后, 林昭找到了自己在东市的那一间铺面, 铺面之中, 一身粗不一长的寒餐, 正在指挥两个伙计班书。 此时, 这个当初满心仇恨的少年人, 已经平和了不少, 对待店铺里客人的时候, 脸上甚至带了一些笑意, 全然看不出先前那个偏激少年的模样, 不过他眼睛里没有什么喜意, 很明显恨意并没有全然消散。 韩兄! 林昭伸手, 对他打了个招呼, 韩灿立刻回过头来看向林昭, 他三两步走到林昭面前, 低头抱拳, 奔弓, 说了多少次了, 林昭笑着说道, 你我兄弟相称便好, 你比我大一岁, 称呼我为三郎就是。 韩灿微微摇头, 脸上露出一丝笑意, 公子今日没有去詹氏府, 怎么到东市来了, 找你有些事情。 林昭看了看店铺里的客人, 伸手把韩申拉到了店铺的礼物, 对着他问道, 韩兄, 铺面的账上还有多少钱? 韩灿没有什么犹豫, 开口道, 现前大概有七八百贯钱左右, 公子要钱, 我不要钱。 林昭摇头道, 铺子里不用放很多现钱, 你今天带五百贯钱, 放进大通贵方里。 说到这里, 林昭在怀里摸出了一块黑色的玉牌, 递到韩灿手里, 沉声道, 你拿着这块牌子, 大通贵方应该就会有人找你说话。 你告诉他们, 我今日要见他们东家。 韩灿接过这块牌子, 心中磨叽了一番林昭的话之后, 点了点头, 公子, 我记下了。 林昭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开口道, 记着, 我今天就要见他们东家, 明日便来不及了, 告诉他们, 要隐秘一些, 不要给人瞧见了。 韩灿点头, 我记下了。 林昭这才松了一口气, 微笑道, 那我便回去了, 等我从外地回来, 请韩兄吃饭。 韩灿微微摇头, 不敢。 就这样, 林大东家到了自己的铺面之后, 只是简单地说了几句话, 然后装模作样地查了查账, 便转身离开了。 离开了自家铺面之后, 他又在东市买了两盆已经开花的花草, 买了一些香烛纸钱之类的祭祀品, 这才提着回了自己家中。 等他回到长新坊之后, 林二娘已经在家里等候他许久了, 看到林昭手里抱着两盆花, 胳膊上还挂着一根绳子, 绳子上坠着一包香烛纸钱, 林二娘连忙伸手接过两盆花草, 看了林昭一眼, 三郎你做什么去了, 怎么在宫里待了一夜, 刚回来就又出门了。 林昭笑呵呵地看了自己的母亲一眼, 把他拉到了那间摆放着正温神位的房间里, 给自己的老爷又上了三炷香, 然后他才回头看向林二娘, 低声道, 阿娘, 你猜圣人找我进宫做什么? 林二娘微微摇头, 你有没有说娘怎么会知道? 他让我去一趟行阳, 林昭眨了眨眼睛, 看着林二娘, 阿娘, 你如果行阳吗? 林二娘自小在长安城长大, 林昭还真不知道他有没有去过行阳, 去过七八次, 林二娘这个时候已经察觉了什么, 他看着自己的儿子声音有些颤抖, 他, 让你去行阳做什么? 林昭在袖子里摸索了一会儿, 拿出了胃中给他的那份文书, 递到林二娘手里, 语气柔和, 阿娘你看, 这是宫里丢的文书, 他顿了顿之后, 开口道, 陛下的意思是, 要让外祖重归行阳正式的祖谱, 并且要把外祖的尸骨, 葬到行阳正式的祖坟里去, 听到这句话, 林二娘原本正在翻看文书的手骤然听众, 他抬头看向林昭, 声音已经可以听出明显的颤抖, 你, 你外祖的尸骨在哪? 当年郑温被刺死之后, 尸骨并没有交给郑家人, 而是由司公台秘密埋在了成东, 以至于郑温的这些儿女, 至始至终没有见过父亲的坟营, 据说是在成东, 林昭顿了顿之后, 开口道, 宫里已经让玉真关的人选日子, 动土千坟, 等行阳那边的事情办妥了, 便由玉真关的道士们, 送着外祖的尸骨, 回行阳安葬, 林昭健壮微微叹了口气, 上前拿回这份文书, 摊在林二娘面前给她看, 林二娘自小读书, 阅读速度极快, 很快就把这份文书的内容看了一遍, 当她看到最后盖着的天子玉玺的时候, 眼中终于垂下泪来, 是终止, 一向温婉的林二娘, 这会儿也咬了咬牙, 未经中枢门下的, 林昭健壮拉着母亲的手, 低声宽慰道, 阿娘, 本朝能够做到这种地步, 便已经难能可贵的, 真想要给外祖翻案, 也要等到新朝了, 说到这里, 林昭顿了顿之后, 继续说道, 儿子现在是东宫官, 与太子还算相熟, 等太子四位之后, 儿子可以想法子, 把这桩案子再正式翻过来, 不, 林二娘用手帕擦了擦眼泪, 摇头道, 当年的事情, 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你便不要牵扯进去了, 父亲当年的门生顾立, 至今仍有许多在朝堂认识, 真到了新朝, 自然有人会为父亲说话, 说完这句话, 林二娘的心情已经平复下来不少, 他看着林昭, 低声道, 这件事要知会你旧父才是, 林昭点了点头, 轻声道, 方才我出门便是让人去知会旧父, 不过, 宫里似乎知道一些他们的事情, 我便没有敢直接去找他, 而是让人替我去送了信, 估摸着这会儿, 二舅已经收到我的消息了, 先前在宫里的时候, 老皇帝一番话说得意味深长, 林昭几乎以为他已经知道了郑家三兄弟的事情, 因此这个时候要相对谨慎一些, 毕竟林昭那三个舅舅, 这些年对朝廷极度仇视, 谁也不知道他们在暗中到底做了什么, 更为重要的是, 林昭同样不知道皇帝对他们三兄弟是个什么态度, 说到这里, 林昭抬头看着母亲, 微笑道, 阿娘, 我昨天替您问过了天子, 天子说可以让您也重归行阳正事, 以后您就是士族之女, 再没有人敢拿您的身份说三道四了, 因为曾经流落风尘, 林二娘被不少人说过闲话, 她虽然表面上不说, 但是心里肯定多少是有些在乎的, 不然这十几年时间, 她也不会一直不怎么出门, 听到林昭这句话, 林二娘轻轻蹴眉, 沉默了许久之后, 还是摇了摇头, 还是算了吧, 我已经进了林家家门, 如今姓也是跟你爹姓, 哪有再回郑家的道理, 况且, 她悠悠地叹了口气, 况且娘这个身份, 回了郑家, 也是给家门抹黑, 看到母亲这个样子, 林昭脸上的笑意顿时收敛, 此时她不知道自己应该说些什么, 也不知道如何安慰林二娘, 沉默了一会儿之后, 开口道, 母亲, 当年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莫要放在心上, 林二娘缓缓摇头, 她看了看林昭, 轻声道, 这二今天还去詹士府吗? 林昭摇头, 明天我就动身去行娘, 今天便不去詹士府了, 林二娘整理了一番情绪, 对着林昭勉强一笑, 行娘离长安, 也有八九百里路, 我去给你准备一些干粮, 你明天随身带上, 说着她就要往厨房走去, 刚走出没几步, 林二娘又回头看向林昭, 轻声道, 还有檀然那边, 你亲自去知会一声, 中午把她喊到家里来吃一顿饭, 林昭点头笑道, 孩儿知道了, 林二娘这才转头, 往厨房去了, 林昭深呼吸了一口气, 动身去了谢家大院, 就这样, 谢戴然被林昭喊到了家里吃了一顿饭, 说明了自己要出远门之后, 这个比林昭大了两岁的未婚妻, 颇为不舍, 吃完饭之后便跑回家中, 不多时取来一个药囊递在林昭手里, 说是装了一些可以屈杖避邪的草药, 带在身上可以摆病不清, 林昭欣然接受, 立刻就带在了身上, 到了下午的时候, 林昭领着谢戴然一起, 在长安城里私下转了转, 两个人跑到不常去的西市, 零零散散买了不少东西, 终于天色见目, 到了快要宵禁的时辰, 林昭才赶紧带着谢戴然回了常兴坊, 亲自把他送到了谢家大院门口, 两个人在谢家门口依依不舍的分别, 林昭别之前, 谢戴然犹豫了一下, 走到林昭面前, 微微点起脚尖, 在林昭脸上轻轻轻了一口, 事实上, 这并不是两个人第一次亲密接触, 先前两个人一起独处的时候, 某位厚脸皮的林三郎, 已经偷偷轻了他许多次, 不过之前, 他每次轻了之后, 都脸色通红地跑开, 这一次轻了之后, 却站在了原地, 看着林昭嘻嘻一笑, 三郎长高了许多呢, 第一笔见你的时候, 你还跟我差不多高, 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是在岳州城的三元书铺里, 那时候林昭才十三四岁, 的确跟他差不多高, 不过这几年他到了长安城, 生活条件也好了许多, 再加上正式长个子的年纪, 这会儿已经比谢戴然高出了大半的头, 林昭伸手摸了摸他的脑袋, 微笑道, 再过两年, 我就长到马四郎那么高, 马四郎是岳州城南出了名的高个子, 足有七尺, 家就住在三元书铺旁边, 林昭与谢戴然都是见过的, 周尺按堂尺, 一尺三十公分, 平白长那么高做什么? 谢戴然语气温柔, 轻声道, 你变这么高就好, 再高便不好看了, 林三郎笑眯眯地说道, 好, 那我变不长了, 就这么高, 谢戴然言嘴一笑, 说得, 好像你说的算一样, 一对小情侣在大门口说了好一会儿话, 才依依不舍地分别, 林昭把他送进家门之后, 才扭头走向自家家门, 刚到自家家门口, 他便看到了有两个人提着灯笼, 站在自家门口, 林昭心里明白, 是郑通到了, 林家郑堂里已经点起了油灯, 让郑堂显得不那么昏暗, 一身青色袍子的郑通, 正坐在主位上, 见林昭走进来之后, 这位大老板起身, 对着林昭笑了笑, 大外甥, 这么急着找我来有事? 林昭看了一眼旁边的林二娘, 有些诧异, 母亲没有跟您说吗? 郑通扭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妹妹, 摇头道, 不曾, 你娘说她也不知道, 林二娘慢慢站了起来, 低声道, 你们就生谈吧, 我去给你们弄一些吃食, 说着, 她便起身离开, 林昭摸不清楚, 母亲到底在想些什么, 只能目送着她离开, 等林二娘走远之后, 郑通踱步走到林昭身边, 重新把那块黑色玉牌递到林昭手里, 轻声道, 什么事情这样着急, 让外人到大通贵方传信, 林昭身手接过这块牌子, 重新放回自己的袖子里, 无奈开口, 是关于邢阳的事情, 听到邢阳两个字, 郑通的脸色一变, 她看向林昭, 面色严肃了起来, 何事? 林昭也不废话, 直接把那份文书递到郑通手里, 郑大老板接过文书, 只看了一遍, 脸上的笑意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她脸色难看, 伸手握拳, 狠狠地垂了一下手边的桌子, 声音中尽是愤怒, 这是什么? 她声音中仿佛带着无尽的愤怒, 皇帝的施舍, 对于她的愤怒, 林昭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当初郑家蒙难, 皇帝有绝对的责任, 如今二十年过去, 郑家等到的并不是翻案, 也不是平反, 而是这么一份, 没有经过三省的文书, 一份算不上终止的终止, 对于老皇帝来说, 这可能是她对于当年救世的一些补救, 同时也是对于自己的一些救赎, 但是对于郑通这些郑家人来说, 这件事更像是一个施舍, 因此她自然会愤怒, 林昭坐在郑通下手, 低声道, 二舅, 我知道你心里会不舒服, 但是这份文书已经下来了, 不管怎么样, 这对于外祖来说总不是一件坏事, 郑通深呼吸了好几口气, 才把极端愤怒的心情平复下来, 他抬头看着林昭, 声音沙哑, 皇帝把这件事情交给你办, 是知晓了你的身份, 是不是? 林昭点了点头, 苦笑道, 这件事瞒不住人, 那你去办就是, 郑通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声音沙哑, 老父已死, 我不能挡着他回行阳, 但是这件事, 我绝不会念朝廷的恩情, 说吧, 这个身上带着一身儒雅气息的巨伤, 带着一身愤怒, 就要起身离开, 林昭微微叹了口气, 开口道, 二舅, 等外祖归了行阳正式之后, 是要迁坟回行阳祖坟的, 这种事情, 总要有一个做儿子的在场不是, 这才是林昭把郑通喊过来的理由, 迁坟这种事情是大到不能再大的大事, 自然应该由郑家的儿子去办, 不然就不太成样子, 郑通原本已经走到郑堂门口, 文言立刻停下脚步, 他缓缓回头, 看了林昭一眼, 声音沙哑, 父亲的坟在哪里, 皇帝给的文书上, 只说了让郑温回归祖谱, 葬回祖坟, 并没有具体说迁坟的事情, 因此郑通是不知道的, 应当在东郊, 林昭低声道, 按照宫里的意思, 犹豫欲清贯的道士们负责挑选吉日, 一关迎新号新号新号体的日子, 我还不太清楚, 到时候我会知回旧父的, 郑通低头, 沉默了许久, 然后开口道, 你何时动身去行阳, 明日一早, 林昭轻声道, 宫里给安排了一个赵天师与我同行, 明日一早动身去行阳, 道士不是要签坟吗, 与你同去行阳做什么, 林昭语气有些无奈, 做法事, 说到这里, 林昭犹豫了一番, 迈步走到郑通身边, 压低了声音说道, 陛下似乎是要消解了外祖的怨气, 消不了, 郑通咬牙切齿, 没有我父, 他李渊焉能为天子, 李渊是当今圣上的名字, 在三十多年前, 他还只是京城里一个普通的王爷, 皇位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落到他的头上, 可是他偏偏登临了帝位, 三十多年以来, 李渊这个名字已经没有人敢在延吉了, 林昭脸色微变, 笛声道, 二舅, 莫要胡说八道, 在传到宫里去, 郑通直呼了一声天子名讳之后, 心情似乎舒畅了一些, 他呼呼吐了好几口气, 才对着林昭说道, 三郎放心, 你让人带话说, 要隐秘一些, 我自然不可能全无准备, 你回来之前, 我手下的人已经在你家院子四周清理了一遍, 不曾发现什么可疑的人, 林昭这才松了口气, 苦笑道, 二舅, 你明天去行阳府, 去, 自然要去, 郑通低声道, 大兄走了, 如今我便是父亲的长子, 这种事情, 我没有理由不去, 不过, 他顿了顿之后, 开口道, 不过, 我应该不会与你们同行, 等父亲一关的时候, 我还要赶回长安来, 给他老人家扶官, 林昭点了点头, 他沉默了片刻之后, 缓缓开口, 二舅, 假如朝廷现在, 可以恢复几位舅行阳正式的身份, 你们会接受吗? 听到这个问题, 郑通先是愣住, 然后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 他慢慢朝着大院的门口走去, 这件事, 我会给你三舅五舅写信, 询问一番他们意见, 林昭连忙起身, 对着他说道, 二舅, 我家, 设了外祖的神位, 你要不要去上一炷香? 郑通没有说话, 只是立刻停下脚步, 林昭很懂事地在前面带路, 没过多久, 便来到了那处小房间门口, 打开房门之后, 一眼就看到了供桌上的两个牌位, 郑大老板面色严肃, 进去之后, 直接跪在地上, 然后起身敬香, 又给两位老人家磕头鞠躬, 做完这些事情之后, 郑大老板这才毕恭毕敬地退出了这间房间, 关上房门, 合上房门之后, 郑通才长叹了一口气, 你们母子, 有心了, 这个时候, 林昭自然不会说是皇帝, 让他做的这种杀风景的话, 只能礼貌性地笑了笑, 没有开口解释, 郑通祭拜完父母之后, 又跟厨房里的林二娘打了声招呼, 便真的要告辞离开, 林昭一路把这个旧父, 送到了自家院子门口, 这个时候, 林昭家门口已经停了一辆马车, 看起来已经停了许久了, 这一次, 三郎你帮了郑家大忙了, 郑通一边走向这辆马车, 一边与林昭说话, 作为报酬, 我也告诉你一个消息, 林昭有些好奇, 什么消息, 郑大老板扭头看向自己的这个外甥, 脸上露出了一抹笑意, 康东平要造反, 这个消息虽然有些突然, 但是林昭并不感觉意外, 因为他见过康东平, 那位康大将军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和和气气的模样, 但是给人的感觉就很有压迫感, 给林昭的第一印象就是, 这个人绝不会听天由命, 那个时候林昭就在想, 如果哪天宫里的康贵妃母子争处失败, 那么这个康大将军多半是要造反的, 如今, 太子已经入正式堂礼室, 也就是说, 虽然这场夺嫡结束的有些仓促, 但是结果已经明明白白, 不管是康贵妃, 还是那位六皇子, 都不可能再有一丁点机会, 这场储君之争已经结束了, 在这种情况下, 康东平造反, 并不是什么让人意外的事情, 林昭微微点头, 开口问道, 旧父如何知道的, 正通登上马车, 面色平静, 你五旧, 最近几年一直在北疆, 说完这句话, 他便上了马车, 马车离开了林家大院之后, 并没有离开长新坊, 而是绕了几个拐弯, 钻进了一条胡同里, 毕竟这个时候已经宵禁了, 林昭这种有官身的人, 可以肆无忌惮地在外面行走, 但是正通这种商人却不行, 被方丁捉住了, 得点钱倒是小事, 万一被抓进了经兆府, 麻烦很大, 送走了正通之后, 天色已经不早了, 林昭回了自己家中, 到母亲房间里, 陪他说了一会儿话, 便回自己房间里歇息了, 第二天一早, 天色刚刚亮起来的时候, 家里的两个丫鬟便起床, 准备好了早饭,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两个丫鬟并不是林儿娘 以及林昭去买的, 而是过年的时候, 见林儿娘身边没有人照顾, 后来便从家里送了两个丫鬟过来, 平日里负责林儿娘, 做一些家务, 吃完早饭之后, 林昭简单收拾了一番东西, 便准备离开, 在家门口分别的时候, 林昭犹豫了一下, 开口问道, 阿娘, 我离京的事情, 要不要只会气疏一声? 作为林昭最亲近的大腿, 本来不管林昭有什么政治行为, 都是应该跟林俭说一说的, 不过因为这件事, 算是林昭家里的私事之一, 皇帝的意思也是让他秘密出京, 尽量不惊动任何人, 因此林昭也只是通知了一声正通, 没有来得及与林俭通气, 林儿娘抬头看了看天色, 开口道, 今日应该是朝会的日子, 你七叔多半进宫去了, 此时你想要见他也来不及了, 不过怎么样也应该跟他打声招呼才是, 这样吧, 林儿娘亲声道, 你留一封信给他, 放在我这里, 等下午的时候, 我让家里人送到平康坊去, 林昭这才点了点头, 放下收拾好的东西, 回屋简单把这件事的始末写成了一封书信, 递到林儿娘手中, 林儿娘接过这封信之后, 抬头看了看林昭, 亲声道, 行阳正是如今的家长是什么脾性, 咱们不清楚, 你到了行阳之后, 按照文书做事就是, 如果郑家没有问题, 你便没有必要提起你的身份, 他微微叹息道, 当年, 虽然是你外祖把郑家带到了最高处, 但也是因为你外祖, 二十年前郑家遗落千丈, 听你二就说, 如今行阳正是在朝廷里, 连个四品官也没有, 职位最高的也只是一个正五品而已, 他们心里, 未必便不记恨你外祖, 这个世界上, 你带人牵绊好, 别人不一定记得住, 但是你稍稍做一件有害他的事情, 他可能就会把你恨得牙痒痒, 林儿娘说的便是这个道理, 林昭点了点头, 开口道, 孩儿记下了, 就这样, 林昭告别了母亲, 正准备离家的时候, 谢旦然匆匆忙忙从谢家那边跑了过来, 递给了林昭一个包裹, 林昭提了提, 里面大多是吃的, 林昭又跟谢旦然道别, 承诺一个月之内肯定回来之后, 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方门, 离了长新方之后, 在朱雀大街上拦下了一辆敞篷的马车, 给了车夫十个铜钱之后, 车夫便拉着他朝着东城门走去, 事实上, 长安城里这种租车的业务十分成熟, 不要说长安城里有这些出租马车, 只要你钱给够, 从长安把你拉到行阳去, 都没有任何问题, 坐上马车, 自然比步行要快上不少, 只过了半个时辰, 林昭就来到了东城门, 晾了渔服确认身份之后, 顺利出了长安城, 此时, 东城门门口, 已经有五六辆马车在等候, 因为不曾出发, 马车里的人大多都没有待在车里, 一眼看去, 竟是一群身着青色道袍的道士, 约莫有二三十人, 其中一个一身白色道袍, 看起来只有二三十岁的道士, 被一群轻衣道士, 簇拥在中间, 这白衣道士, 身材比林昭稍稍高出一些, 面如关玉, 论相貌, 恐怕只比林昭差上一两分, 此时, 这位白衣道士, 正与一个一身紫衣的老宦官站在一起, 正是圣人身边的大太监魏忠, 很明显, 这个看起来极度年轻的道士, 便是之前魏忠所说的玉珍官赵天师了, 本来林昭以为, 能被朝廷中人称为天师, 应当是一个白胡子老头才对, 不曾想, 竟然是这样一个年轻人, 看起来甚至没有比林昭年长太多, 林昭深呼吸了一口气, 迈步上前, 对着魏忠拱手行礼, 魏公公, 下官到了, 魏忠点了点头, 扭头对身边的白衣道士说道, 天师, 这位便是詹士府的林思直, 这一次与你同去行娘, 一起办好这件差事, 介绍完林昭之后, 他又对着林昭介绍道, 这是玉珍官的赵天师, 乃是圣人亲授的大周天师, 郑三品的品级, 本来, 林昭还不怎么在意, 听到郑三品三个字之后, 他才愕然, 看向这个看起来年轻至极的白衣道士, 心中暗暗赤惊, 六部的尚书, 甚至于郑氏堂里的许多宰相, 也不过郑三品而已, 虽然这道士, 只有三品待遇, 没有三品职权, 但是也十分离谱了, 这个昏君, 赵天师倒是没有什么心理活动, 他笑眯眯地看了林昭一眼, 微笑行李道, 原来是我大周最年轻的近视, 评到诗里了, 林昭拱手环礼, 岳州林昭, 见过天师, 胃中看出了林昭有些不以为然, 淡淡地说道, 赵天师今年已经年尽天命, 容貌一如青年, 乃是长安城里出了名的神仙, 听到这句话, 林昭才有些诧异地看了看这道士, 这个时候, 赵天师也认真看了看林昭, 不过却没有看林昭的脸, 而是看着林昭的头顶三寸出, 嘖嘖感叹, 林探花头上, 有一道佩然雄浑的纹脉啊, 这白衣倒是连连摇头, 满脸都是艳险, 不过看起来, 这道纹脉似乎不是天成, 应当是从旁人那里接续过来的, 这倒是装模作样地说了几句模糊不清的话, 林昭全然没有放在心上, 不过一旁的胃中却是神色微变, 暗暗记在了心里, 两个人互相寒暄了一会儿, 因为时间不早了, 队伍便准备一起上路, 等马车缓缓启动, 胃中走远的时候, 林昭才有些好奇地看向这个, 跟自己坐在同一个马车里的白衣倒是, 有些好奇地问道, 天师, 你是如何保养的? 赵天师晃了晃手里的浮沉, 笑而不语, 道门秘书, 不可外传, 林三郎伸手摸了摸下巴, 若有所思地试探了一句虚报年龄, 这位神秘莫测的赵神仙, 文言眼皮子抖了抖, 干脆闭上眼睛, 不再搭理林昭, 按照卫太监所说, 这位赵天师实际年龄已经快五十岁了, 但是分明看起来, 就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 林昭非常有理由怀疑, 这次为了显示自己助言有数, 故意把自己的年龄抱大了, 而且, 林昭说出这句话之后, 赵天师神色有些闪烁, 多半是被林昭说中了心思, 当然了, 大周道门地位颇高, 林昭像这种能朝廷封为天师的道士, 多少肯定是有一些功夫的, 就算虚报年龄, 估计也就是虚报个七八岁, 不会虚报太多, 可能是因为林昭那句虚报年龄得罪了这位天师, 赶路的一整天时间, 赵天师都在闭目养神, 没有理会林昭, 到了傍晚找地方歇息的时候, 这个一身白衣的三品道士, 才睁开眼睛, 似乎刚刚从入定之中醒过来, 他睁开眼睛, 看了看, 坐在自己对面的林昭, 若有所思, 林探花这般年纪, 便中了近视, 又入朝为官, 看你的眼神谈吐, 又全然不像是十几岁的少年人, 似乎是, 赵天师顿了顿之后, 问道, 有些素慧, 所谓素慧, 就是指生来就有的智慧, 也说, 是从前世带来的智慧, 听到这个问题, 林昭顿时有些心虚, 他这种情况, 的确与素慧很像, 甚至于比素慧还要更玄奇一些, 因为他不仅带来了前世的智慧, 还带来了前世的许多记忆, 他抬起头, 看了这个白衣道士一眼, 嘀咕道, 天师素慧似乎是佛门的说法, 你们到家怎么也讲这个, 同事修行中人, 拿来用一用也是常识, 赵天师微笑道, 按照我们道门前辈的说法, 有些少年生下来的时候, 乌有胎中之谜, 也会比其他孩童聪慧一些, 他看向林昭, 微笑道, 林探花可曾记得自己上辈子, 是个什么模样, 林昭面色平静, 摇了摇头, 不记得, 赵天师再一次盯着林昭看了看, 最终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 圣人曾经怀疑过, 你是那个人, 拖世回来了, 听到这句话, 林昭脸色微变, 他出生的前几年时间, 外祖郑温便死了, 如果按照这个时间差来算, 他的确有可能是郑温转世投胎, 因为两个人有许多相似之处, 同样都是少年中近视, 同样心思通透, 更重要的是, 林昭与郑温长得有几分相像, 听到这里, 林昭只觉得脊背有些发凉, 直到此时此刻, 他才明白老皇帝有时候看自己的眼神, 为什么这么奇怪, 想到这里, 他摇头苦笑道, 天师莫要开玩笑, 我不信这些方外的说法, 评到也不是如何信, 赵天师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但是圣人毕竟是相信的, 不然也不会让你去行阳宵夜, 说完这句话, 马车已经在一处停了下客栈门口来, 赵天师跳下马车, 进客栈里歇息去了, 林昭还有些没有回过神, 迷迷糊糊地跟着进了客栈歇息, 此后的几天时间里, 林昭一直与赵天师同坐一辆马车, 出于好奇, 林昭向这位三品的天师讨教了不少关于道门的知识, 或议颇多, 行阳距离长安不到一千里地, 如果是骑马的话, 大概四五天也就到了, 但是因为这一次有大批玉珍官的道士同行, 这些道士大部分不会骑马, 只能选择坐马车, 因此一行人足足走了七八天时间, 才远远地看到了行阳, 行阳此时只是一座县城, 归属在郑州治下, 因此城池并不算大, 比起林昭的故乡越州还要小上不少, 但是这座县城, 曾经因为行阳正式, 闻名大洲朝野, 当年郑温在郑士堂主事的时候, 行阳正式达到了千年以来, 势力最巅峰的时候, 那时哪怕是在长安城里, 行阳正式的子弟也可以没有太多顾忌, 如果是在地方上, 简直是百无禁忌, 尽管当年的宰相郑温, 还兼任郑家的族长, 不止一次的约书族人, 但是郑温毕竟常住长安, 有些行阳正式的子弟管不太住, 到了后来, 因为郑温一家遭难, 行阳正式也跟着受到重创, 至今二十年时间过去, 仍然一蹶不振, 从在朝堂上政治力量的比对来看, 此时的行阳正式, 甚至于比越州灵氏还要低一些, 当然了,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行阳正式尽管有些落魄, 但是总体的影响力, 还是要胜过越州灵氏不少的, 而且直到如今, 行阳正式仍旧是行阳县里最大的地主, 也是当地最大的士绅, 行阳的支县, 郑州的支州上任, 都要来提前拜会郑家人, 到了行阳县城之后, 赵天师与灵昭一起, 行走在行阳大街上, 这位一身白衣的天师, 在长安城里左右看了看之后, 淡然道, 这地方, 平道还是第一次来, 虽然比不了长安城, 但是比起一般的县城, 要大出不少, 他顿了顿之后, 继续说道, 据说正向当年主事的时候, 派人修过行阳县, 估计就是那个时候, 把这个县城建得大了一些, 他扭头看向灵昭, 微笑道, 灵看花, 你是一个人先去一趟正甲, 还是我们一起同去? 灵昭微皱眉, 开口道, 自然是同去, 赵天师微笑点头, 那就先寻个客栈歇脚, 去郑家坝, 一路赶路, 平道也有些乏了, 说完这句话, 赵天师打了个哈欠, 与一众随从去寻客栈去了, 而灵昭则是在行阳城里, 四下观望了片刻, 然后伸手摸了摸怀里的一个信封, 这个信封, 是前天赶路的时候, 有人给他送过来的, 虽然不知道送信的是谁, 但是灵昭心里清楚, 多半是自己的那个便宜二酒, 给他送来的, 这个信封里, 有十几页纸, 详细地介绍了行阳正式的现状, 以及行阳正式如今的家长郑庄, 当初, 虽然郑温并不是家中的老大, 但是他凭借着自己的身份地位, 以及威望, 毫无悬念地, 继承了郑家家长的位置, 因此郑温这一支, 就成了行阳正式的迪迈, 如今的郑家家长郑庄, 乃是郑温的侄子, 郑通等人的堂兄弟, 这位郑家家长为人谨慎, 从来不敢做出任何出格的事情, 二十多年来便缩着头待在行阳县城里, 守着已经破落的行阳正式, 理论上来说, 有皇帝的文书, 说服这位郑家长应该不是男士, 想到这里, 林昭再一次看向行阳, 他心里明白, 自己那个二舅应该也已经到行阳了, 而且比他还要早一些, 因为一路赶路, 林昭这会儿也有些乏了, 他打了个哈欠, 也回自己在客店的房间里歇息去了, 他与赵天师约定好了, 过了今日午后, 便一起去郑家登门拜访, 现在还可以睡一个十分左右, 因为林昭与赵天师的这一次, 算是秘密出京, 事先不管是当地的周牙, 还是县牙, 都没有接到要有皇叉到来的消息, 因此, 当一身青色袍服的林昭, 与一身白色道袍的赵天师, 站在郑家大门口的时候, 行阳正式对于他们的到来, 一无所知, 行阳正式虽然如今已经风光不在, 但是宅邸还是依稀可以见到从前的辉煌, 单单正式的主宅就横跨了好几条街, 几百年来, 郑家一直是行阳县城里最大的家族, 没有之一, 哪怕到如今也是如此, 赵天师与林昭一起站在郑家大宅的门口, 赵天师左右观望, 不禁泽泽感慨, 不愧是千年世家, 虽然有些落寞, 但是仍然可以见到当年的气象, 林昭在心中暗暗鄙鄙视了一番这个神棍, 迈步走到郑家大门门口, 对着郑家的门房开口道, 劳烦通报, 岳州林昭, 要求见郑家的家长山明先生, 郑家如今的家长郑庄, 自肃心, 好山明先生, 郑门房约莫四十岁左右, 看了林昭一眼, 很是有礼貌地微微低头, 少年人, 我家家主轻易不见人, 你先递上名帖, 我给你通报一声, 林昭从怀里摸出自己的名帖, 递到这个门房手中, 为了尽快见到郑主, 他还特意晾了晾自己腰间的铜制渔服, 坐门房的都很有眼色, 林昭刚走上前的时候, 他便已经注意到了林昭腰里的渔服, 见状笑了笑, 小的已经看到您的渔服了, 不过老爷见不见您, 小的说了不算, 说吧, 他便要转身进去通报, 现在林昭身边的赵天师, 也向前走了两步, 然后从怀里摸出了一个金色鱼带, 在这个门房面前晃了晃, 赵天师面带笑容, 如此应该可以见到你们家主了吧, 能在大家族, 坐门房的人最要紧的就是眼色要好, 是金的鱼带, 是三瓶以及三瓶以上的象征, 他自然不会不知道, 这个门房小心翼翼地看了赵天师一眼, 毕恭毕敬地低头行李, 先生稍后, 小的这就下去通报, 说吧, 他转身一路小跑, 进去通报去了, 赵天师把金鱼带收进怀里, 对着林昭笑了笑, 林思直, 看起来还是我这个三瓶的身份, 要好用一些, 赵天师虽然只是一个方外之人, 但是他的三瓶乃是朝廷时封的, 除了没有三瓶时圈之外, 待遇与朝廷里的三瓶官一般无二, 甚至也被朝廷刺了金鱼带, 一路上走过来, 两个人已经颇为熟悉, 林三郎呵呵一笑, 赵天师自然威风, 比正式堂里的宰相们还要厉害一些, 这句话有些阴阳怪气的味道, 毕竟同样是三瓶, 赵天师这个三瓶, 与正式堂里的宰相们可以说是天差地别, 这个白衣倒是也不生气, 笑眯眯地站在原地, 闭目养神, 很快, 郑家便有人出来迎接两个人, 当现一人是一个看起来有四十岁出头的中年人, 头上已经有了一些白发, 他被十几个人簇拥着, 到了门口之后, 看了林昭与赵天师一眼, 对着赵天师微微拱手, 老夫郑庄, 敢问是哪位上官光临毕府, 赵天师挥了挥浮沉, 对着这个中年人还礼, 微笑道, 平道乃是一介方外之人, 算不上什么上官, 这个三瓶的身份, 林昭与赵天师前来与郑族长言试, 说着他指了指林昭, 笑道, 这位林思直才是要见郑族长之人, 郑庄这才扭头, 认认真真的看了林昭几眼, 见到了林昭的容貌之后, 神色微变, 他又对着林昭微微拱手, 这位便是林思直, 林昭拱手还礼, 与气颇为客气, 岳州林昭, 舔任詹氏思直, 奉命来与郑族长商量一些事情, 郑族长若有所思地看了看林昭, 问道, 去岁长安科考, 那位大洲最年轻的近视, 听说便是叫林昭, 林昭去年中近视的时候, 因为年龄太小的关系, 很快名声便传遍大江南北, 一些乡下不识字的小民百姓, 有些都听过他的名字, 更不要说行阳正是这种氏族了, 林三郎微微一笑, 不才, 正是晚辈, 郑庄脸色立刻凝重起来, 他侧过身子, 伸手虚意, 二位大驾光临, 快快请进, 就这样, 林昭与赵天师被请进了郑家大宅, 在郑庄的带领下, 两个人在郑家大宅里走了片刻, 才走到了郑家的正堂, 作为主人的郑庄, 在主位坐下之后, 立刻有下人过来奉茶, 郑庄喝下了一口茶水之后, 先是看了看赵天师, 又看了看林昭, 问道, 不知二位大驾光临, 有何见叫? 林三郎先是瞥了一眼赵天师, 然后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门见山地说道, 不瞒郑家主, 我二人, 这一次是奉圣命而来, 郑庄闻言, 立刻神色大变, 慌慌张张地从主位上起身, 跪在了林昭面前, 伏地叩首, 行阳正是, 恭听圣人照命, 林昭看到郑庄如此恭敬, 心中不免暗自叹了口气, 果然如郑通所说, 郑家这个现任的家长, 很是胆小怕事, 他昭苦笑了一声, 伸手把这位家主拉了起来, 摇头道, 不是特别郑士, 郑家主不必如此, 林三郎从怀里摸出了那份宫里给他开具的文书, 递到郑庄手中, 沉声道, 山明先生, 这是圣人让我带过来的文书, 圣人的意思是, 当年的, 郑相, 毕竟是大洲的功臣, 也是圣人的老师, 虽然他晚年犯下错事, 但是毕竟已经过去二十年有余, 圣人不忍心见到他变成游魂野鬼, 无所定处, 因此, 便想着让郑家主, 把郑相重新纳入行阳正式的族谱, 林招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只要郑家这边点头同意, 长安城那边便着手千坟, 把郑相的尸骨重新葬回郑家的祖坟, 郑庄毕恭毕敬地展开这份文书, 先后看了一遍之后, 他把目光放在最后的玉玺上, 认真确认了几遍之后, 这位郑家的家长缓缓抬起头, 看向林招, 林四郑, 这份圣誉, 没有中书门下的印章啊, 林招有些无奈, 郑家主也知道, 这件事不能张扬, 圣人不想弄得人尽皆知, 郑庄低着头, 犹豫了许久之后, 最终缓缓摇头, 二位, 这件事, 树郑某暂时不能答应, 不是我不愿意接大伯回家, 但这件事事关重大, 一旦有什么错漏, 我行阳正事, 要再遭大难, 如果是朝廷的圣旨, 郑家自然应从, 但是指这一份文书, 郑庄把这份文书递回林招手里, 缓缓说道, 郑某要去长安面圣, 证实此事之后, 再接迎大伯回家, 身为一家之长, 谨慎一些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行阳正事, 在二十年前已经吃了大亏了, 其实郑庄现在担心的, 并不是这份天子的文书造假, 而是担心郑家按照这份文书做了之后, 回头皇帝那边转脸不认了, 中书又没有这道圣旨的辈分, 朝廷就有可能追究郑家的罪过, 二十多年前, 郑家人因为郑温一事, 从巅峰直接被打落尘埃, 虽然没有多少人丢了性命, 但是许多郑家人, 以及与郑家有关系的人被罢官夺职, 以至于这个曾经的大洲第一士族, 如今已经没有什么上得了台面的人物, 听到郑庄这番话, 林昭微微皱了皱眉头, 他低声道, 郑家主, 你久居行娘, 可能对于长安的事情不太知情, 圣人已经罢巢, 不理郑氏两个月有余, 莫说是郑家主你, 就是郑氏堂的相公们, 轻易也见不到圣人, 再说了, 圣人不想把这件事情闹大, 林昭皱着眉头, 低声道, 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郑家主, 你把郑相的名字重新录入族谱, 然后让赵天师他们则即日, 将郑相的尸骨, 埋进郑家祖坟, 这件事就算是了了, 郑庄面色平静, 他看了看林昭手里的文书, 缓缓说道, 这份文书, 无有三省印章, 也就是说, 没有在三省辈份, 假使朝廷事后不认此事, 反而要追究我郑家的罪过, 又当如何, 林昭听了这句话, 一时间竟然无法反驳, 虽然他心里清楚, 那位已经好几个月没有睡好觉的老皇帝, 此时此刻, 不可能再对郑家有什么坏心思, 如果真有这个心思, 也不需要用这种下三难的手段, 但是这个理由, 是不太好跟郑庄说明的, 林昭扭头看了赵天师一眼, 这个倒是坐在林昭旁边, 已经在闭目养神, 似乎这件事, 跟他全然没有任何关系一样, 无奈之下, 林昭只能回头看向郑庄, 开口道, 山明先生, 假使圣人当真对郑家有什么坏心思, 二十多年前便可以动手, 不至于等到现在, 更不至于用这种骗人的手段, 雷霆语录, 莫非天恩, 林昭声音低沉, 难道天降雷霆还需要找什么理由吗? 郑庄低头喝了一口茶水, 静静地看向林昭, 此事姿势体大, 老夫需要再跟家中阻老商量商量, 请二位上使在庇府烧住几日, 等家中商量出一个结果了, 立刻知会二位上使, 林昭扭头看了看身边的赵道士, 后者睁开眼睛, 对着郑庄微微一笑, 此事算是郑家的家事, 自然由得山明先生做主, 说完这句话, 他就站了起来, 对着郑庄行礼道, 此次我玉珍观除, 平道一人之外, 还来了二十个同行的弟子, 还请郑家主一并安排住处, 这个自然, 郑庄起身还礼, 面色严肃, 郑家一定招待好诸位道长, 赵天师微微一笑, 平道不计婚不计肉, 可莫要少了肉食, 郑庄微笑道, 这个自然, 不会亏待的道长, 这个白衣道士, 满意地点了点头, 转身走了, 林昭犹豫了一下, 也准备起身离开, 郑庄回头看了看林昭, 开口问道, 林思直, 与我家伯父, 是什么关系? 林三郎眨了眨眼睛, 装作一副恶然的模样, 郑家主何出此言? 郑庄两只手都, 拢在身前的袖子里, 面色平静, 朝廷要让我伯父, 重新归入正式, 来一些方外之人做法事, 是正常的, 长安城里, 不管是司工台, 还是礼部的人来, 都很正常, 但是林思直, 乃是詹事府的官员, 这件事, 与你便没有任何关系, 说到这里, 郑庄打量了林昭几眼, 语气有些唏嘘, 况且, 林思直与老夫那位已然过世的伯父, 有几分相像, 听到这番话, 林三郎沉默了许久, 才微微叹了口气, 开口道, 我是正向的外孙, 郑温神色稍稍舒缓了一些, 脸上也露出笑容, 我还以为你原本姓郑, 你母亲是谁, 家母行武, 原来是武娘的孩子, 郑庄目光闪动, 轻声道, 你娘亲以前经常回新阳祭祖, 在家中也是出了名的才女, 算起来, 她是我的堂妹, 你还要称我一声舅父, 林昭微微欠身行礼, 但是没有开口, 突然多了三个舅舅, 已经让她有些不太习惯, 再多一个, 实在是没法开口, 郑庄也没有在意这件事, 而是静静地看着林昭, 开口问道, 林思直, 这份文书, 却系出自圣人之手吗? 林昭点头, 当时我就在甘露殿, 是司公台的魏公公亲手教给我的, 绝对不会有错, 郑庄转头, 看了看正堂外面, 确认没有什么人在附近之后, 他才继续问道, 圣人此举, 是何用意? 我不知道, 猪低声道, 圣人只说, 外祖是他的老师, 不应该做一个游魂野鬼, 说到这里, 林昭顿了顿之后, 继续说道, 如果说非要有什么用意, 据我猜测, 应当是想要多少补偿一些, 郑庄若有所思, 补偿什么? 林三郎再一次摇头, 我不知道, 这位郑家主认真看了看, 还是一个少年人的林昭, 沉默片刻之后, 点了点头, 老夫, 知道了, 他缓缓吐出一口气, 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林丝指, 伯父他, 可还有后人, 他指的是, 姓郑的后人, 听到这句话, 林昭顿时大皱眉头, 他抬头看向郑庄, 语气有些不悦, 郑家主放心, 不管外祖又没有后人在世, 都不会与你争抢这个家主的位置, 郑庄微微摇头, 叹息道, 如今的邢阳正式, 已经日薄西山, 这个家主的位置, 也没有如何珍贵, 身为晚辈, 我也是想问一问, 伯父那边的情况而已, 这句话, 便有些虚伪了, 当年郑温出世之后, 是他的弟弟, 也就是郑庄的父亲, 继任郑家的家主, 随后没有多久, 郑温那一只的所有人, 都被赶出了郑家族谱, 在当时哪种情况下, 明哲宝身无可厚非, 但是据郑通所说, 两件事前后间隔不过两三天时间, 当时的郑家, 反应太过迅速了, 因此, 如今郑家主卖这一只, 人品是值得怀疑的, 林丝指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声音有些低沉, 外族有没有后人, 与这件事没有太大干系, 不过这的的确确是圣人的照命, 希望郑家主好生思量清楚, 如果我们没有办成这件事, 那么, 下一次到行阳开的, 应该就是司工台的人了, 林昭抬头看了看郑庄, 缓缓说道, 那时候, 郑家可能就没有这样体面了, 因为交通极不发达, 这个时代的人, 除了一些浪子之外, 很难去到处旅游, 即便是少年游学, 也不过两三年, 四五年时间而已, 因此到了一个新地方, 自然是要出去看一看的, 在郑家吃了一顿饭, 认识了一些郑家的子弟之后, 天色还没有完全暗下来, 林昭便跟郑家人打了声招呼, 出去闲逛去了, 他首先是在行阳县城里, 找到了一家即将关门的书铺, 进去逛了一圈之后, 在书铺的书架上, 已经发现了长安峰的小册子, 不同于长安城的是, 这里的长安峰有些杂乱, 哪一期的都有, 不成体系, 就算有人买去, 也很难真正看完一本连载的书, 当然了, 因为西行记已经在印制整本的, 想来再有一段时间, 这里就能有西行记整本了, 林昭在书铺里转了一圈之后, 书铺的掌柜见林昭年轻, 便神神秘密地来到了林昭面前, 低声道, 这位公子, 想看好书吗? 行阳的方言并不像越州方言那样难懂, 林昭也听了个大概, 当即有些好奇, 便用官话问道, 什么样的好书? 这掌柜神神秘密, 在自己的柜台下翻了翻, 最终翻出了一本封面已经有些磨损的书籍, 放在了林昭面前, 神神秘密地说道, 长安来的好书, 一般书店可买不到, 林昭瞥了一眼这本二手书, 只见书封上赫然写着玉琪春三个打字, 署名是兰玲笑笑声, 他脸色一僵, 有些无语, 带插图的? 老板眼神一亮, 直接竖起了大拇指, 公子行家, 一般人可不知道这书还有插图? 林三郎心中暗自叹了口气, 没想到, 西行记这种千古名著尚且不曾传到行阳, 周昌明内似的玉琪春倒是先一步到了行阳, 而且看情况, 已经卖了不少了, 人心不古啊, 林昭当然不会告诉老板, 这书就是他印出来的, 问清楚价格之后, 有些无语地摇了摇头, 副手走了出去, 书铺老板见他扭头走了, 撇嘴嘀咕了一声方言, 见天色已晚, 便干脆关门回家去了, 林昭走在行阳的街头上, 左看右看, 过了一会儿, 终于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三郎, 这边来, 林昭朝着声音的方向看去, 看到郑通坐在一辆马车里, 正对着他招手, 林昭连忙迈步走了过去, 坐上了郑通的马车, 马车兜兜转转, 进了一处大宅, 下了马车之后, 林昭才发现, 这宅子虽然远不如郑家老宅那样豪阔, 但是在行阳城里已经是难得的大宅, 林昭观望了一会儿之后, 有些诧异地问道, 二舅, 这宅子是? 我在行阳置办的宅子, 郑通走在这处宅子里, 微微叹了口气, 毕竟行阳才是祖籍, 不能住进祖宅里, 便在这里置办了一处宅子, 算起来有十多年了, 当初的想法是, 等将来老的不能动弹了, 如果依然不能恢复旧性, 便回到这处宅子里来养老, 埋在行阳, 也算是落叶归根, 说完这句话, 他扭头看向林昭, 问道, 三郎今日见到郑庄了, 林昭点头, 见到了, 情况如何? 林三郎微微摇头, 有些我无奈地说道, 他拒绝了, 先是说要去长安面圣, 确定这件事的真伪, 后来又说姿势体大, 要与祖老们商量, 让我等上几天。 郑通闷哼了一声, 就他也敢说这种大话, 他此时进长安去, 恐怕连一个宰相也见不到, 更遑论见皇帝了。 如今的行阳正事, 与当年的行阳正事, 不可同日而语了。 从小便胆小怕事, 我父当年便说他胆气小卢戒子, 一声止于行阳。 郑通闷哼了一声, 沉声道, 等一会我与你一同去见他。 林昭微微皱眉, 低声道, 二舅, 你现在明面上的身份是姓程, 假如你见了郑庄, 暴露了身份, 他去朝廷举发你, 郑通与林二娘是不太一样的。 林二娘被打发进教方司, 然后发落到地方, 又被人给买走, 该受的罪已经受了。 但是郑通不一样, 他当年是被流放到岭南, 然后想法子逃了。 也就是说, 他如今在朝廷的身份, 乃是一个逃犯。 如果被举报到朝廷, 可能真的会有一些麻烦。 郑大老板闷声道, 他要到哪里举发我? 去御史台吗? 放心, 这人胆小怕事, 不敢去做这种事的。 郑通声音低沉, 你带我去就是, 林昭无奈点头, 那二舅同我一起, 回郑家就是。 两个人说了一会儿话, 郑通便换上了一身黑衣, 跟在林昭身后, 一起进了郑家的大宅。 郑家的下人见到他, 也只当他是林昭的随从, 并没有开口询问。 一路上, 郑通跟在林昭身后, 不时左右观望, 神情复杂。 很显然, 这处郑家的祖宅他, 从前是经常来的。 到了自己的住处之后, 林昭拉过一个郑家的下人, 让下人下去通报, 说他要见郑家的家主。 很快, 这个下人便跑了回来, 领着林昭一起, 向郑家家主的书房走去。 郑家的宅子极大, 几个人在宅子里左右绕了许久, 终于到了郑庄的书房门口。 因为林昭是上士, 他们走到的时候, 郑庄已经打开书房房门, 在门口等着。 见到林昭之后, 郑庄脸上挂着很官方的笑容, 对着林昭微微拱手。 这么晚了, 不知林斯只有什么事情相告。 因为郑通穿了一身黑衣, 站在林昭身后, 再加上二十多年未见, 天色又有些灰暗, 郑庄一时半会并没有认出来。 林昭面带微笑, 郑家主, 咱们进书房里说。 郑庄点头, 迈步走进书房里, 林昭也背负双手, 跟在他身后进了书房。 郑通很自然地, 也跟了进去。 郑家的几个下人, 见状有些差异, 但是因为林昭乃是上士, 他们并没有出手阻拦。 进了书房之后, 走在最后面的郑通, 很自然地关上了房门, 然后双手背在身后, 走到了郑庄面前。 这个脸上有着两道刀疤的中年男人, 看不出什么表情, 声音低沉。 老四, 认得我吗? 大家族之间, 都是同辈之间排行, 郑通与郑庄同辈, 郑通行二, 郑庄行四。 只不过因为郑温这一只, 已经从郑家之中被踢了出去, 因此, 林昭称呼几个舅舅, 只按郑温这一只的排辈来。 郑庄文言一愣, 借着书房里的灯光, 他认真看了郑通好几眼, 最后咽了口口水, 有些不确定地说道, 二, 二兄。 当初郑温既是宰相, 又是帝师, 凭借一人之力, 将邢阳郑氏带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正因为这个原因, 曾经的郑相在邢阳郑氏有着绝对的权威, 连带着他的儿子们在郑家的地位, 也比寻常郑家子弟高出不少。 也就是, 二十多年前, 郑通在郑家的地位, 远胜如今的郑家家主郑庄, 面对着这个二十年不曾见面的堂兄, 这位一家之主神情竟然变得有些慌张, 听到了郑通的贺问之后, 本就胆小的他, 连说话都有些颤抖了。 二兄, 不是不愿意借应伯父回家, 只是这件事, 我一个人说了不算,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 总算说话通畅了一些, 要跟家里的长辈商量商量, 与家里的长辈商量, 郑通面无表情, 又不是让你带着郑家去死, 你一个家主连埋个人进祖坟的权利都没有, 他目光里带着愤怒, 伸手捉住了郑庄的衣精, 迪鹤道, 先前我付蒙难, 二叔他做了家主, 毫不犹豫地把我们一家人统统赶出了郑家, 为了形阳正事, 这件事我可以理解, 二十年来也从未想追究过, 但是如今郑大老板怒声道, 如今是朝廷松了口, 让你把我付接迎回郑家, 你有什么理由推三阻四? 说完这句话之后, 郑通一把甩开郑庄的衣精, 冷冷地说道, 我们一家人虽然被赶出了郑家, 但是二十多年来始终把自己当成郑家人, 如果老四你让我们这些人寒了心, 说到这里, 郑通闭上眼睛, 没有再说下去了, 他的这番话, 郑庄大大是听不明白的, 但是一旁的林昭却听得十分明白, 如今形阳正事已经没落, 而郑通等人创建的大通商号, 却是如日中天, 掌握着这样庞大的资本, 他想要对形阳正事做点什么, 再容易不过了, 没有了冠面势力的保护, 即便不从暗处下手, 大通商号也可以轻而易举地让形阳正事破产, 郑庄深呼吸了一口气, 对着郑通问道, 二兄, 你刚才说你们, 大伯那边还剩下多少, 说到这里, 这位郑家家主苦笑道, 这些年, 我与父亲也曾经派人打听过你们的消息, 结果都是杳无音信, 我们派到岭南许你的人说, 你已经在名册上被削了后, 父亲以为你已经死了, 郑通目光冰冷, 少来这一套, 我赴蒙难之后, 你们巴不得与我家撇清关系, 派人去岭南找我, 是派人去看我死了没有吧, 说到这里, 他扭头看了看林昭, 声音放缓了一些, 三郎, 你先出去, 我有些话要跟郑家主说, 林昭也不太愿意听他们兄弟之间的举语, 点了点头之后, 开口道, 二舅, 我在外面等你, 说完, 他转身离开这间书房, 迈步走了出去, 等林昭走出去之后, 郑通脸色已经变得一片冰冷, 他扭过头来看向郑庄, 冷声道, 老四, 我父一辈子不曾对不住郑家, 我希望郑家, 在这个时候, 也不要对不住他, 不然, 就算李家不许你的麻烦, 我们也决然不会放过你, 郑庄看到他的表情, 心中没来由地生出了一股畏惧之心, 他低声道, 二哥, 咱们都是自家人, 我自然也想赢大伯回来, 你放心, 明天我便召集足劳一事, 无论如何, 也会把这件事办好, 听到他这句话, 郑通面色稍紧, 希望你说到做到, 父亲能重归祖坟, 重归郑家, 我们这些人, 便还是郑家人, 未来能帮得上郑家的, 自然也会帮忙, 郑庄点了点头, 对着郑通小心翼翼地问道, 二兄, 这一次, 朝廷怎么会派, 派咱们那个外甥到行阳来, 他身上的直思, 与这件事情分明没有半文钱干系, 郑通回头, 看了郑庄一眼, 面色平静, 我那个外甥, 如今是长安城里, 唯一一个可以时常面君之人, 除他之外, 就连李家的太子, 也很难见到皇帝, 他到行阳来, 自然是皇帝的意思, 郑庄微微吐出一口气, 帝生问道, 圣人的意思是, 郑通面无表情, 他年纪大了, 想起当年的事情, 自然觉得对不住我父, 说完这句话, 郑通神色有些不耐烦, 他回头看向郑庄, 闷声道, 总之, 你尽快办好这件事情, 让那些玉珍官的道士, 给我父做好法事, 让他老人家安息, 这段时间, 我会一直待在行阳, 等父亲尸骨被运回行阳, 我亲自给他老人家扶官下葬, 郑通面色平静, 门安排否, 这个自然没有问题, 郑庄微微低眉, 都一兄长吩咐, 郑通微微点头, 镜子推开书房的房门, 走了出去, 郑通已经等了一会, 见到郑通走出来之后, 郑通迎了上去, 轻声问道, 怎么说, 他点头了, 郑通拉着郑通的衣袖, 示意他跟上自己, 两个人一前一后, 朝着郑家的大门走去, 等郑家这边点头, 三郎你便回长安复旨, 不必在这里, 等候你外祖的尸骨下葬, 说到这里, 他顿了顿之后, 继续说道, 对于你来说, 如今的长安要更重要一些, 将来, 我们家的冤屈频繁, 多半还要落在你的头上, 林昭有些没有听懂, 苦笑道, 我如今不过是一个詹士私职, 回到长安也没有太大用处, 大有用处, 郑通背负双手, 缓缓地说道, 你不了解皇帝, 他这个人, 痊愈心极重, 平日里, 是决然不会允许任何人, 染指皇权的, 如今他既然霸朝, 又让太子李正, 那就说明, 他的身子骨, 已经坏到了极点, 如今长安城里, 只有你一个人, 能够接触皇帝, 这个时候, 你一定要回长安去, 你是东宫的官员, 可以在这件事情里, 帮助东宫不少, 说到这里, 郑通顿了顿, 继续说道, 之后, 长安城里的大通商号, 会把你武就在北江得到的消息, 尽量送到你手里, 郑通声音低沉, 康东平这个人, 绝对是一个大麻烦, 你拿到北江的消息之后, 见机行事, 如果能相帮新皇, 那么你在新朝的地位, 将会快速攀升, 郑大老板, 微微低眉, 轻声道, 不瞒你说, 大通商号原本是, 打算相帮康东来造反的, 不过李渊死了, 如果我家的案子, 能够翻案, 大通商号, 可以两不相帮, 说到这里, 他看向林昭, 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 或许将来, 大通商号会相帮三郎你, 林昭皱了皱眉头, 轻声问道, 二舅你, 对朝廷如何看, 从前, 自然是憎恨到极点了, 不过后来想了想, 李渊当初, 大可以把我们一家人统统杀了, 但是他没有这么干, 算是手下留了情, 于是便没有那么恨了, 但是多少是有些看不顺眼的, 说话之间, 两个人已经走出了郑家, 林昭扭头, 看向郑通, 接着问道, 经上病天之后呢? 二舅如何看待朝廷? 听到这句话, 郑通背负双手行走, 许久没有说话, 两久以后, 他才缓缓开口, 二百年了, 到如今, 大洲存亡与否都是天意, 我们这些被夺信之人, 自然是冷眼观之。 郑通亲自与郑庄沟通过之后, 这位郑家的家主动作很快, 第二天便召集了家中的祖老, 像模像样的来了一场宗族会议。 这件事本来就有皇帝盖了印的文书, 再加上郑庄这个家主点头同意, 宗族会议也只是走一个过场, 很快便全体通过。 郑家这边没有什么意见之后, 接下来就到了玉珍关道士们干活的时候了, 由赵天师领头, 在郑家大院里设谈, 准备替以过世二十多年的郑温操办法事。 这个时候, 行阳便没有什么意义了。 这一趟虽然来得有些仓促, 但并不是全然没有收获, 一方面他给皇帝办好了差事, 回长安之后, 皇帝陛下多少要奖赏他一些东西。 更重要的是, 经过这件事之后, 他共享了大通商号在北疆的情报, 将来甚至有机会得到大通商号的权利支持。 如今的林昭, 虽然没有办法得知大通商号的商业规模 到底到了哪种地步, 但是他已经可以隐约感觉到 这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势力。 除缺大通贵方的资本之外, 更重要的是他遍布大洲的人手, 这就是一个现成的, 而且不需要资金投入的庞大情报网。 如果这个情报网将来能为林昭所用, 那么, 哪怕他不离开长安一部, 也可以得到大量的情报信息。 不管在什么时代, 做什么事情, 足够灵通的信息都十分重要。 因此, 在与正通商量过之后, 当赵天师以及那些道士们正在忙活着社谈做法事的时候, 林昭已经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 准备离开行阳。 来到了郑家大院, 林昭先是找到了正在指挥手下弟子搭建法坛的赵天师。 他微微拱手, 开口道, 天师, 此件事情已了, 在下要赶回长安赴命去了。 赵天师闻言, 把目光从法坛一开, 放在了林昭身上。 这个看起来年轻无比的道门天师, 上下打亮了林昭几眼, 笑着说道, 频道还以为, 林思直要在行阳等到正向的尸骨下葬, 才会回转长安, 怎么这会儿便回去了? 林昭轻声开口, 我毕竟不信正, 此间已经跟我没有太大干系了, 等我先回长安面见圣人, 若圣人让我看着外祖尸骨下葬, 倒是我再从长安福官来行阳就是。 赵天师呵呵一笑, 开口道, 还是算了吧, 频道会送信回长安去, 林思直便不用再来行阳了, 毕竟此时的长安城对于林思直来说恐怕更为要紧。 林昭看了这个神棍一眼, 觉得他似乎话中有话, 便开口问道, 天师的意思是, 赵天师面色平静, 轻声道, 常人阳气引体, 神魂健壮, 不能是鬼。 说到这里, 他便没有再说下去了, 不过话里的意思已经颇为明显, 他的意思是, 一般正常人是见不到鬼的。 而老皇帝已经连续见鬼好几个月了, 说明不管是阳气还是神魂都已经伤到了极处, 在联合正通的说法。 那位持国三十多年的圣人, 恐怕, 想到这里, 林昭微微皱眉, 对着赵天师拱手道, 有劳天师在这里辛苦, 在下下午便回长安去了。 赵天师对林昭还了一个道基, 笑道, 如今长安城也是一个凶险之地, 公子保重。 林昭点了点头, 又转头找到了郑庄, 向他告别之后, 便带着几个人, 各自骑了一匹马, 赶回长安城。 因为玉珍官的道士, 统统留在了行阳, 不用带着这些人, 林昭也不用再坐马车。 他去年从长安骑马奔行到恒州, 如今骑马已经颇为娴熟。 行阳到长安, 不到一千里的距离, 五天时间林昭就已经赶了回来。 回到了长安城之后, 林昭第一时间看了看城里百姓的反应, 见他们一如从前, 林昭便知道城里没有发生什么大事, 他从城东一路到了城北, 最后到了长兴坊。 在长兴坊见了林二娘, 林昭与母亲详细说明了自己在行阳的所见所闻, 在得知行阳正式同意把郑温纳入族谱之后, 林二娘颇为开心, 又拉着林昭到了后院那间供奉二老神尉的房间里, 给郑温磕头敬香。 上了香之后, 林二娘跪在神位之前捣住了一番, 才慢慢起身, 回头看着自己的儿子。 招儿, 你这一去大半个月, 还是先去一趟郑家, 看看坦然吧, 这段时间他每日盼着你回来, 有时候还会偷偷抹眼泪。 林昭犹豫了一番, 微微摇头, 阿娘, 孩儿这会儿要先进宫殿圣一趟, 等宫里的事情办完了, 再去见谢姐姐不迟。 林二娘微微叹了口气, 点头道, 等你手里的事情忙完, 就把婚事尽快办了, 这样你不在家里, 坦然也能陪着我。 林昭笑了笑, 开口道, 阿娘放心, 儿子一定尽快把谢姐姐娶到家里来。 说完这句话, 林昭便在家中洗了个澡, 换上了自己官服之中的长服, 整理好衣裳之后, 又梳理好头发, 便动身离开了长星方。 长星方距离朱雀门不远, 林昭本就是东宫的官员, 在皇城之中上班, 可以任意进出朱雀门, 不过到了宫城的承天门的时候, 便没有那么容易了。 他在承天门表明了身份之后, 又让司公台的太监进去禀报了魏太监。 过了小半个时辰之后, 才有小太监过来, 把林昭领了进去。 因为, 林昭进宫已经有许多次, 对于宫里的路径颇为熟悉。 他跟在两个小太监身后, 一边走路, 一边左右观望周围的环境, 大概走了一炷香左右的时间, 甘露殿已经遥遥在旺了。 事实上, 圣人整整居住办公的宫殿, 已经还是太极宫, 但是从当今的皇帝陛下染样之后, 他便很少再在太极宫居住, 基本上都是住在作为天子书房的甘露殿。 到了甘露殿门口, 林昭微微抬头, 就看到一脸褶皱的魏忠, 正站在自己面前, 林三郎微微欠身, 行礼道, 魏公公, 下官已经办好了皇差, 特来嚼指。 魏忠看了林昭讲完, 没有多说什么, 片刻之后, 他才缓缓开口, 随咱家来吧, 圣人已经等了你许久了。 听到这句话, 林昭在心中苦笑了一声, 看来, 自己一进长安城, 就被司公台的人给盯上了。 想到这里, 林昭有些凛然, 抬头看了看自己身前的魏忠, 心里突然有些惊恐的感觉。 或许, 不只是自己进长安城之后, 可能自己出长安城这一路, 都在, 都在司公台的掌控之中。 想到这里, 林昭深呼吸了一口气, 勉强压制住心中的杂念, 跟着魏忠一起, 朝着甘露殿深处走去。 没过多久, 林昭便到了圣人居住的寝殿之中, 刚一进去, 就闻到了一股刺鼻的药味。 林昭微微皱眉, 前几次来这里的时候, 这里的药味远没有这么重。 他小心翼翼抬头, 看了圣人一眼, 这一看, 他连呼吸都停止了下来。 只见, 这个大半个月前, 还相对正常的圣人, 此时整个人又受了一圈, 眼眶深陷, 脸色苍白, 但是目光却十分凌厉, 看起来就像是一头则人, 而逝得垂死受虎。 如今的大洲天子李源, 年轻的时候, 曾经痴迷武士, 自小跟随全师练武, 身体格外壮硕。 后来到了十五六岁的时候, 先帝便给他找了个文坛大家, 郑温做老师。 自那之后, 他便跟着郑温读书, 后来辗转从一个皇子, 变成了皇帝。 虽然登陵地位, 但是少年时候的爱好并没有放下, 他经常在宫中练拳, 身子一直十分不错。 在前两年, 他还能一顿吃树筋鹿肉。 因此, 这位天子的身材一直十分壮硕, 体重恐怕有一百七八十斤的样子。 哪怕是这两年年纪带了, 体重略微下滑了一些, 也没有下降太多。 甚至在大半个月前林昭离开长安的时候, 这位皇帝陛下最起码明面上还算正常, 但是现在, 短短半个月过去, 这位皇帝陛下整个又瘦了一圈, 看起来甚至与以前都有些不太相像了。 林昭咽了口口水, 上前下跪行礼, 开口道, 圣人这会儿虽然消瘦了太多, 但是意识还是清醒的, 他抬头看了一眼林昭, 声音沙哑, 你回来了。 皇帝陛下声音顿了顿之后, 开口道, 事情办好了位。 林昭低头道, 回陛下, 事情已经办妥了, 行阳正式已经点头同意, 同意外祖归入祖谱, 等长安这边的尸骨牵过去, 便可以入葬正家的祖坟。 皇帝陛下缓缓点头, 声音沙哑, 办得好啊。 他的目光看着林昭, 似乎在思考一些什么, 过了片刻之后, 才缓缓开口。 你去行阳之前, 郑便说过会点你好处, 如今你的事情办得很好, 想好要什么好处了没有? 雷霆雨露, 莫非天恩。 林昭微微低头, 臣不敢择雨露。 皇帝若有所思地看向林昭, 低头思索了一番, 开口道, 你这些日子帮了郑不少, 郑不好亏欠了你, 从明日起, 你便不要在詹事府做事了, 留在郑身边做一个起居狼吧。 起居狼乃是从蜀门下省的一个官职, 顾名思义。 平日里的职责就是跟在皇帝身边, 记录皇帝的言行以及国家大事, 每一季的季中把记录的东西编成起居柱, 送交使馆。 这是一个颇为忙碌的职责, 从前圣人康剑的时候, 不管去哪里, 说些什么, 起居狼都要一一记录下来, 并且要加以润色, 皇帝说的白话, 还要翻译成书面用语。 皇帝身边自然也是有起居狼的, 只不过从他霸朝之后, 便把起居狼赶回了门下省, 从那之后, 起居住便断了。 不过, 如今皇帝霸朝不出, 整日躲在甘露殿里, 再加上又不接见大臣, 可能一天也说不了几句话。 因此, 这个起居狼的差事, 反倒好做了许多。 日后林昭编写起居住的时候, 可能会写上这么一句, 某年某月某日, 上困卷, 大税一日, 一言未发。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职位是从六品上, 比林昭现在这个正弃品上的詹石私职, 要整整高出了两级。 这不仅仅是升两级官那么简单, 按照老皇帝现在的身体状况来看, 他估计撑不了多长时间了, 也就是说, 林昭这个起居狼干不了多久, 等到新帝四位, 林昭作为东宫官, 又帮过太子不少, 多半还能再升一品。 到时候, 这个出入朝堂, 没有多久的小灵探花, 很有可能称为, 有周以来最年轻的五品官。 五品官, 便是朝廷的中上层了。 林昭连忙再一次跪地, 扣手道, 臣, 林昭, 叩谢陛下恩德, 用不着谢震。 老皇帝有些疲惫地闭上眼睛, 缓缓说道, 震现在不太喜欢见外人, 最后的这些日子, 总要有个人在身边记下来。 说到这里, 他自嘲一笑, 记下来, 震是如何病天的。 其实除了起居狼之外, 还有一个起居射人, 一般是起居狼记事, 起居射人记言, 但是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 皇帝不太可能再让一个起居射人进攻, 因此, 林昭多半要把两个差事, 统统捡起来。 林昭微微欠身, 陛下龙体剑朔, 定然能好起来的。 圣人没有理会这具马屁, 而是开口问道, 你今年, 多大了? 林昭欠身道, 回陛下, 陈今年十六岁。 十六岁, 皇帝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我大周, 二百年来, 不曾有这么年轻的起居狼, 这也算是, 开了历代之先河。 你这个年纪, 原本应该在秘书间, 做个教书郎的。 林昭连忙低头, 低声道, 全凭陛下栽培, 朕, 还有件事让你去办? 皇帝微微眯着眼睛, 开口道, 算是这一次给你升官的条件。 古往今来, 没有皇帝向臣子许什么条件的, 从来都是老板说什么, 员工干什么, 很少有像老皇帝这样, 给了好处之后, 再讨条件的。 林昭微微低头, 开口道, 陛下吩咐, 臣力之所能, 无不尽力。 皇帝微微点头, 然后对着林昭, 缓缓说了一句话, 朕, 让你保一个人活灭。 他缓缓说出, 这个人的名字。 林昭脸色微变, 苦笑道, 陛下, 臣现在只是一个七品官, 即便升了六品, 手底下无有半点视权, 如何能保住他人? 你, 把他藏起来就是。 圣人有些疲惫地闭上了眼睛, 淡淡地说道, 你林三郎的能力, 远不止明面上看到的这样简单, 这件事情办好了, 朕, 林昭听了这句话之后, 心里暗暗吃惊。 听老皇帝话里的意思, 他似乎是已经知道了, 自己与大通商号有一些联系, 或者说, 他一早便知道正通等人的存在。 话说到这个份上, 已经没有林昭拒绝的余地了, 他无奈低头, 沉生道, 沉, 谨遵圣意。 如今朝堂上, 只有你一个人还算干净, 算是朕的心腹。 皇帝剧烈地咳嗽了一声, 半躺在自己的软榻上, 不要让朕失望。 魏忠, 送他出宫去罢, 朕要歇息了。 说完这句话, 皇帝闭上眼睛, 眼皮子微微颤抖。 他刚闭上眼睛, 便再度睁开, 对着一旁正要起身相送林昭的魏忠, 缓缓开口。 罢了, 让他, 在这里待几个时辰, 再送他离开。 魏忠叹了口气, 恭敬低头, 奴婢遵命。 就这样, 林昭再一次被当成了安睡用的工具人, 在甘露殿里坐了两三个时辰, 才得以从甘露殿脱身。 林昭从皇宫脱身之后, 差不多是傍晚时分, 犹豫了一下之后, 林昭并没有去平康方寻灵检, 而是回到了长兴方, 见了谢戴燃一面之后, 便带着一身疲惫, 回到自己家中, 沉沉睡去。 次日, 朝廷突然公布的两个消息, 第一个消息便是黄六子李济, 封卫王, 摇领幽州, 出宫开府。 相比于第一个消息来说, 第二个消息便不是那么起眼了。 詹氏府詹氏司职临昭, 升门下省起居郎, 即日起入宫记录圣人起居。 六皇子李济, 今年已经有十五岁, 虽然还不到十六岁开府的年纪, 但是为了让朝廷局势变得明朗起来, 提前出宫开府,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但是看到第二条消息的时候, 一些朝廷的官员便皱起了眉头。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这位詹氏府的詹氏司职, 今年才十六岁的年纪, 这个年纪的少年即便当了官, 也多半在重温馆或者秘书间当教书郎, 临昭能够在詹氏府做一个詹氏司职, 已经是例外之中的例外。 如今吏部的三年实习期都还没有过, 如何就能升官了? 如果这个决定是出自于吏部, 面对朝堂上的层层阻力一定是做不下来的, 甚至哪怕这是正式堂或者太子殿下的意思, 也很难办成。 不过这件事是宫里亲自打的招呼。 因此, 不管是正式堂还是吏部都没有说半句废话, 便把所有的流程走完了。 到了第二天下午的时候, 临昭便已经收到了吏部的正式文书, 以及自己的新官符、渔符等等。 接到了东西的时候, 临昭还在詹氏府里, 他先是与詹氏府的诸位上官告别, 最后又在职房里找到了一个头发已经花白的老头, 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嘿, 徐老头。 这老头, 正是临昭的同事, 同为詹氏司职的徐丰。 这位老人家, 四十岁出头才中了明经, 再加上不怎么会经营官场, 因此, 即便花了不少钱, 五十多岁了, 也还是在詹氏府里做一个私职。 这辈子的前途, 基本无望。 因为与林昭同职, 在詹氏府的时候, 两个人还是经常说话的, 后来这老头执意要把孙女介绍给林昭, 林昭执意不肯, 两个人便闹了些矛盾, 后来见到林昭, 徐老头便没有什么好脸色了。 抬头发现是林昭之后, 老头停下了手中的毛笔, 冲着林昭翻了个白眼。 你小子, 还知道到詹氏府里来, 从前还只是隔三差五不来, 前些日子居然大半个月都不见人影, 跑到哪里去了? 出了一趟外插, 林三郎毫不客气地坐在这老头对面, 笑眯眯地说道, 老头, 我升官了。 短短四个字, 如同雷击一样在徐峰心中乍响, 老头颤巍巍地放下手中的毛笔, 抬头看了一眼林昭, 你, 你说什么? 我升官了呀。 林三郎笑容灿烂, 开头道, 今日是我最后一次在詹氏府上职, 以后你再也见不到我了。 徐老头听到这句话, 整个人可以说是心态炸裂, 他愤然起身, 瞪大了眼睛看着林昭。 你终事至今不过一年, 正式做官才半年不到, 凭什么他气得脸色涨红, 简直要伸手拍桌子了。 不过, 最终还是李志拦住了他, 碍于这个少年人实在是前途无量, 徐老头深呼吸了好几口气, 才把炸裂的心态稳定下来, 他深呼吸了好几口气, 又喝了一口桌子上的茶水, 声音颤抖。 去哪个衙门? 门下省。 林昭轻声笑道, 从现在开始, 我便是门下省的起居狼了, 明天就去宫里上班。 老头更加生气了, 他抬头恶狠狠地看向林昭, 咬牙切齿, 还是连声两极。 见他这个模样, 林昭哈哈一笑, 对着他摆了摆手, 好了, 老头, 我要回家去了, 你在这里保重。 说完, 他就要转身离开。 林昭之所以特意来通知徐老头一声, 一来是因为在詹氏府里, 他跟徐老头最熟, 二来是因为这老头颇有意思, 每一次见到林昭, 都要提起他那个貌美如花的孙女。 见林昭潇洒走远, 徐老头深呼吸了一口气, 起身对着林昭的背影叫嚷了一声。 小子, 得空了去见一见老夫的孙女。 他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 林昭已经走得远了。 离开了詹氏府之后, 林昭并没有去门下省报道, 而是静止离开了皇城, 朝着悟本方走去。 去悟本方, 自然是去国子剑的。 作为林昭的母校, 这里守门的牙拆基本上都认得他, 再加上林昭现在身上还穿着七品的官服, 自然没有人敢阻拦。 进了国子剑之后, 林昭静直朝着林昭的班房走去, 因为早就在国子剑混了脸熟, 他很顺利地进入到了林昭的办公室, 不过此时林昭并没有在班房里, 似乎是去做事国子剑诸学去了。 林昭在他的办公室里等了小半个时辰左右, 一身淡紫色官服的林昭达, 才回到了自己的班房里。 看到了林昭之后, 他脸上露出笑容, 三郎回长安来了。 林昭离京之前, 曾经给林昭留了书信, 他是知道林昭去了一趟行阳的。 林昭连忙起身, 对着林昭行礼道, 叔父。 只而是昨天回的长安, 因为有些疲累, 便没有来见叔父。 林昭摇了摇头, 轻声道, 一路辛苦, 休息休息也是应当的, 用不着急着来见我。 他上下打量了一遍林昭, 微笑道, 听说三郎你升官了。 七叔消息灵通啊。 林昭有些诧异, 指而也是刚刚才收到立部文书, 七叔便知道了。 在立部有些顾教, 你是我的子侄, 因此文书不曾下发的时候, 他们便派人知会我了。 说到这里, 林昭脸上的笑意收敛了一些, 语气有些复杂, 升官自然是好事。 不过在你这个年纪, 倒不知是福是祸了。 自然是福。 林昭对着林昭微微一笑, 这是圣人的旨意, 朝堂上下, 没有人敢多说闲话。 况且此时此刻, 三省都进不得陛下身边, 只有我一个人能够常常面君, 自然要由我来认起居郎, 祭述圣人言行。 林昭微微点头, 轻声道, 三郎你得了这个差事, 东宫应该很快就会派人找你。 他顿了顿之后, 声音坚决, 你莫要理会他们。 圣人既然信任你, 便是你的福气。 你若是泄露圣人的近况, 可能会给自己招货, 便按起居郎, 职责办差。 每一记将所写起居住, 送到史官去就是。 旁人找你, 你都要坚口不言。 圆达公声音颇为严肃, 这是历代起居郎的智粉, 也是修士应当有的态度。 起居郎这个职位, 虽然没有什么职权, 但是他写成的起居住, 不出意外的话, 每一个字都归流传到后世, 甚至会千古流传。 毕竟起居住虽然算不得正式的史书, 但是却算史料要足够严谨。 林昭点了点头, 速声道, 七叔教诲, 指而记下了。 说完这句话之后, 林昭沉默了一会儿, 起身走到林简面前, 低声对他说了一句话。 七叔, 林昭声音低微, 确保只有他们两个人能够听见。 圣人, 应该年命不永了, 林昭这句话, 原本是不应该跟任何人说的。 就算是太子亲自问他, 他也只会答上好两个字, 但是林简不太一样。 这位国子监的大宗师, 不只是林昭的叔父, 更是林昭的贵人。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林昭在朝中最值得依靠的力量。 在林简面前, 这件事就没有什么隐瞒的必要。 一来是因为, 林简应对这种朝堂大事, 经验要比林昭丰富得多。 更重要的原因是, 林昭可以确信, 自己这个七叔不会害他。 听到林昭这句话之后, 经历了朝堂二十年风云的林元达, 也不禁脸色微变, 他抬起头看向林昭, 声音低沉, 这种话, 不要在国子监里说。 咱们去平康坊。 说吧, 林简便引着林昭离开了自己的班房, 寻到了国子监城, 打了一声招呼之后, 便离开了国子监。 这就是衙门主官的好处了。 一般来说, 不管是什么衙门, 只要你成了主官, 便不再受考勤约束。 也就是说, 不再有上班下班这种概念。 只要上面的衙门不找事, 自己衙门里没有大事, 想什么时候下班, 便什么时候下班。 离开了国子监之后, 林简把林昭拉上了自己的马车, 赶往平康坊。 一路上, 叔侄两个人并没有说太多话。 到了平康坊林家之后, 林昭先是去向林夫人建立, 然后就被袁达公拉进了自己的书房里。 此时, 这位大宗师满脸肃然, 看向了自己的侄儿。 三郎你, 都知道些什么? 林昭坐在林简对面, 苦笑了一声, 记说, 你也知道, 这段时间我经常出入宫境, 昨日我回长安之后, 便去了一趟宫里, 见到了圣人。 如今, 圣人的身体, 应该已经十分糟糕了。 林昭看向自己的叔父, 低声道, 与我一同去行阳的那位道门天师, 也说圣人已经伤神到了极处。 虽然哲不太懂得医术, 也不知道圣人这种情况, 还能坚持多久。 但是有一件事哲可以肯定。 说到这里, 林昭顿了顿, 然后咬牙道, 那就是, 圣人恐怕很难再好起来了。 如今皇帝的身体状况, 以及精神状况颇为糟糕, 已经不仅仅是神经衰弱这么简单了。 先前林昭在长安的时候, 皇帝还没有怎么尽药, 大半个月之后, 甘露殿里已经可以闻到一股浓烈的草药味道。 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 皇帝的模样比起从前, 简直判若两人。 今年是钱德十年, 皇帝的年纪已经接近六十岁了。 这个年纪, 在这个时代已经是高瘦, 在皇帝这个职业里, 更是高瘦。 到了这个年纪, 他已经很难再从这场大病之中恢复过来, 况且, 这一次不仅仅是身体上出了问题, 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问题。 按照这个时代的说法, 皇帝是被孟延给纠缠住了。 除非他能够突然想开当年的事情, 再加上有名医能够调理好他的身子, 否则很难能够恢复过来。 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 林元达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久久没有说话。 许久之后, 他才抬起头看向林昭, 声音沙哑。 这件事, 只与你我书职二人, 再不能说给第三人知晓。 林昭点了点头, 轻声道, 哲儿明白其中厉害, 自然不会到处说, 之所以说给七叔听, 是因为他看了看林昭, 低声道, 因为七叔您是太子的老师, 必要的时候可以把这个消息相到太子, 让他早做准备, 可以占据一些先机。 这个时候, 林昭是没有办法选择战队的, 因为他的体量太小了。 这就像是赌博一样, 林昭现在的赌注不够, 即便知道了筛钟里的点数, 下注也赢不了太多, 但是林昭可以, 作为只差一步, 便可以入正式堂拜相的处像, 他现在的分量已经足够重, 如果他出面下注太子, 将来的收益自然极大, 他们输职, 现在算是利益共同体。 袁达公坐在自己的椅子上, 面色严肃地摇了摇头, 陛下一日尚在, 便是一日的君父, 君父染样。 我等臣子不思替君父治病求医, 反而思量君父身后之事, 便是不忠不孝。 林昭这个人, 可以说是一个标准的读书人, 他的所思所想, 以及言行举止, 便是这个时代士大夫的模板, 有这种想法, 也是很正常的。 当然了, 这个时代的士大夫, 虽然明面上都会跟林昭说出同样的话, 但是很少有人能做到像林昭这样, 言行合一。 林昭点了点头, 对着袁达公笑了笑, 我都听七书的。 林昭点了点头, 开口询问了一些关于行阳正式的事情, 得知郑温的尸骨, 将会葬回行阳正式祖坟之后, 他微微点头, 开口道, 这是好事, 当年大洲风雨飘摇, 全靠正向这种旧时宰相, 才能慢慢恢复过来。 说到这里, 林昭微微叹气, 少年时, 维叔一直很钦佩正向。 林昭与林昭闲聊了两句, 略微犹豫了一番之后, 开口道, 七书, 我还有一件事情, 要跟你知会一声。 林昭看向林昭, 你说就是, 北疆, 康家可能要造反。 林昭低声道, 按照我收到的消息, 康东平前几年, 便开始采买粮草铁器, 又与突厥人西域人大量往来。 如今朝中康贵妃母子败局已定, 康东平多半不肯投子认输, 一定会拼上一拼的。 听到这句话, 林昭先是皱了皱眉头, 然后苦笑道, 这件事, 与我说也是无用, 我为官以来, 从未接触过任何兵士, 如今的东宫, 也不可能接触到任何兵权。 而且这种时候, 即便把这件事情捅出去, 圣人不出面, 朝廷也没有办法对此做出反应。 大宗师声音沙哑, 只能等康东平先动, 朝廷才能有所动作。 这话倒是没错, 康东平作为北疆的大将, 手握重兵, 他不恕其造反, 朝廷便不太可能主动发难, 况且这个时候, 正是皇权交替的时候, 更不能有什么太大的动作。 林昭低头想了想之后, 开口道, 按照陛下的布置, 是用朔方节度使其事道, 来撤肘制衡康东平, 两个人相距不远, 假使康东平造反, 多半会想办法对齐大将军动手。 说到这里, 林三郎轻声道, 我与齐家有一个交情, 这两天, 我去见一面齐大将军的长子, 让他给齐大将军写一封家信, 提醒齐大将军, 小心刺杀暗算。 只要齐大将军的朔方君安稳, 康东平即便作乱, 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乱子。 大宗师文言, 先是叹了口气, 然后摇头苦笑了一声, 不曾想这种设计大事, 还要靠三郎你来操心。 在平康芳与林俭沟通了一番情况之后, 天色就已经到傍晚了, 林夫人硬要留林昭一起吃饭, 无奈之下, 她只能让人回长星芳向林二娘报个信, 自己留在平康芳吃饭。 可能是因为两个儿子都不在身边的原因, 林夫人对林昭比, 从前热情了不少, 准备了不少菜色。 饭桌上, 林昭问起林湛兄弟何时回长安的时候, 林夫人叹了口气之后, 开口回答道, 老爷说, 长安城不是如何安定, 要他们两个人都在越州住两年, 等长安这边朝局稳定了, 再回长安不迟。 林昭扭头看向林俭, 笑着说道, 七叔, 大兄在十股书院求学已久, 应该到了求公民的时候了, 二郎也是时候进国子建了。 当初我提议大兄留在越州, 是为了避恒州一世的风头, 如今长安城里已经没有人再提起此事, 应当让大兄与二郎回长安了。 当初林末兄弟回越州休养的事情, 还是林昭与林俭提起的, 原因是林末在恒州, 毕竟惹上了人命官司, 而且是康家有意为之的人命官司, 在那个档口, 如果回长安来, 有心人再推弄一番, 可能会掀起一波对林家不好的舆论。 但是如今, 已经一年多时间过去, 且不说还有多少人记得当初林末的事情, 即便记得, 如今大家更关心的, 应该是皇帝的身体, 以及朝局的震荡, 没有人再会理会一个林末。 林俭沉映了一番之后, 微微摇头, 如今大郎的事情的确已经过去了, 但是长安城里不是如何稳固, 还是等到长安城风平浪静之后, 再让他们兄弟回来不迟。 这便是为人父母之心了, 总是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受到一丁点波澜。 林昭坐在林俭旁边, 微微摇头, 七叔, 如今这个时候, 正是带兄回来求公民的最好时候, 而且依我看来, 留在越州并不一定比在长安安全。 林三郎声音低沉, 叔父不记得东山贼了吗? 当初林俭被贬, 回乡读书的时候, 时任越州之州的成静宗, 悍然勾结东白山山贼, 以至于山贼闯进越州城里, 当天至少造成了近百人的伤亡。 听到这句话之后, 袁达公低头思索许久, 然后缓缓开口, 三郎说得不无道理, 这两天我考虑考虑, 合适的话, 就让他们兄弟回长安来。 听到这句话之后, 林昭还没有做出反应, 一旁的林夫人已经满脸欣喜, 她看着林昭, 满脸都是感激之色。 作为一个大户人家的闺女, 她在家中虽然可以管理日常绝大部分的事情, 甚至可以管林检的零用钱, 但是在一些林检坚持的大事上面, 她没有办法与林检抗衡, 因此也没有办法把两个儿子接回来。 此时, 她与长子已经两年有余未见, 与幼子林湛, 也有一年多时间没见了。 如果两个儿子再不会长安来, 她恐怕就要去越州了。 此时, 这位林夫人几乎要欣喜地流下眼泪, 她极为感激地看了看林昭, 轻声道, 多谢三郎了。 林昭对着她礼貌地笑了笑, 叔母这是什么话? 我与二郎交情匪浅, 她一年多不曾回长安, 我也十分想她。 这位大洲新任的起居郎微笑道, 她不在长安, 安人方的那家油泼面皮, 都不给我寄她的账了。 林夫人笑着说道, 三郎爱吃, 以后油泼面皮的钱, 便寄在叔母账上就是。 这不行。 林昭果断摇头, 笑着说道, 还是寄在二郎账上罢, 每一次看着她肉疼的模样, 能吃得更香一些。 林夫人与林检对视了一眼, 夫妻俩都露出笑容。 等二郎回长安了, 我与你叔父, 也去吃上一顿, 看看是个什么味道。 次日一大早, 林昭便早早地从床上爬了起来, 准备进宫去上班。 这一次, 她的官服与从前便不太一样了。 七品官的官服是淡绿色的, 而六品官的官服就大不一样, 因为六品官的官服是深绿色的。 官服穿好之后, 林昭简直像是绿豆一样, 好在颜值尚在能够撑得住衣裳。 吃了早饭之后, 林昭便与母亲告别, 镜子来到了宫中。 做了起居郎之后, 与从前最大的区别就是, 门下省会给分发一块 可以自由同行恭敬的腰牌, 林昭持着这块腰牌, 便可以畅通无阻, 一路通行到圣人的请殿。 此时的林昭, 对于宫中的路已经熟门熟路, 哪怕不用宦官引领, 她也很快地摸到了甘露殿门口, 在甘露殿等候了一会儿, 让几个司工台太监通传之后, 林昭很快进入了甘露殿。 此时, 圣人正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翻看一些文本, 房间里的窗户已经打开, 屋子里的药卫散去了不少。 见了皇帝之后, 起居郎便很干脆地跪在地上, 叩手道, 陈林昭见过陛下。 有些枯瘦的圣人, 瞥了林昭一眼, 声音仍旧带着沙哑, 其身罢。 说完这句话, 她便不再搭理林昭, 一旁的大太监卫中, 领着林昭走到了甘露殿里的一张矮桌旁边, 矮桌上摆着文房四宝, 后面则是一个软垫, 可以跪坐在上面。 魏中伸手指了指这张桌子, 开口道, 今后, 你便坐在这里祭祀。 林昭乖乖点头, 坐在了自己的宫位之上, 这里距离皇帝不远, 皇帝的所有动作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因为距离极近, 连皇帝说话也能听见。 见林昭坐下来之后, 魏中继续说道, 今后你进甘露殿来, 不用跪地建架, 镜子坐在这里便好, 只当你自己不存在。 这句话的意思是, 起居狼只是皇帝生活的旁观者, 要尽量不让皇帝感受到自己的存在, 不然皇帝会别扭不说, 说话做事可能也会有些拘谨。 当然了, 作为执政三十多年的天子, 老皇帝如今是绝对不会有任何拘谨的。 魏中这句话, 算是在教导林昭如何做好一个起居狼, 林昭对着他微微点头致谢, 便坐在矮桌后面, 一言不发, 准备开始记录皇帝一天的言行。 老实说, 这个工作其实是有些乏味的, 毕竟不能与正主说话, 只能当个旁观者。 如果非说起来, 有点像是大熊猫观察员的角色。 好在林昭不是那种不说话会死的人, 他小时候出去放牛, 陪着那只大青牛也能待上一整天, 如今只当是在甘露殿里放牛就是。 嗯, 应该说是, 放龙。 林昭是清晨到的甘露殿, 到了傍晚的时候, 终于结束了自己的工作, 期间老皇帝陆陆续续地睡了两三个时辰, 其他时间便是在吃饭, 看书, 偶尔还会出去转一转。 当然了, 今日也有人到甘露殿求见, 都被魏忠拦了下来。 到了傍晚快下班的时候, 林昭提起毛笔, 在纸上写了这么一行字。 前的十年某月某日, 上染样, 太子入宫探病, 福能见。 皇帝的一天, 还是十分无聊的。 从前皇帝李政的时候, 每日要接见大臣, 偶尔还要参与大朝会, 接见外宾, 生活相对丰富多彩一些。 但是如今圣人霸巢, 不理正事, 躲在甘露殿里, 当起了一个宅男, 便没有从前那么有意思了。 因此, 林昭记在小本门上的内容, 大多都是, 圣人今天读了什么书, 说了什么话。 当然了, 更多的内容是, 今天拒绝了谁的见面。 其中拒绝最多的, 自然是太子以及诸位皇子, 从皇帝宣称自己病了之后, 这些孝子贤孙们, 尽管每一次求见都被拒绝, 但是每天还是孜孜不倦地过来请见, 以表现出自己的孝心。 这个季晓本门的工作, 刚开始的时候, 自然是挺有意思的, 毕竟皇帝这种职业, 比起后世的大熊猫都要稀少得多。 林昭自然很好奇, 他平日里日常都在干些什么, 但是继了几天之后, 这份工作就慢慢变得枯燥了起来。 毕竟这拆是一不能说话, 二不能睡觉, 每天盯着一个糟老头子, 时间长了, 自然会有些无趣。 不过林昭也不是全然没有收获, 经过这几天的观察, 他发现, 皇帝虽然的确没有在看正式堂送过来的奏书, 但是每天魏中都会送来一些文书, 交给皇帝翻看。 这些文书的内容, 林昭虽然无从得知, 皇帝与魏太监也没有给他看过, 但是根据他的猜测, 应当是关于边疆的一些情报。 国之大事, 再似于荣。 皇帝再怎么不管正式, 但是事关国家的兵士, 他是一定会关心的, 毕竟这个关系到社稷新王, 关系到国座存续。 值得一提的是, 因为林昭每天到甘露殿上班, 皇帝的模样虽然仍旧是一副瘦弱不堪, 甚至行将旧木的模样, 但是他, 每日的睡眠却比从前好了一些。 林昭每天早上来甘露殿上班, 到了中午的时候, 皇帝就能在他的保护之下, 安安生生地睡一个午觉, 一般等到皇帝午觉睡醒的时候, 就差不多到了林昭下班的时候了。 这天傍晚, 林昭坐在甘露殿的宫位上, 大概地想了想, 今天皇帝干了什么, 然后在自己的小本本上, 简简单单地写上了一句话。 柳头看了看天色之后, 便准备起身离开宫位, 下班回家。 他站起来之后, 刚好碰到魏中走进来, 已经做了七八天起居狼的小林探花, 对着魏太监露出了一丝苦笑。 魏公公, 这个差事, 怎么只剩我一个人了? 总得给我一两天休暮的时间吧。 从前寻常的时候, 在皇帝身边祭祀的, 不只是起居狼一个人, 还有一个起居射人, 起居射人祭言, 起居狼祭行。 而且, 这两个差事都不是一个人, 平常时候, 都是有两个人, 偶尔有起居狼, 或者起居射人要谢职的时候, 这个差事, 都会有三个人。 这样一来, 便可以轮班休息, 不至于每天都来上班。 而如今, 除了林昭之外, 所有人都进不得甘露店, 林昭只能每天都到甘露店来上班, 没有任何假期。 再这样下去, 都要影响他与谢战然之间的感情了。 况且林昭之前在詹氏府上班的时候, 自由散漫惯了, 七八天下来, 已经开始怀念从前詹氏府的日子。 胃中不嫌不淡地看了林昭一眼, 面无表情。 你是门下省的官员, 想要休睦, 便去与门下市中去说, 与我说什么? 老太监声音低沉, 门下省有休睦, 司公台却没有, 林探花想不想到我司公台来上职, 从此也觉了休睦的念头。 林三郎看着这个表情冷漠的老太监, 知道他完全不是在开玩笑, 算了,我还是辛苦辛苦, 继续来宫里当职霸。 说吧, 林三郎小心翼翼地从魏中身边离开, 然后大踏步离开了甘露殿, 朝着宫城外走去。 他一边走, 一边暗暗吐槽, 都认识这么久, 就算是块石头, 也应该午热了, 这老货怎么还油言不尽, 连句玩笑也开不起。 他一边吐槽, 一边离开了宫镜, 随后从朱雀门出了皇城, 轻车熟路地摸到了长兴方。 刚刚走到家门口, 林昭就发现自家门口停了一辆紫色的马车, 他微微皱眉, 迈步走进去之后, 就发现一身青色袍子的李絮, 正站在自家前院里, 吃碗贝里, 与林二娘说话。 看样子, 他应该刚到自己家中没有多久。 林昭上前, 对着李絮拱手行礼, 苦笑道, 世子殿下, 先前我已经去书说明情况了, 非是我不肯见你, 从林昭经常出入宫境以来, 长安城里便不知道有多少人要请他吃饭, 其中也包括太子殿下与这位宋王世子, 尤其是林昭开始任起居郎, 正式开始在申宫祭祀之后, 李絮与太子便先后两三次邀请他吃饭, 不过都被林昭一一挽拒, 他拒绝的理由是, 如今他私下里见谁, 便是在害谁。 李絮见了林昭回来之后, 脸上露出一抹微笑, 对着林昭拱手还礼, 笑道, 三郎莫要担心, 我今日来, 是有正式找你。 林昭无奈之下, 先是对着母亲供身行礼, 然后拉着李絮进了自家的正堂, 坐下来之后, 低声叹息, 世子殿下, 如今司公台的人绝对在盯着我, 不管你见我有什么理由, 最多半个时辰, 这件事就能传到魏公公耳朵里。 你我哪怕坐在这里一言不发, 在旁人眼中, 也已经说了千句万句, 事后如果司公台追责, 不管是我还是殿下你, 都是洗脱不干净的。 林三郎苦笑道, 因此, 这个时候我才谁也不肯见, 不是为了什么自明清高, 而是想着不要平白盛世。 李絮看了看灵昭, 轻声笑道, 三郎太过小心了, 圣人让你进宫去做起居郎, 又没有让你什么人也不许见, 况且, 如今太子殿下已经理事, 六皇子也已经封王, 京城里不会再有什么变故了。 李絮这番话, 很是自信。 的确, 如今长安城里的局势, 对于东宫来说已经是一片大好, 太子进正式堂已经数月时间, 在朝廷里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大, 即便是正式堂里的相公们, 此时也有半数已经认定了太子这个新军, 皇权既然开始顺递, 便很难再停止下来。 即便是灵昭, 也很难否认这一点, 他抬头看向李絮, 微微摇头, 不管怎么说, 总是会有一些麻烦的。 世子殿下寻我何事? 李絮坐在灵昭旁边, 低头喝了口茶, 然后笑着看向灵昭, 听说三郎近来每日出入恭敬, 颇为辛苦, 因此, 来与三郎说说话。 李絮来的, 其实很不是时候, 因为此时的灵昭, 灵昭是不适合见任何人的。 并且这个时候, 太子已经开始掌权, 对于东宫来说, 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那就更不应该冒险, 更不应该犯错。 这个时候, 太子一戏的人, 只要老老实实地做好自己的事情, 静静地等着老皇帝归天之后, 还坐坐分国过就事, 没走必要, 也不应该来这里寻灵昭。 如果李絮或者太子足够聪明, 即便真的非见灵昭不可, 也大可不必直接来灵昭家里寻他, 而是应该去平康芳拜访灵昭。 灵昭是太子与李絮的老师, 李絮前去见灵昭天经地义。 而灵昭得到的消息, 灵昭那里多半都会知道。 当然了, 以袁达公的脾气, 李絮如果登门询问灵昭的事情, 多半会被他臭骂一顿, 基本上不太可能回答李絮的问题。 不管怎么说, 这个时候李絮登门都是极不合适的, 这位世子殿下并不是什么蠢物, 几岁小孩都能想明白的道理, 他没有理由想不明白, 但是他偏偏还是登门来见灵昭了, 这就代表着一件很明显的事情, 太子飘了。 这么说或许不太合适, 准确的来说, 应该是东宫或者说东宫仪系的人飘了。 太子殿下进入正式堂数月, 虽然没能完全掌控正式堂, 但是皇权的雏形已成, 再加上皇帝陛下数月不出, 此时整个东宫仪系, 基本上都已经笃定太子殿下登基, 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情。 此时, 整个东宫仪系, 甚至于包括太子殿下在内, 可能都有些飘飘然了。 正因为这些原因加在一起, 李旭才敢肆无忌惮地来到灵昭家里见灵昭, 完全没有任何避讳。 听到了李旭的话之后, 灵昭微微苦笑, 摇头道, 殿下, 我没有什么话能跟你聊的。 你也知道, 起居狼的职份是只记不说, 此时此刻, 我不能把圣人相关的任何事情, 说给任何人听。 虽然不太清楚, 皇帝的情报机构到底是个什么模样, 有哪些组织机构, 但是灵昭可以肯定的是, 皇帝的耳目不止一个司工台, 毕竟灵昭偷偷摸摸见郑家人的事情, 可能都已经被皇帝看在眼里, 李旭这样大摇大摆地来见他, 皇帝不可能看不到。 耐得躲在甘露殿里, 看似随时都会隔屁的皇帝陛下, 实际上仍然在掌控整个长安城。 李旭面色平静, 看着灵昭, 低声道, 三郎, 我来也来了, 你说话与不说话, 都会被人看在眼里。 三郎你是个很聪明的人, 应该能想得明白, 如果是我自己一个人, 我不可能在这个当口跑到你家里来, 为难你, 也为难我自己。 世子殿下面色严肃, 如今长安城里, 只有你一个人能够面君, 皇兄他身为人子, 想要知道, 圣人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算一算时间, 皇帝陛下躲进甘露殿里, 已经有三个多月的时间, 这段时间里, 他没有在看哪怕任何一份正式堂的奏书, 朝堂所有的政务, 都被丢在了正式堂以及太子殿下头上。 这种皇帝当甩手掌柜的情况, 在大洲以前的历史当中并不少见, 有些甚至十几二十年不上朝礼室, 但是对于如今的这位痊愈心, 极重的皇帝陛下来说, 哪怕一天不理朝政, 都是极不正常的。 最初开始进正式堂的时候, 太子殿下还觉得, 这可能是老皇帝对他的考验, 因此做起事情的时候, 都是战战兢兢, 但是如今四个月时间过去, 太子殿下自然会生出一些别的心思。 殿下, 我无话可说。 林昭面色肃然, 低声道, 此时此刻, 殿下非要问我, 我也只能回答上好二子。 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即便是林昭这种胆子很大的人, 此时此刻也不得不谨言慎行, 毕竟垂死的猛虎最是可怕。 假如真的惹恼了那个已经老迈不堪的皇帝, 人家亲父子俩在这个时候翻脸的可能性不大, 林昭这个外星人, 可能就会被皇帝拿来泄愤。 李旭微微摇头, 轻声道, 三郎, 我不来也来了。 你方才也说, 司公台的人会看在眼里, 如今你说与不说, 没有什么区别。 他们就算再神通广大, 也不可能听到你我说些什么。 你现在与为兄交个底就是。 世子殿下面色严肃, 低声道, 三郎你放心, 今日是为兄到你这里来, 他日如果真有什么祸事牵连到你头上, 为兄定然先你一步而死。 这种话, 轰轰其他十六七岁的少年人, 估计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林昭太知道这些皇家人, 是个什么德行了。 老皇帝当年试诗的事情都干得出来, 更不要说林昭与李絮这点, 并不是特别深厚的情分了。 站在利益面前, 这点人情太苍白无力了。 林三郎低头苦笑了一声, 殿下, 你逼我没有什么用, 不如这样, 你去见一见我叔父, 如果他同意, 小弟自然之无不言。 李絮无奈地叹了口气, 林师的脾性, 最是刚正不额, 这种事情, 他是绝对不会点头的, 更不会让你, 罢了。 李絮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缓缓说道, 咱们算是师兄弟, 既然三郎你坚持, 为兄便不逼你什么了。 黄兄想问这件事, 也只是出自一片孝心, 绝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说完这句话, 李絮便起声告辞了。 林昭连忙起身, 一路把他送到了自家大院门口, 在门口作别的时候, 林昭对着他躬身行礼, 殿下慢走, 容我考虑几天。 李絮对着林昭笑了笑, 然后便上了自己的马车, 缓缓走远。 虽然没有看清楚, 这位世子殿下上了马车之后, 是个什么表情, 但是林昭可以感受得到, 此时此刻这位宋王世子, 估计脸色不太好看。 毕竟, 他是天皇贵胄, 林昭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近视。 天皇贵胄亲自登门问世, 林昭不仅避而不谈, 还抬出了林昭来压他, 自然会让他有些不太舒服。 不过林昭并不后悔。 这种时候, 不得不谨慎一些, 毕竟他与母亲都在长安城里, 就连谢三元一家都在长安城, 这种敏感的时候, 不得不小心翼翼。 送别了李絮之后, 林昭松了口气, 转身回了自己的房间里。 这会儿, 林二娘已经准备好了饭时, 见林昭一个人回来, 他轻声问道, 那个世子殿下走了? 林昭对着母亲笑了笑, 开口道, 走了, 阿娘不用理他, 咱们吃饭。 说完, 他拉着林二娘坐了下来, 母子俩很快吃完了一顿饭。 林昭正要帮着母亲收拾碗筷的时候, 突然门外传来了一阵敲门声。 林昭安慰了母亲一声, 走到院子门口开门, 只见自家院子门外站了两个小太监。 林昭眨了眨眼睛, 开口问道, 诸位公公, 深夜上门何事? 两个小宦官对视了一眼, 声音略微奸细。 小林大人, 老祖宗要见你。 卧曹从来不说脏话的小林叹花, 这个时候, 也不得不在心中暗自吐槽了一句。 看来, 他还是低估了司公台的情报能力, 李絮前脚刚走最多大半个时辰, 司公台的人便已经找上了门, 这说明在长安城里, 宫里的情报能力已经无孔不入。 不过想来也不奇怪, 那位皇帝陛下的痊愈心极重, 为了钱刚独断, 甚至失失。 而在最近十来年的时间里, 皇帝为了制衡太子, 又亲手扶植起了一个康室。 有这种皇帝, 手底下的情报能力自然不可能不强。 林昭愣了愣之后, 便回过神来, 苦笑道, 二位公公稍后, 我去换身衣裳。 其中一个小太监开口回答道, 老祖宗不在宫里, 用不着换衣服。 您随我们去救世, 林昭有些无奈, 总要与我母亲知会一声罢。 两个宦官微微点头, 开口道, 既如此, 我们兄弟在这里等候小林大人。 林昭这才回了自己家中, 跟林二娘说了一声, 自己要出门一趟。 这会儿, 天色已经晚了, 林二娘有些担心, 便开口问道, 昭儿要到哪里去? 林昭微微叹了口气, 宫里有人要见我。 阿娘放心, 应该不会有什么事。 如今林昭最大的仪仗, 并不是他的妻叔灵简, 而是他的安睡宝功能, 只要有他在甘露殿里, 皇帝就能安心休息一会儿。 这个功能, 便是一个天生的护身符, 只要老皇帝一天尚在, 便不会有什么危险。 与母亲交代了一番之后, 林昭便出门, 跟着那两个宦官上了马车, 离开了长兴坊。 马车兜兜转转, 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停了下来。 在两个小太监的带领下, 林昭进入了一处院子, 最终在院子里的房间里, 见到了一身紫衣的胃中。 魏太监面如寒霜, 冷冷地看着林昭。 林三郎硬着头皮上前, 拱手行礼道, 魏公公。 胃中面色冷漠, 淡淡地说道, 你见宋王府柿子了, 是不是? 林昭苦笑道, 公公明见, 今日我从甘露殿下职之后, 回到家中, 柿子殿下便在我家里等着, 实在不是我想要见他。 说完这里, 林昭面色严肃, 不过公公放心, 关于宫中的事情, 我一句话也没有说。 魏中扭头看了看林昭, 淡淡地说道, 你如何证明? 这便是不讲道理了。 因为这个世界没有监听这种东西, 因此, 哪怕派人监视, 也不可能得知被监视人到底说了些什么。 因此, 林昭也就没有办法证明自己什么都没有说。 小灵叹花无奈道, 这种事如何证明? 魏公公要是觉得我做了什么坏事, 干脆现在便把我捉起来, 宋大理寺也好, 宋经照辅也好, 总好过我现在每日辛辛苦苦不说, 得罪人还要受司公台怀疑。 魏中闷哼了一声, 真要捉你, 也是捉你进司公台受公刑, 捉你到大理寺做什么? 这老家伙, 怎么一直想把自己抓去做太监? 林三郎只觉得某些部位凉嗖嗖的, 撇了撇嘴之后, 没有再说话了。 魏中看了看林昭, 继续问道, 宋王世子与你说了什么? 林昭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无非是问我圣人的身体如何了, 陷在长安城里的人找我, 还不都是为了这件事? 这种时候, 没有说谎的必要, 毕竟林昭与李絮的关系, 还没有到林昭要为他担下这么大责任的地步。 况且, 人家李絮是天皇贵胄, 也用不着林昭去替他担责任。 魏中点了点头, 继续问道, 你是如何说的? 我没有说。 林昭低声道, 实在不行的时候, 我也只说上好二字。 魏中认真地打量了, 即便林昭, 最后声音沙哑, 既如此, 咱家信你了。 他有些阴冷的目光看向林昭, 声音却骤然严肃起来。 圣人口语, 林昭愣了愣, 然后才反应过来, 跪在了魏中面前, 低头道, 陈林昭, 功龄圣语。 魏中眼皮子哒拉下来, 声音变得听不出任何感情。 听着, 他声音沙哑, 但是却有一种别样的威严在。 下一次东宫的人, 再问你朕现状如何? 你便跟他们说, 魏中抬起头, 看向林昭。 你便跟他们说, 就要死了。 说完这句话, 魏中便恢复了平时的神态, 开口道, 说完了。 所谓口语, 就是皇帝平日说的话, 与宗旨一样, 同样没有法律效力, 只不过绝大多数的臣子都会听旧事。 因为是随口说的, 便没有那么多书面用语, 传口语的太监, 一般都是把皇帝的原话复述一遍, 一字不差。 司公台还专门有这方面的培训, 目的就是要让那些传口语的太监, 一字不差。 见魏中说完了, 临昭才从地上爬了起来, 此时他脸上满是恶然, 看向魏中, 苦笑道, 魏公公, 圣人的身体, 似乎没有到这种地步吧, 让你这么说, 你便这么说。 魏太监冷声道, 否则便是抗旨, 陛下已经吩咐了, 你若是做错了事情, 便把你送进司公台, 今后在宫里伺候陛下安枕。 到现在为止, 这老太监已经不止一次的威胁, 要把自己送进司公台了。 邻昭在心里翻了个白眼, 对着魏中微微拱手, 魏公公放心, 在下明白了。 魏中点了点头, 淡淡地说道, 陛下还说了, 如果这段时间东宫的人不来找你, 你可以主动去见太子, 与他说一说宫里的情况, 到时候东宫少不了你的好处。 邻昭摇头叹了口气, 这种时候, 我只求能够全身而退, 好处什么的, 便不想了。 魏中淡淡地看了邻昭一眼, 犹豫了一下之后, 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且放心, 老太监声音平静, 便是看在正向的面子上, 陛下也会保你周全, 况且还有一个人, 要靠你来周全信命。 邻昭看了看魏中, 有些好奇, 按理说, 魏公公的本事, 应该比我要大得多。 魏中微微眯了眯眼睛, 咱家的一切, 都是陛下给的。 每天陛下不在了, 咱家自然也就不在了。 说完这句话, 这个老太监微微勾搂着身子, 朝着外面的轿子走去。 你好生半差, 将来长安城里, 少不了你的一席之地。 魏太监的声音越来越远, 逐渐听不见了。 邻昭站在这个院子里, 皱眉思索了许久。 他摸不清楚, 老皇帝这个举动, 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对太子最后的测试? 可是如今, 即便太子测试不合格, 想要换太子, 也有些太晚了。 这个时候临时一处, 恐怕朝堂将会就此大乱。 皇帝不会干这种蠢事, 那他到底想要做什么?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 邻昭依旧每天正常去甘露殿上班。 老皇帝也像从前一样, 看起来半死不活的模样, 但是却不见恶化, 看起来依旧能够维持现状。 如果不是他实在受得厉害, 邻昭都要这位皇帝陛下, 是不是在装病了? 自从上次拒绝过李絮之后, 东宫一系的人, 这几天倒是没有再找他。 邻昭也没有主动去见东宫的人, 每天照常在甘露殿上班。 不得不说, 这份工作越来越无聊, 如果这是一份正常的工作, 老板不是皇帝, 那么邻昭都要考虑辞职了。 这天好容易熬到了傍晚, 邻昭在起居住上写下了今天的上班内容, 准备下班回家去, 刚走到甘露殿门口, 换了一身黑衣的胃中便拦住了他。 这位大太监看了看邻昭, 淡然道, 这几日见东宫的人了没有? 邻昭摇头, 有些无奈地说道, 公公, 这种事情非要他们来找我不可, 我找上门去, 反倒会引起那边的怀疑。 到了这个时候了, 没有人会怀疑什么。 他看向邻昭, 一声道, 你今日下了职便去东宫见太子, 神色匆忙一些, 就说, 就说陛下呕血了。 魏太监声音低沉, 你是林渊达的侄子, 在他们眼里早已经是东宫一系的人, 在这种关键的时候去找他们, 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邻昭瞪着眼睛看向魏中, 说话都有些结巴了。 喂, 魏公公莫要害我, 在这种事情上欺骗储君, 将来我还活不活了? 魏中神色冷漠, 这是圣人的意思, 你不照着办, 你现在活不活了? 邻昭苦着个脸, 苦笑道, 公公便不怕我到了东宫之后, 与太子殿下实话实话, 那也随你。 魏中面无表情, 低声道, 你能瞒得过我便好, 瞒不过我, 便让你看一看我司公台的手段。 听到这句话, 邻昭只觉得背脊发寒, 很明显, 司公台在东宫里有眼线, 而且是有不少眼线。 邻昭低着头, 深呼吸了一口气, 魏公公, 我想不明白, 到了这个时候, 圣人这么做的用意何在? 圣人用意, 岂是你我可以揣夺的? 这个一身黑衣的大太监冷声道, 让你办事, 你且照办就是。 这就是以施压人。 以邻昭现在的势力, 即便是算上灵简一起, 也不可能是这位内厅总管的对手。 无奈之下, 他只能点了点头, 我去办就是了。 说完这句话, 邻昭迈步离开甘露殿, 出了宫门之后, 他站在皇城里犹豫了许久, 正准备出皇城去与林简商量商量。 扭头看见一个一身蓝色袍子的太监, 正站在不远处看着自己。 他咬了咬牙, 扭头朝着东宫走去。 因为先前就是在东宫上班, 邻昭对于东宫早已经熟门熟路了, 况且, 他离开詹士府不久, 东宫的许多人还都认得他, 因此, 邻昭很顺利地来到了东宫门口。 这会儿, 天色已经快黑了。 邻昭额头有些冒汗, 他对着东宫的几个执事太监问道, 公公, 太子殿下在府。 几个太监看了看邻昭, 开口道, 殿下刚从正式堂回来, 眼下正在后殿歇息。 你诗, 劳烦通报。 邻昭声音有些晦涩。 门下省起居狼邻昭, 求见太子殿下。 很明显, 如今的邻昭名气还是很好用的, 他的名字通报进去之后, 很快就有太监过来, 把他领进了东宫, 直接到了东宫后殿太子殿下的书房里, 见到了这位已经数月没有见面的太子殿下。 先前邻昭在詹氏府上班的时候, 偶尔是能见到太子的, 因此两个人还算熟悉, 不过一段时间没有见面,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正式堂颇为辛苦的原因, 这位储君的眼角又多了一些岁月的纹路。 整个人看起来像是已经年过而立之人了。 邻昭见到了太子之后, 微微躬身, 陈灵昭见过殿下, 太子扔下手中的文书, 深深地看了灵昭一眼。 三郎先前不是说要避讳一些吗? 怎么今日亲自到东宫里来了? 灵昭深呼吸了一口气, 缓缓抬头, 殿下, 出事了。 小灵叹花声音沙哑, 陈晴与殿下单独说几句话。 太子微微皱眉, 挥挥手平退了所有工人, 然后抬头看向灵昭, 淡然一笑, 眼下没有外人了, 三郎有什么话直说就是。 灵昭从地上站了起来, 开口道, 请殿下复耳过来。 太子殿下先是皱了皱眉头, 好在他脾气不大, 很快从自己的主位上走到灵昭面前, 再距离灵昭, 还有两三步的距离停下。 开口笑道, 好了, 三郎有什么话直说就是, 这里再没有别人能够听到了。 灵昭抬头, 看着眼前面带微笑的太子殿下, 神色复杂。 殿下, 灵昭缓吐出一口气, 开口道, 陛下他, 太子殿下神色微变, 连忙道, 父皇怎么了? 灵昭咬了咬牙, 开口道, 陛下他今日下午, 在甘露殿呕写了, 为公公叫了太医, 但是经过太医诊治之后, 陛下他依旧昏睡, 灵昭脸色有些苍白, 这件事情, 牵涉太大, 因此我从甘露殿出来之后, 第一时间便到了东宫来, 智慧殿下宁, 太子殿下, 文言也是心神俱正, 他痴愣愣地看着灵昭, 一字一句地开口, 你, 你说什么? 殿下, 陛下他今日, 呕谢了, 灵昭再次重复了一遍, 开口道, 我叔父是太子的老师, 我也在詹氏府当过差, 虽然只能算是半个东宫官员, 但是得知这种大事之后, 还是第一时间过来, 知回殿下宁, 太子殿下此时, 表情复杂到了极点, 他的目光之中, 有一些哀伤, 但是更多的则是兴奋, 当然了, 还可以看到一丝喜悦, 黄泉这种东西, 是天底下最诱人之物, 太子殿下已经眼馋太久了, 他伸手拍了拍灵昭的肩膀, 声音低沉, 三郎你不是半个东宫官, 而是真正的东宫官, 势力下重宫的东宫官, 此事之后, 东宫少不了你的好处, 说吧, 太子殿下就要迈步离开东宫, 灵昭站在他身后, 小声提醒道, 殿下, 您与陛下无论如何也是父子, 此时陛下染样, 殿下您无论如何, 也要去甘露殿见一见陛下才是, 跪在甘露殿门口静静孝心也是好的, 这句话, 其实是在提醒太子, 告诉他现在这个时候, 最应该做的事情, 就是当好一个儿子去求见老父亲, 而不应该有什么别的动作或者念头, 太子殿下神色有些兴奋, 他重重地拍了拍灵昭的肩膀, 努力压抑着心里就要迸发出来的喜悦之情, 故知道应当如何做, 收到了这个消息的太子殿下, 极为振奋, 既然老皇帝重病垂死, 那么作为储君的太子殿下, 自然就要开始准备即位了, 这位太子殿下, 今年已经28岁了, 当今皇帝因为得位不正, 因此即位之后, 最是看中正统两个字, 甚至他出即位之后的第一个年号, 便是征朔, 足见其对正统的看中, 正因为这个原因, 当太子殿下三岁的时候, 便被立为储君, 至今已经25年了, 也就是说, 他已经当了25年的太子, 任谁坐在这个位置上, 心里难免都会有些痒痒的, 再加上年纪越来越大, 太子殿下对于即位, 自然就更加迫切, 从前因为皇帝太过强势, 他不敢有什么非分的念头, 只能老老实实地做一个孝子贤臣, 但是如今, 那位无比强势的圣人, 似乎并威了, 太子殿下送走了临昭之后, 立刻让人去请宋王世子进东宫, 而他本人则是坐在自己的书房里, 一个人愣愣出身, 宋王府距离宫城本就不远, 李旭很快赶到了东宫, 见到太子之后, 这位世子殿下微微恭深, 面色恭敬, 皇兄找我, 太子殿下此时的表情已经恢复了平静, 他指了指自己旁边的座位, 声音低沉, 老八, 方才, 林昭到东宫来见我了, 李旭先是微微一愣, 有些诧异地说道, 他来东宫做什么, 与我说了一些, 父皇的情况, 说到这里, 太子殿下缓缓闭上眼睛, 开口道, 他说, 今天父皇的情况又见恶化, 还呕血了, 李旭微微皱眉, 开口道, 林三他的性格, 与林氏一样古板, 上一次我去见他, 可以说是由言不尽, 怎么今天主动来见殿下了, 世子殿下声音有些低沉, 其中, 怕不是有些古怪, 太子殿下面色平静, 开口道, 看他的模样不似作为, 可能是今天父皇的身体, 确实出了些问题, 他见到之后, 有些慌了神, 才跑到了我这里来, 李旭摇了摇头, 开口道, 林昭这个人, 就算碰到什么突发状况, 第一个去见的, 应该是林氏, 而不是到东宫来见皇兄宁, 这样罢, 等会, 当面跟他问清楚状况, 他毕竟是岳州林氏的子弟, 这种事情我问他, 他应该会说, 太子殿下抬头看了看李旭, 声音有些沙哑, 老八, 你说父皇如果真的身体出了问题, 咱们应该做什么, 该做什么, 就做什么, 李旭低声道, 如今皇兄已经进了正式堂, 长安城里大多数官员也都认可了皇兄, 即便陛下出事, 长安城里也不会有太大的变故, 皇兄什么也不用做, 便可以安心即位, 太子殿下低头思索了一会儿, 然后抬头看向李旭, 开口道, 老八, 你现在就去一趟长新坊, 找个没人的地方, 跟林昭问清楚事情的经过, 我现在去一趟宫里, 看看父皇, 李旭微微皱眉, 皇兄你, 算起来上一次入宫, 已经是好几天前的事情了, 父皇染病, 我这个做儿子的, 当然要去看一看, 他伸手拍了拍李旭的肩膀, 声音低沉,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你去吧, 太子既然已经开了口, 李旭自然没有拒绝的余地, 他微微欠身, 开口道, 臣弟遵命, 就这样, 李旭离开了东宫, 摸黑朝着长新坊走去, 而另一边的太子殿下, 则是坐上了自己的碾架, 深夜入了宫城, 一路来到了甘露殿门口, 太子进宫不是一件小事, 司宫台这边也早有人知会, 因此, 太子的碾架还没有到甘露殿, 一身黑衣的大太监卫中, 便在甘露殿门口等着了, 见到了太子殿下之后, 魏太监毕恭毕敬地跪在地上, 神太恭敬, 老奴见过太子殿下, 魏中身后, 一众甘露殿的宫人跪了一地, 太子殿下亲自伸手, 把魏中扶了起来, 然后开口道, 魏公公正是唐事物繁忙, 孤叔日不曾来探望父皇了, 父皇他身子, 如何了? 魏中抬起头看了一眼太子, 露出了一双有些红肿的双眼, 然后再次低下头, 神太恭敬, 回殿下, 圣人身子上好, 今日已经早早睡下了, 太子殿下敏锐地发现了, 魏中貌似哭红的双眼, 有些狐疑, 家国大事, 魏公公可不要瞒着孤, 老奴岂敢, 魏中吓得再一次跪在地上, 叩首道, 老奴乃是天界家奴, 哪里敢欺瞒主家? 那好, 太子殿下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孤这个做儿子的, 已经数月不曾见到父皇了, 你今日放我进甘露殿看一看父皇, 如何? 魏太监面露为难之色, 笛声道, 不瞒殿下, 自从数月前开始, 圣人便被梦念缠身, 平日里很难睡得着觉, 今日总算早早地睡下了, 殿下此时进去, 恐怕会惊醒圣人, 太子殿下看了谈魏中, 态度变得强硬起来, 孤身为人子, 见一见父亲都不成吗? 魏太监满脸都是惶恐, 他连连低头, 颤声道, 殿下, 非是老奴阻拦, 实在是老奴做不得主, 太子殿下目如阴损, 冷冷地看着魏太监, 魏中, 你与姑实话实说, 父皇他身体究竟如何了? 陛下身体, 好的很, 魏中咬了咬牙, 带着颤音道, 想来再有几个月, 便能大好了, 那好, 你带姑进去看一看, 太子殿下低声道, 姑只看父皇一眼就好, 绝不会惊醒他老人家, 魏太监满脸都是为难之色, 他低头衡量许久, 才缓缓低头, 如此, 殿下随老奴进来就是, 只是千万莫要惊醒了圣人, 不然我司工台上下都要吃醉果, 就这样, 老太监魏中, 站在太子身侧带路, 小心翼翼地进了甘露殿, 走到了殿后的请殿之后, 终于走到了皇帝安睡的地方, 魏中不敢进前, 只能隔着一个帘子, 扭头对太子殿下低声道, 殿下, 圣人便在这里安睡, 隔着帘子, 一股浓烈的药材味扑面而来, 太子殿下站在帘子后面, 只看了皇帝一眼, 便满脸都是惊恶, 他已经好几个月, 没有见到自己的老爹了, 几个月前, 皇帝虽然宣称自己染病, 但那时候, 还是一副壮硕的模样, 可如今帘子里躺在软榻上的天子, 几乎已经是皮包骨头了, 看这个模样, 说是皇帝已经病天了, 太子殿下都会醒, 这位大洲的储君目瞪口呆, 愣愣地看着自己的老父, 说话都有些失声了, 魏公公, 父皇他, 为太监抬头, 看了看这位太子殿下的表情, 声音低沉, 殿下放心, 圣人目前没有什么大碍, 只是瘦了一些, 太子殿下在甘露殿里站了许久, 最终才在魏中的陪同下, 呆呆地离开了甘露殿, 从小到大, 皇帝陛下在他眼中, 一直是一个伟安不可战胜的存在, 如今数月不见, 记忆里几乎无所不能的老父亲, 突然变成了一副古兽如柴的模样, 他在感情上一时半会, 没有办法接受, 魏太监满脸悲戚之色, 亲自把太子殿下送出了甘露殿, 目送的太子殿下离开之后, 他才一步一驱地回到了甘露殿请殿之中, 贵妇在已经熟睡的圣人面前, 恭敬低头, 陛下, 太子殿下已经离去了, 原本熟睡的皇帝陛下, 缓缓睁开眼睛, 魏中连忙上前, 把他扶着坐了起来, 皇帝陛下微微睁开眼睛, 看了看魏中, 他, 信了没有? 魏中摇了摇头, 苦笑道, 陛下, 一时半会之间, 老奴也看不出殿下到底信了没有, 还要看东宫接下来做何反应, 才能推测得出来, 皇帝陛下缓缓吐出一口气, 从软踏上起身, 两只脚落在了地上, 好生盯着东宫, 看一看朕的这个好儿子, 接下来准备干什么? 魏中连忙低头, 恭声道, 老奴明白, 司公台的人已经在盯着东宫了, 说到这里, 魏中顿了顿, 然后咬牙继续说道, 陛下, 老奴不太明白, 您为什么要在这个当口, 皇帝陛下回头看了一眼魏中, 面无表情, 不明白, 朕为什么要在这个已经无法溢处的时候, 还要试探太子, 魏中微微点头, 叹了口气, 此时溢处, 天崩地陷, 只在请客之间了, 朕对他不放心, 皇帝陛下微微眯着眼睛, 开口道, 假如太子能够看出, 朕是在试探他, 那自然最好, 朕便可以放心把皇位传给他, 甚至, 甚至他此时如果能够鼓起勇气, 带人冲到甘露殿里来, 逼朕把皇位让给他, 这也是他的本事, 朕也就不用再担心, 他将来败在康大的手里, 他就怕在老皇帝目入金光, 声音沙哑, 他就怕在他有心无胆, 手蜀两端, 心术不正, 又无有胆破, 那朕的江山落在他的手里, 这位晚年被梦念缠身的皇帝, 此时此刻虽然颇为狼狈, 平日里也没有表现出如何如何惊天伟地, 但是他的的确却是大洲的一代雄主, 也是大洲的忠心之主, 当年大洲在灵皇帝手上, 不管是朝廷还是社会, 都差不多到了崩溃的边缘, 改朝换代, 天下一性几乎就是顷客之间的事情了, 这个时候, 是这位皇帝陛下在危难之时, 挑下了皇州的担子, 辛苦经营三十年, 终于把千疮百孔的江山设计, 在悬崖尽头勒住了江省, 这其中虽然也有郑温的功劳, 但是这位皇帝陛下, 一定是起了关键性作用的, 将来不管是新朝的史书, 还是千秋万世之后的史书, 提起大洲, 没有人可以翻得过他里缘这一页, 这位垂垂老矣的皇帝陛下, 目光悠悠地看向了远方, 似乎可以看到远在东宫的太子, 他声音悠悠, 如果他真的不堪大用, 朕便是把位置传到他手上, 也闭不上眼, 说完这句话, 圣人有些疲惫地坐在了软榻上, 对着位中低声道, 紧密监视东宫动向, 但有动静, 立刻送到宫里来, 监视金吾卫, 东宫六律, 城防营, 以及长安城里的所有持刀配甲之人, 有任何风吹草动, 立刻抱到镇这里来, 说到这里, 老皇帝闭上眼睛, 开口道, 给崔眼帝个信, 让他找理由来一趟甘露殿, 魏中微微低头, 开口道, 陛下, 此时照崔相入宫, 东宫那边就会生出怀疑, 你给崔眼帝信就是, 圣人声音平静, 这只老狐狸自然有进宫见证的理由, 魏中躬身点头, 陈生道, 奴婢明白了, 奴婢这就去办, 魏太监恭恭敬敬地离开了甘露殿, 等他离开之后, 皇帝陛下再一次躺倒在软榻上, 很快便昏睡了过去, 甘露殿里一时寂静无声, 而此时, 在长兴方的一家酒楼里, 李旭与自己的师弟林昭面对面而坐, 这位世子殿下喝了一碗酒之后, 抬头看向林昭, 面色严肃, 三郎, 你与维兄说实话, 他声音低沉, 你今日在东宫说的话, 究竟是不是真的? 林昭坐在李旭对面, 看着他严肃的表情, 微微苦笑了一声, 举起酒杯与李旭喝了一杯, 低声道, 殿下, 我一接六瓶小关, 如何敢欺瞒太子, 林昭这句话, 并没有回答李旭的问题, 但是却话里有话, 他的意思是, 凭他自己, 自然是不敢欺骗太子的, 如果他真的欺骗了太子的话, 那么背后一定是有一个比东宫更庞大的势力, 很可以, 世子殿下并没有听出林昭话里的意思, 他直勾勾地看着林昭, 声音低沉, 陛下, 当真呕谢了, 林昭脸色微变, 低声道, 殿下莫要胡说, 平白说这种话, 是要吃官司的, 你放心说话就是, 李旭沉声道, 这处酒楼, 算是我的产业, 我已经吩咐过了, 此时整个二楼, 指你我二人, 有什么话, 你都可以直说, 林昭抬头看了看李旭, 语气有些无奈, 殿下非要追问的话, 我只能告诉殿下, 陛下的状态的确很不好, 至于呕血的事情, 我是不太方便说的, 接下来, 李旭一连问了林昭好几个问题, 都被林昭用打太极的法子糊弄了过去, 到最后, 这位世子殿下, 深呼吸了一口气看着林昭, 三郎, 此时不只是关东宫的安全, 更是关林师, 事关岳州林氏, 你也是岳州林氏的子弟, 这个时候, 该出力就要出力, 可能是因为心里慌张, 听到这句话之后, 林昭拿着茶碗的手微微一颤, 手里的茶碗, 硬声摔倒在地上, 茶水洒了一地, 林昭默默低头, 开始收拾这些茶盏的碎片, 等他收拾完之后, 手上已经残留了不少水渍, 林昭不动声色地, 把手放在桌子上, 在桌子上, 开始用茶水写了一个大字, 这是一个孝字, 林昭这句话, 已经不是暗示了, 而是星号星号罗的名士, 在示意太子殿下要注意清顺皇帝, 万不能提前有什么非分之想, 此时, 世子殿下已经回过了头, 他看了看桌子上用茶水写成了字迹, 微微一愣之后, 便直勾勾地看着林昭, 林昭, 你这是什么意思, 林昭面无表情, 什么意思, 要靠殿下自己去猜, 林昭这句话话音刚落, 便有几个身着蓝色衣裳的东宫大汉, 他们静字走到李序面前, 直接跪在地上, 语气恭敬, 八爷, 太子殿下找您回东宫一时, 世子殿下大皱眉头, 回头看了一眼前来报信的宫人, 陈生道, 你先回东宫, 禀报皇兄, 就说我稍后就到, 这个宫人自然不敢还嘴, 连忙点头, 奴婢遵命, 说吧, 几个东宫的人缓缓退了出去, 李序回头继续看向林昭, 面色严肃, 三郎, 此时长安城里, 只有你一个人, 对宫中的事情了如指掌, 你多说一个字, 东宫便多成你一份人情, 他走到林昭面前, 压低了声音, 没有什么好顾忌的, 这里再没有第三个人能听到, 假如三郎因为这件事, 受了什么罪过, 我一兄豁出性命, 也会护住你, 林昭低头喝了口酒, 有些无奈地说道, 世子殿下, 你是知道我的性格的, 此时此刻, 如果我真能为东宫做些什么, 不要说是受罪过, 就是豁出半条命, 也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我一定会去做的, 林昭这句话, 是正儿八经的实话, 这个时候, 如果他林三郎能够帮到东宫一些, 即便是被打个半残, 也是绝对值当的, 毕竟这个时候, 太子即位已经成了定局, 这个时候投资越多, 将来获益自然就越多, 说到这里, 林昭苦笑道, 问题是, 这会儿我如果说了些什么, 对于我, 对于东宫来说都是一件坏事, 他看向李旭, 轻声道, 世子殿下该不会以为, 东宫里没有司公台的人吧, 小林探花缓缓吐出一口气, 咬牙道, 这件事, 只能靠太子殿下自己, 殿下转告太子殿下, 让他恪守一个孝子就是, 李旭深深地看了林昭一眼, 点头道, 我明白了, 说吧, 他起身准备离开, 临走之前, 这位世子殿下, 对着林昭深深作依, 三郎这番话, 为兄记下了, 将来所有用处, 一定后报三郎, 说吧, 这位世子殿下转身离开, 往东宫去了, 而林昭则是坐在原地私存了一会儿, 也从椅子上起身, 离开了这家酒楼, 他并没有回家, 而是坐着自己的马车, 离开了长星坊, 朝着平康坊走去, 因为有关身, 即便是在夜里, 林昭在长安城里, 也是畅通无阻, 他很快就顺利进了平康坊, 来到了林家大门, 敲响了房门, 林家的门房, 见到是林昭之后, 连忙把他迎了进去, 口称昭公子, 因为经常出入林家, 林家的下人, 基本上已经把他当成了自家的公子, 甚至于比自家的两个公子还要客气一些, 因为他们心里清楚, 老爷夫人都很喜欢这个山音来的小公子, 进了林家之后, 林昭静直来到了林昭的书房门口, 此时书房里依旧点着灯, 自从做了果子祭酒之后, 林昭便很少早睡了, 经常是两更三更天才睡觉, 这会儿, 他都是在书房里, 敲响了房门之后, 林昭在门口缓缓开口, 七叔, 是我, 房门很快打开, 一身单薄袍子的林元达, 他站在书房里面, 看了林昭一眼之后, 便开口道, 请来说话, 他心里清楚, 自己的这个侄子年纪虽然不大, 但是做事却十分靠谱, 也很懂礼数, 如果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他不会大半夜登门, 进了书房之后, 林昭拉着林昭坐了下来, 这位大宗师捋了捋自己下河的胡须, 看向林昭, 出神妖势了, 林昭没有第一时间回答, 而是开口问道, 七叔, 太子殿下这段时间在正式堂表现如何? 我又不在正式堂, 如何能够清楚? 袁达公微微摇头, 低声道, 不过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毕竟太子殿下只是监督正式, 不负责具体事务, 诸位相公也没有开口埋怨过太子, 想来太子殿下, 没有怎么在正式堂里指手画脚, 这就奇怪了, 林三郎皱着眉头, 苦笑道, 既然太子殿下没有犯错, 宫里为什么还要? 说到这里, 林昭深呼吸了一口气, 抬头看向林昭, 把今日发生的事情大概说了一遍, 说完之后, 林昭抬头看向自己的族书, 低声道, 司公台无孔不入, 这件事的起因, 是李绪到哲家中, 问我宫中的情形, 被司公台得知之后, 顺水推舟, 做了这一场局, 小林叹花苦笑道, 我想不明白, 假如太子殿下没有犯错, 圣人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 做出这种事情, 如果仅仅是因为李绪过来问我圣人身体状况, 未免有些小题大做了, 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 袁达公也有些震惊, 他沉默了半赏之后, 才看向林昭, 微微叹了口气, 可能是因为, 圣人一直有些不喜太子, 皇帝与太子之间, 是有一些隐性矛盾的, 其中最大的矛盾, 是因为皇权的排他性, 而另一方面的原因, 则是, 皇帝有些不太喜欢自己这个有些软弱的嫡长子, 他是数子出身, 是靠一些不可说的手段, 登上地位, 性格自然比较强势, 再加上皇权的危机意识, 便渐渐有些不喜太子, 这一点, 从他培植康家就可以看得出来, 如今皇帝的身子突然垮了, 再培养一个继承人显然已经来不及了, 皇帝只能慢慢向太子让渡黄权, 但是事到临头了, 他还是想试一试自己的这个儿子, 说完这句话之后, 袁达公看向林昭, 微微叹了口气, 这件事, 三郎你做的有欠考虑的, 你去东宫报信之前, 应当到维叔这里来, 与维叔商量商量才是, 那会儿我已经初步的工了, 林昭也很无奈, 苦笑道, 当时魏忠就跟在我身边, 逼着我到东宫去, 迫不得已知下哲儿, 只能先去东宫, 照着司公台的一丝办事, 不过, 哲儿已经提醒了东宫, 今日也提醒了数次李续, 希望他们冷静一些, 不要干出什么不可收拾的事情, 林昭与李续说的那个笑字, 便是东宫破局的关键, 不管皇帝身体状况如何, 只要太子殿下恪守孝道, 便不太可能惹恼皇帝, 也可以安然过关, 袁达公面无表情, 他闭上眼睛思索许久, 然后轻声道, 我等是大洲的臣子, 自当奉行军事, 既然圣人吩咐了, 那么就按圣人的吩咐办, 且看东宫做何反应就是, 林昭犹豫了一下, 对林检问道, 七叔, 假如事后圣人要一处呢? 那决然不行, 袁达公语气坚决, 立敌立长是祖宗的规矩, 只要太子殿下不犯大错, 朝廷便不能一处, 作为传统的士大夫, 林检肯定是支持宗法制的, 林三郎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苦笑道, 希望太子殿下不要犯下大错吧, 说完这句话, 林昭在心里, 暗暗替林检感到担心, 敌长子这个东西, 在别的皇帝那里可能有用, 但是当今皇帝, 非敌非长, 如果硬要跟他提什么宗法制, 他可能会觉得, 是在嘲讽他, 皇帝一怒, 流血飘渍啊, 林昭闭上眼睛, 想起了甘露殿里, 那只看起来垂垂老矣, 行将旧木的并虎, 不由暗暗打了个寒战, 在平康坊待了一个多时辰之后, 林昭便坐着自己的马车, 回到了长兴坊, 洗漱了一番之后, 便进入了梦乡, 没有办法, 别的差事怎么样都有休木的时间, 各大衙门的主官, 甚至可以想, 怎么休息便怎么休息, 但是林昭不一样, 目前只有他这么一个起居郎在皇帝面前上班, 根本没有人能跟他换班, 只能每天都敢去甘露殿放龙, 颇为痛苦, 第二天一早, 林昭起床洗漱, 吃了顿早饭之后, 便坐上马车朝着朱雀门赶去, 值得一提的是, 这辆马车是他新买的, 因为长安城的面积实在是太大, 哪怕隔了三四个方, 也要走上很长一段距离, 因此, 住在长兴坊的林昭, 每天上班很不方便, 便托人在东市买了一辆马车, 花了他差不多三百万钱, 成为了有车一族之后, 还要雇人驾车, 毕竟这个年代, 官员自己驾车, 终究不太体面, 因此, 林三郎又花钱雇了一个司机, 给他驾车, 走了马车之后, 日常的通勤便舒服了不少, 林昭很快到了朱雀门门口, 顺利地进入了皇城之中, 平日里他进皇城之后, 都是镜子朝着宫城走去, 而这一天, 林昭就快要走到皇宫门口的时候, 突然一个温和的声音唤住了他, 是小林探花吗? 林昭停下脚步, 回头看了看, 只见一个看起来五六十岁的老人家, 一身紫衣至少是三坪以上的官员, 林昭犹豫了一下, 上前拱手道, 下官林昭敢问老人家是, 长安城里三坪以上的官员不是很多, 而且无意不是朝堂大佬, 就连林昭的七叔林俭也不过是勉强批子, 而且他是在物本方的国子剑上班, 并不是在皇城之中上班, 这老头眯着眼睛看了看林昭, 笑道, 小林探花不认得我, 林昭摇头, 苦笑道, 下官眼拙, 老头捋了捋自己花白的胡须, 淡淡地说道老夫曹松, 听到这个名字, 就连林昭也微微变色, 立刻再次低头行礼, 原来是曹世忠下官失礼了, 曹松, 郑氏堂诸相之一, 同时也是门下省的两个长官之一, 郑氏的官职应该是门下氏忠, 作为三省的长官, 即便是在郑氏堂里, 这位曹世忠说话也是很有分量的, 整个郑氏堂里, 也就只有崔家的宰相崔艳, 能够略微压过他一头, 不得不提的是, 林昭这个起居郎的差事, 虽然相对独立, 也没有什么人管束他, 但是他的这个职位, 却是挂在门下手的, 也就是说, 眼前这个身材高大的白发老人, 正是林昭的最高的部门领导, 曹世忠上下打量了林昭几眼, 微笑道, 听说林家西门双炭花, 在长安城里传为美谈, 只可惜一直没有见到, 今日总算是见到小林炭花了, 曹松捋着胡子, 微笑道, 小林炭花看起来, 比林济九还要俊美一些, 岳州林氏真是了不起, 这个时代, 做官也是看脸的, 一些长相不过观的, 连做官的门槛都过不去, 而朝廷在娶近世的时候, 一般娶最年轻, 容貌相对好一些的, 为炭花, 因此, 一门双炭花的概率, 甚至要小于一门双状元, 这就意味着, 当年的林简, 以及如今的林昭, 都是童年近世当中最年轻的一个, 林昭微微摇头, 开口道, 世忠过奖了, 只是侥幸而已, 曹世忠看了看林昭, 又看了看林昭前行的方向, 微笑道, 小林叹花, 这是要进宫去, 林昭微微点头, 开口道, 下官身为起居郎, 自然要入宫祭世, 说到这里, 他苦笑道, 提起这个, 不得不跟世忠诉一诉苦水了, 下官自从任起居郎以来, 每日入宫, 至今不曾有人与下官轮换, 还请世忠做主, 请门下省令外的起居郎来轮换下官, 皇帝身边祭世的, 一共有两个差事, 归属在门下省, 另一个起居舍人, 归属在中书省, 当然了, 这两个差事, 从某种意义上, 只是挂靠在两省而已, 实际上算是自成体系, 更多的是与史官接头, 曹丛微微摇头, 轻声笑道, 圣人除了小林叹花之外, 谁也不肯见, 这件事, 老夫也没有办法, 小林叹花, 还是快进宫去罢, 免得误了时辰, 说着, 这位曹相公, 伸手拍了拍林昭的肩膀, 笑道, 咱们同在一个衙门共识, 有时间的, 不妨来老夫家里走一走, 这就算是伸出橄榄枝了, 作为与崔眼一个级别的正式堂宰相, 曹丛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长安城一线大佬, 比起林简来说, 可以说是高出了不少, 林昭已经错过了与崔家的姻缘, 此时另外一位大佬伸出了橄榄枝, 他本来是没有拒绝理由的, 林三郎微微欠身, 对着曹丛低头苦笑道, 事中见谅, 下官每日都要进宫济世, 实在是脱不开身, 等这份差事哪天休目了, 下官一定登门拜访, 那就这么说定了, 曹丛中两只手拢在袖子里, 呵呵一笑, 长安城, 许多年没有出小林探花这种青年才俊了, 好了, 时辰不早了, 你快去宫中上职吧, 老夫也要去正式堂了, 曹丛中伸了个懒腰, 两只手背在了身后, 再不去, 崔相该骂人了, 说吧, 这位门下势中迈着步子, 朝着正式堂走去, 凌昭若有所思地看了看他的背影, 小声嘀咕了一句什么, 也进了宫门, 朝着甘露殿走去, 进了甘露殿之后, 凌昭照常坐回了自己的宫位上, 正准备铺开笔墨, 开始一天替别人写日记的工作, 他刚铺好自己面前的纸张, 突然听到一阵脚步声传来, 抬头一看, 已经颇为销瘦的皇帝陛下, 已经走到了自己面前, 凌昭连忙起身, 就要对着他下跪行礼, 老皇帝眯着眼睛, 伸手拦住了即将要下跪的凌昭, 声音有些沙哑, 昨日晚上, 老八去长心坊跟你说了什么, 皇帝陛下顿了顿之后, 再一次看向凌昭, 你们会面之后, 你又去了一趟平康坊见了凌昭, 圣人的目光有些破人, 你与凌昭说了什么, 凌昭额头冒汗, 深呼吸了一口气之后, 深深地低下了头, 回陛下, 陈没有与世子殿下说起甘露殿里的任何事情, 半个字也没有说, 他咬了咬牙, 低声道, 没有陛下允准, 陈是决然不敢乱说的, 皇帝陛下面无表情, 站在凌昭面前, 淡淡地看着他, 平康坊呢? 凌昭咽了口口水, 小心翼翼地看了皇帝一眼, 陛下, 灵祭酒乃是陈的叔父, 陈最近每日来甘露殿上职, 一直没有空闲去看他, 正好昨天出来喝了点酒, 便过去探望探望他老人家, 老实说, 面对当今天天下第一人的质问, 灵昭此时的压力非常大, 尤其是, 这位天下至尊, 目前的精神状态有些不太正常, 此时此刻, 灵昭觉得, 只要自己说错了一句话, 就会被司公台的人拖出去杖毙, 正因为如此, 他回答得很是谨慎, 的确, 灵简是他的叔父, 从这一层关系来说, 不要说灵昭去看了看灵简, 便是住在平康坊,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皇帝陛下两只眼睛密布血丝, 他声音沙哑, 缓缓开口, 如果不是灵简始终没有去见太子, 朕今日便会问你的罪过, 灵昭低头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尝出了一口气, 他知道, 皇帝的第一关自己算是过了, 他冷静下来之后, 微微欠身, 对着皇帝说道, 陛下, 臣虽然年纪不大, 但是一直是懂规矩的, 自进长安之后, 叔父便一直教导我, 要以君父为先, 太子殿下虽然是储君, 但毕竟不是君父, 这一点, 灵昭低下头, 声音低沉, 我岳州灵氏是分得清楚的, 圣人抬起头, 看了看灵昭, 冷冷一笑, 你那个叔父分得清楚否? 叔父自然分得清楚, 灵昭正色道, 他老人家虽然做过太子殿下的老师, 但是一直恪守君臣本分, 这些年从未偏袒过东宫半点, 这句话是正儿八经的实话, 灵简这个人说得好听一些是正直无私, 但是放在朝堂上, 其实有些古板, 当年在长安任户部侍郎的时候, 便没有给东宫带来多少方便, 就连太子殿下也埋怨过他, 不过因为这些年, 太子仪戏实在是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人物, 太子也没有办法放弃灵简这个老师, 灵简被贬折的时候, 他也只能在长安城里尽力斡旋, 圣人双目微睁, 看了看灵昭, 沉默了许久没有说话, 片刻之后, 他才缓缓开口, 你外祖, 今月就要起关了, 就在刚才, 皇帝还在问东宫的事情, 没想到他话锋一转, 却说起了郑温, 灵昭微微一愣, 低头道, 臣尚且不知此事, 赵熙传昨天回的长安, 今日准备一关去行阳, 你身为郑师的外孙, 去看一看吧, 圣人挥了挥手, 就要把灵昭赶出去, 灵昭缓吐出一口气, 开口道, 臣多谢陛下, 用不着谢震, 已经没有什么精神的皇帝陛下, 看了看灵昭, 灵昭面无表情, 记着, 东宫的事情, 你不要掺和, 静静地在一旁看着就是, 灵昭连忙点头, 臣, 不敢, 说完这句话, 他才告退, 离开了甘露殿, 等灵昭走远之后, 皇帝陛下坐在自己的软榻上, 默默地看着灵昭远去的方向, 若有所思, 一直站在皇帝身边的位中, 缓缓低头, 陛下, 要不要找人盯着灵昭, 皇帝犹豫了一番, 微微摇头, 罢了, 人事已尽, 接下来如何, 便看天意了, 说到这里, 皇帝有些疲惫地闭上眼睛, 看向了城东方向, 南南低语, 朕现在只希望, 他语气悠悠, 希望正式能够安息, 默要, 默要再来, 纠缠朕了, 说完这句话之后, 他便没有再说话, 闭上眼睛, 一言不发了, 如果是接受过唯物主义教育的人, 此时多半会对鬼魂之说不屑一顾, 但是皇帝毕竟是这个时代土生土长的人, 他原本或许对鬼神之说将信将疑, 但是经过这几个月的梦魇, 此时这位皇帝陛下, 已经对鬼神的存在深信不疑, 他就是觉得, 是当年的郑温, 阴魂不散, 来找自己寻仇了, 正因为如此, 他才会突然对当年的所作所为, 生出了愧疚之心, 因此才在垂暮之年, 想方设法进行补救, 当然, 皇帝这些想法, 究竟是客观存在, 还是道果为因, 就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了, 见皇帝不再说话, 一旁的胃中微微欠身, 低头道, 陛下, 老奴去一趟司工台, 看看东宫那边有没有什么动静, 圣人仍旧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 淡然道, 去罢, 另一边的林三郎, 劫后余生一般逃出了甘露殿, 然后一溜淹出了皇城, 此时, 他雇的那个马夫, 早已经驾车回了长兴坊, 临朝也就没了马车可以坐, 好在他现在还年轻, 一路跑回了长兴坊, 回到了自家院子里之后, 已经气喘吁吁, 他在院子里, 找到了正在摆弄花草的林二娘, 不住喘气, 林二娘心疼儿子, 连忙端了一碗凉水过来, 林昭一大口凉水喝下肚, 缓过来不少, 对着母亲断断续续地说道, 啊, 阿娘, 玉珍关的道士, 已经开始迁移祖父坟营了, 您要不要去看一看, 林二娘早已经知道了, 父亲即将迁坟回行阳的消息, 文言并没有太过震惊, 只是微微叹了口气, 轻声道, 按理说, 这种场面不该为娘去的, 只是你几个舅舅, 现在不知道去了哪里, 他面带哀伤之色, 我同你一道去吧, 林昭点了点头, 把母亲扶上了马车, 马车晃晃悠悠出了城北, 一路朝着东城门瑞明门走去, 到了接近中午的时候, 母子俩终于到了东城门, 出了城之后, 林昭向父亲的百姓打听了一番, 附近哪里道士最多, 很快就有人给他指路, 说前面有上百个道士, 正在祈福念经, 超度亡灵, 林昭连忙带着母亲走了过去, 只见长安东城郊的一处荒地, 此时已经被挖开了一个足有五丈方圆的深坑, 坑身也有一丈有余, 有一口棺材, 静静地躺在深坑中央, 此时, 深坑里, 大概有一百多个名夫, 正在四下忙碌, 准备起关, 深坑上面, 好几十个玉珍官的道士, 围着深坑盘膝而坐, 有些人在念经, 有些人在焚烧俘禄, 其中一身白衣的赵天师, 正在深坑附近设谈做法, 批发杖监念念有词, 试图消弭着棺材之中的怨气, 深坑旁边除了这些道士之外, 还有几十个附近的老百姓, 正围着深坑围观, 一轮不休, 林昭领着母亲, 来到了深坑附近, 看到了深坑之中的棺材之后, 原本还沉得住气的林二娘, 眼眶又骤然变红, 静置跪在了地上, 林昭跟着林二娘一起, 跪在深坑旁边, 不过他眼睛间, 突然看到了名副之中, 似乎有几个熟悉的身影, 他伸手拉了拉林二娘的衣袖, 低声道, 阿娘你看, 林二娘用袖子擦了擦眼泪, 顺着林昭手指的方向看过去, 只见一众名副当中, 有一个身材有些瘦弱的中年男子, 正在小心翼翼的奇观, 中年男子附近, 还有两个年纪相仿之人, 都戴着帽子, 掩住了额头上的刺青, 林二娘见到此情此景, 有头看了看林昭, 微微叹息, 你的三个舅舅都到了, 在这个时代, 老人家千坟洞土, 肯定是要儿子到场的, 况且, 郑通一早就知道了这个消息, 他本人甚至就一直在行阳等着, 不可能不来参与这一次一关, 原本林昭以为, 三个舅舅当中, 只有郑通一个人会到场, 其他两个散落在大洲各地的舅舅, 可能来不及赶回长安来, 不曾想他们三个同统到齐了, 其中, 林昭的伍舅正茂, 原先应该是在北疆, 这么短的时间, 就能从北疆赶回来, 一定是吃了些苦头的, 林昭与林二娘一起在上面观望了一会儿, 林昭回头看了看母亲, 轻声道, 阿娘, 你在这里等着, 我下去瞧一瞧几位舅舅, 说着, 林昭把身上的深绿色官服吞了下来, 递到林二娘手里, 便开始慢慢走下这个深坑, 按照大洲律, 损物官服, 观应者都是要吃罪过的, 因此, 林昭在下坑之前, 林昭本舅年轻, 身子骨灵活, 三两下就下到了深坑底部, 此时郑通等三人, 分别在棺木的一角挖土, 拱卫着郑温的棺材, 也算是给老人家服官了, 林昭靠近郑通, 压低了声音, 二舅什么时候回的长安, 郑通这会儿, 满头都是汗水, 他扭头瞥了一眼林昭, 尝出了一口气, 与那个道士一起, 郑大老板已经许多年不曾做这种体力活了, 在这里干了一上午, 满头都是汗水, 他用袖子抹了抹汗, 轻声道, 三郎你怎么过来了, 这里用不着你帮忙, 说着, 郑通看了看上面的林二娘, 微微叹了口气, 你带着你娘回家歇着去吧, 等我们几个舅舅, 把你外祖的尸骨, 在行阳安葬好了, 你再领着他, 去行阳磕个头就行, 林昭看了看这口, 看起来规格并不低的棺材, 微微摇头, 我也在这里帮帮你们吧, 只当是我替母亲出一份力, 这个时候, 棺材基本已经全部挖出来了, 已经有十几个名夫, 开始在棺材上绑绳子, 没过多久, 绳子绑好, 十几个人在坑上面拖拽, 二十多个人在下面捧拖, 当初郑家出事的时候, 郑温是直接死在了那场变故之中, 由司工台负责掩埋, 毕竟是权亲一时的宰相, 郑温的棺材用料极好, 颇为沉重, 林昭与郑通等人在深坑下面, 一起奋力拖举, 再加上上面的人用力拉拽, 几时上百个人通力合作之下, 也用了将近半个时辰时间, 才把这口棺材拉到了平地上, 成功装上了马车, 因为棺木沉重, 马车的车轮都要骨铁, 而且一匹马肯定是有些吃力的, 要两匹好马一起拉这口棺材, 费了半天功夫之后, 棺材终于装上马车, 一行人早已经累得筋疲力竭, 坐在地上不住喘气, 郑通不顾辛苦, 又亲自去绑好绳索, 一切都弄好了之后, 这位郑大老板才回到了林昭等人面前, 也一屁股坐了下来, 他扭头看向林昭, 微笑道, 三郎虽然不姓郑, 却比邢阳那些郑家人有心多了, 林昭这会儿已经休息得差不多了, 文言微微摇头, 对着郑通问道, 二舅, 这些日子都在邢阳, 可有什么收获? 收获自然是有一些的, 郑大老板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轻声道, 邢阳正是现在没落的厉害, 举家上下都没有什么厉害人物, 不要说长安城什么官面上的人物出手, 就连我的大通商号, 现在也可以随意拿捏他们, 这段时间我在邢阳, 已经把邢阳正是的情况摸索得差不多了, 父亲的尸骨移回了邢阳, 这几年我都会在邢阳待着, 说到这里, 郑通微微一笑, 开口道, 再过两年, 邢阳正是还是不是郑庄的郑, 便不一定了, 几个人当中, 鼠林昭的武就郑猫最胖, 他干了半天的活, 正坐在地上不住喘气, 等郑通说完之后, 这个胖胖的郑老板, 才在怀里摸索了一会儿, 最终摸出了一个信封, 静直递在林昭手里, 来大外圣, 这是舅舅给你准备的礼物, 林昭低头看向手里的信封, 愕然道, 武就, 这是什么, 郑茂眯了眯眼睛, 本就有些小的眼睛, 几乎看不见了, 他笑眯眯地说道, 这是大通商号在北江的详细情报, 这几年时间, 大通商号与北江的几个节度史, 都有来往, 近两年时间, 属康东平动作最为频繁, 二兄说, 北江的情报可能对你有用, 我便统统给你带到长安来了, 林昭面色古怪, 低头看了看, 自己手里并不是的特别厚实的信封, 武就, 北江的消息就只有这些, 这是一些纲要, 郑茂眯了林昭一眼, 有些无奈地说道, 具体的东西, 恐怕要装上一大箱子才行, 哪里能够带在身上, 因此, 我便让人整理出了一些纲要, 先送到你手里, 听到这句话, 林昭才苦笑着看了一眼手里的信封, 对, 原来这是目录, 他正要开口说话, 就听到郑茂继续说道, 具体的情报, 已经有人陆续送到长安城里来, 你可以去重画坊的大通柜房调取, 这个郑胖子严肃道, 记得只能去重画坊的大通柜房才行, 这东西比较隐秘, 不能放在普通的柜房之中, 林昭点了点头, 把信封收进了自己怀里, 对着郑茂微笑道, 多谢武就, 一家人用不着客气, 郑茂再一次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笑道, 咱们兄弟几个, 就你这么一个大外甥, 自然要多照顾照顾, 他刚说完话, 一旁话不是很多的老三郑瑶, 也看了林昭一眼, 轻声道, 听二兄说, 三郎你现在还跟五娘一起在长安令屋, 因此, 我在年前给你们母子置办了一套宅子, 也在长新坊里, 这会儿已经在翻修了, 平时不苟言笑的郑瑶, 努力对着林昭露出一个笑容, 就当是我补给三郎的见面里, 他一块黑色的牌子, 可以让他在一定范围内, 使用大通商号的资源以及力量, 但是另外两个舅舅,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便没有准备东西, 后来都说要补给林昭, 听到三郎要给自己买房子, 林昭一时有些愣住了, 他摇头苦笑道, 三郎, 这不太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的, 郑瑶面色平静, 开口道, 因为怕张扬, 所以才在长新坊给你置办宅子, 不然便在平康坊重人坊置办了, 同属长安城, 108坊的房价各不相同, 一般来说, 城北要比城南地段好一些, 城北除了那些皇家居住的坊之外, 就属平康坊与重人坊最为热闹, 林昭有些惶恐, 郑要开口说些什么, 忽然看到后面玉珍官的几十个道士, 从法师坛上起身, 与一众名夫吩咐了一声之后, 就准备启程离开长安, 听到队伍要走, 郑家三兄弟连忙准备了一番, 准备随玉珍官的道士, 一起扶官回邢阳, 临别之前, 郑通深深拍了拍林昭的肩膀, 开口道, 郝生待在长安, 有什么事情了, 便给邢阳写信, 郑瑶目光平静, 有缘再见, 而郑茂就要活泼许多, 他对着林昭露出了一个真诚的笑容, 下一次等三郎成婚, 我们兄弟再回长安来, 关木起走之后, 金兆府争调过来的名夫, 又合力把这个深坑填上, 林昭与林二娘坐在马车上, 把运送官木的车队送到了城东, 一直送到城外十里左右, 马车才停了下来, 林二娘走下马车, 见车队渐渐远行, 他轻轻叹了口气, 回头看向身边的儿子, 轻声道, 希望你外祖的在天之灵能够安息, 林二娘语气轻柔, 微微叹息, 传说如果魂魄有心愿未了, 便会停留在人世, 不肯离去, 你外祖这些日子一直纠缠着皇帝, 想来也颇为耗费心力, 逝者已已, 林二娘目光有些哀伤, 我只希望他老人家能够好生投胎去, 莫要再为人间的事情耿耿于怀了, 这些日子, 林昭频繁出入恭敬, 其中的理由自然是跟林二娘提过了, 得知皇帝整日梦到正温, 睡不安寝之后, 他便笃信是自己父亲的魂魄, 来寻皇帝偿还当年的怨仇, 不过他还是不想父亲因此在人间久留, 毕竟传说之中, 魂魄如果久留阳世, 便没有办法再脱胎转世, 重新做人了, 林昭站在母亲身侧, 也跟着叹了口气, 阿娘, 你相信鬼神之说吗? 信, 怎么不信? 林二娘平静的语气之中, 带着一丝坚定, 皇帝整日睡不着觉, 怎么偏偏你去在他身边坐着, 他便能睡得着了? 你外祖就在长安城里, 这座城里的是非公道, 他老人家都看着呢, 其实到现在, 林昭也开始怀疑到底有没有鬼神存在, 他缓缓摇头, 没有再说话, 在城外站了一会儿之后, 林昭便与林二娘一起上了马车, 回到了长安城里, 此时已经是下午时分, 林昭便没有再回甘露殿上班, 而是回到了自己家中, 好好地睡了一觉, 这些日子, 每日去甘露殿放龙, 的确有些辛苦, 就在林昭在家中熟睡的时候, 远在皇城的东宫之中, 一身紫衣的李絮正垂手站在太子身侧, 微微低头, 皇兄, 玉珍官的那些人, 已经离开长安城了, 他们起官的时候, 林, 林三郎与他母亲都在场, 林昭还亲自下了木坑, 帮忙抬官, 弄得一身污泥, 太子殿下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微微皱眉, 那口棺材里, 埋的到底是谁, 不止玉珍官的道士, 几乎清朝出动, 甚至经兆府都出面争调了名夫, 玉珍官是长安城里最出名的几个道观之一, 观主甚至被朝廷封为了天师, 一般是皇家的御用道观, 这一次, 竟然几乎出动了全部道士, 来给一个不知名官墓做法事, 李旭站在太子殿下身侧, 有些无语, 皇兄, 林三郎母亲的身份, 咱们也曾经查过, 应该是与当年的郑家有关系, 这一次, 这口不知名官墓宜官, 是司公台的人出面所为, 而林昭母子既然到场, 那么这口棺材里所埋之人的身份, 并不难猜, 世子殿下缓缓吐出一口气, 开口道, 应该是二十多年前, 那位执掌中书的正相, 二十多年前, 不管是太子殿下, 还是世子李旭, 都年纪还小, 他们对郑温自然是不熟的, 后来正相的事情, 被朝廷严密封锁, 像林俭之类的后来人, 也无从得知当年的真相, 而太子殿下, 也只是偶尔听说了一些当年正相的事迹, 不过后来, 李旭在查林昭身份的时候, 便查到了林昭的母亲林二娘, 后来顺着线索查下去, 便知道了二十年前的行阳正事, 他们两个, 毕竟是长安城里最顶尖的那一批衙内, 虽然无从得知当年的真相, 但是查得大概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因此, 李旭已经知道了一些当初行阳正事的事情, 李旭知道, 太子殿下自然也是知道的, 不过这二十年前的宰相在现在, 基本没有了什么用处, 因此, 他就没有怎么放在心上, 听到李旭这番话, 太子殿下点了点头, 恍然醒悟, 想起来了, 那个二十年前的宰相, 李旭微微点头, 开口道, 如果陈帝没有查错的话, 这位姓政的宰相, 当年应该是, 应该是陛下的老师, 当年的事情, 因为朝廷封锁及严格, 二十年过去, 到现在已经太过模糊, 林昭之所以能看到个大概, 是因为他接触了大量当事人, 包括郑家三兄弟, 林二娘, 以及丹阳长公主, 歧视到, 还有宫里的那一对主仆, 旁人, 即便是李旭这种长安城里天花板级别的崖内, 关于郑温的事情, 也只能隐约查到知灵骗兆, 他是处罪而死, 死了之后, 也没有人知道他埋在了哪里, 如今司公台突然将他挖了出来, 如此大张旗鼓的牵坟, 说到这里, 李旭顿了顿, 抬头看向太子, 沉声道, 应当是陛下的主意, 听到李旭这最后一句话, 太子殿下眼角抽动, 笛声道, 八弟的意思是, 父皇他没有病重, 这个倒也未必, 李旭深呼吸了一口气, 笛声道, 先前灵昭的言辞闪烁, 我便有些怀疑陛下的病情到底有没有他说的那样严重, 可后来皇兄你也去甘露殿看过, 陛下的确枯瘦如柴, 如今, 司公台突然出面做这件事, 可能, 可能是陛下心中一见未了的心愿, 这趟千坟的马车, 我派人查了, 应当是去那位正向老家咸阳, 前些日子, 林昭突然从长安城里消失了一段时间, 瞻世府那边说他去扮黄差去了, 如今看来, 他应该也是去了一趟邢阳, 说到这里, 李旭微微叹了口气, 皇兄, 如今局势颇为复杂, 种种迹象都不是如何分明, 依我看, 皇兄你已经进入正式堂, 将来坐上地位, 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姑自然可以等的, 太子殿下从自己的位置上缓缓起身, 他看了李旭一眼, 声音有些沙哑, 但是康东平未必等得了, 从去年, 他就开始公然接触一些异族, 明面上说是替大洲微服四方, 暗地里到底在干什么, 谁也说不清楚, 说到这里, 太子殿下闭上眼睛, 低声道, 太医属的胡太医, 拿捏到把柄了吗? 李旭微微摇头, 低声道, 他家的儿子, 咱们的人已经在接触了, 不过此时与他谈话, 还有些为时过早, 太子殿下缓缓点头, 低声道, 太医属里, 只有他进过甘露殿, 给父皇请过卖, 跟他说明白, 咱们只是想知道父皇的身子状况而已, 李旭微微点头, 太子殿下顿了顿, 继续说道, 再有就是, 想办法让姑, 跟林昭私下里见上一面, 要隐蔽一些, 说到这里, 太子有些疲惫地, 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 宫不见得如何了, 原本是一座废弃的王府, 此时还在翻修之中, 太子微微点头, 多盯着一些, 魏王府, 就是圣上第六字礼祭的府邸, 只不过因为朝廷宣布, 魏王开府的时间没有多久, 宫不至今还在赶建位于通话坊的魏王府, 太子殿下让人盯着这座王府, 很显然是要让人盯着那位即将出宫开府的魏王, 毕竟目前整个朝堂里, 太子殿下就只有这么一个威胁, 更重要的是, 这位即将出宫的魏王殿下, 在北疆有一个很厉害的娘舅, 因此自然被太子殿下视为眼中之钉, 至于太医署的胡太医, 则是太医署负责给皇帝准卖的两个凤玉之一, 自从圣上染阳布里正式以来, 太医署里只有胡凤玉一个人, 经过甘露殿, 给皇帝请过卖, 当然了, 这两件事情, 只是东宫目前所做的诸多准备之二, 如今的东宫, 正在全力准备太子即位的事情, 忙得不可开交, 相对于忙碌的东宫来说, 凌昭的生活虽然不悠闲, 但也不算太过忙碌, 他只是每天按时去甘露殿上班, 观察一天皇帝之后, 在纸上写上自己的观察报告了事, 很快, 时间就到了前德十年的六月, 天气已经十分燥热, 穿着一身深绿色官服的凌昭, 走在宫城之中, 不由额头生汗, 好在甘露殿里有冰块响鼠, 不景不热, 反而有了一些阴凉之气, 在甘露殿待了大半天, 睡榻上的皇帝睡醒之后, 已经到了下午, 皇帝陛下从软榻上苏醒过来, 看了看殿外的天色之后, 忽然静急思动, 对着一旁的大太监缓缓开口, 今日天气不错, 去花园走一走, 胃中连忙低头, 吩咐人给圣人更衣, 再安排碾架, 浩浩荡荡出了甘露殿, 皇帝走了, 凌昭这个观察员自然也要跟着, 凌昭只能跟在皇帝身后, 一起进了皇宫的后花园, 因为是皇家园林, 皇宫的花园占地极大, 各种奇花异草数不胜数, 平日里也有专门的工人负责打理维护, 此时虽然已经是夏天, 还是有不少花朵正在盛开, 很快, 皇帝陛下便被喷抬到一处凉亭下面, 这位脸色苍白, 已经很是瘦弱的皇帝陛下, 坐在凉亭下面, 微微眯着眼睛, 享受着这难得的惬意, 过了好一会儿之后, 他才缓缓睁开眼睛, 声音低沉, 灵昭, 灵三郎浑身一震, 立刻上前对着皇帝躬身行礼, 陛下, 皇帝回头瞥了一眼灵昭, 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给朕做个女婿如何, 听到这句话, 灵昭不由瞪大的眼睛, 皇帝的女儿便是大洲的公主了, 皇帝这句话的意思是, 让他做李家的驸马, 大洲的驸马并没有太多限制, 甚至可以继续参政, 除了不能纳妾之外, 便没有额外的坏处了, 但是按照一般的规矩来说, 帝女即便下嫁, 也是嫁给宰相之子, 或者勋贵之子, 灵昭叹花郎的身份虽然难得, 但是在长安城里, 是远远不过迎娶一个公主的, 灵昭苦笑道, 多谢陛下厚爱, 臣已经身负婚约, 再有几个月便要准备成婚了, 做了驸马, 便能衣食无忧一辈子了, 皇帝看向灵昭, 开口道, 你便不心动吗? 老实说, 如果是个太平盛世, 在长安城里做个驸马,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如今, 大洲并不太平, 边疆的隐患暂且撇开不提, 就连长安城此时, 也不是如何稳定, 假如灵昭迎娶的某个帝女, 在跟六皇子有什么牵连, 到时候新皇登基, 他灵昭最好的下场, 也是罢官夺职, 灵昭微微低头, 开口道, 陛下, 陈在山音时, 便与谢家姐姐定下婚书, 如今婚约将近, 他也随着陈到了长安城里, 陈在这个时候毁约, 灵三郎抬头看了看皇帝, 继续低头道, 那便与禽兽无异了, 说到这里, 灵昭顿了顿, 然后继续说道, 跟在陛下身边这妖牛, 陈多少也能够知道一些, 陛下的所思所想, 陛下此事无非觉得, 是对不住当年的正相, 想要用这种方式, 来补偿陈这个正家的后人, 灵三郎深呼吸了一口气, 对着皇帝恭敬恭守, 陛下, 陈以为陛下之病不在外因, 而在自身, 只要陛下心神能够稳固下来, 身上的病症或可不要而至, 皇帝静静地听完灵昭的话, 并没有开口回应, 而是回头看了一眼魏忠, 淡淡地说道, 去别的地方, 魏忠微微点头, 一挥手, 就有几个小太监上前, 抬着碾架在花园之中穿行, 灵昭没有办法, 只能跟在碾架后面, 一步一驱地跟着, 碾架在天子后花园里走了一会儿, 来到了一处空地之中, 看起来像是轿场一般, 不过空地上插了两根竹子, 两根竹子中间用麻绳之网, 看起来已经与后世的足球场没有太大分别, 此时, 一个看起来十四五岁的少年人, 正在这个球场之中, 与一众同龄人足球嬉戏, 看场上的情况, 应该是两个皇子各带了两个宦官, 三三对抗, 这是簇居, 簇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 发展到大洲已经出现了充气的足球, 与后世足球唯一不同的是, 这个时代的球场, 一般是单球门, 以双方攻球数量取胜, 簇居在长安城里非常盛行, 各大王府或者公主府里, 都会有这么个球场, 一些皇家宴会举办的时候, 甚至也会有表演性质的球赛, 两个皇子都是十五岁左右的年纪, 各带着身边的两个身强力剑的小宦官, 在球场上踢得不亦乐乎, 而此时, 圣人的碾架就停在高处, 有些干枯瘦弱的皇帝陛下, 目光看向球场上追逐打闹的少年们, 一时间有些失神, 过了许久之后, 他才淡淡地开口, 灵招, 灵三郎正站在一旁看踢球, 闻眼打了个机灵, 立刻来到皇帝身边, 微微欠身, 陛下, 看清楚, 认认人, 灵招有些疑惑地, 看了看球场里的几个人, 开口问道, 陛下的意思是, 圣人微微眯了眯眼睛, 便没有再说话了, 站在旁边的位中, 很是了解皇帝的心思, 这位大太监把灵招拉到一边, 指着正在球场上飞奔的几个人, 面无表情, 这是陛下的六皇子与七皇子, 灵招这才明白了皇帝的意思, 他有些无奈地说道, 魏公公, 哪边是六皇子? 蓝色狐衣的那个, 所谓狐衣, 一般是只锦绣的衣服, 这个时代男子促居, 自然穿不了宽绣华服, 灵招把目光看向球场之中, 只见的确有一个看起来十四五岁的少年人, 身着深蓝色锦身衣, 满头汗水仍在场上飞奔, 灵招微微叹了口气, 低声道, 我记下了, 经上多子, 光皇子就有十五六个, 最小皇子只有八九岁而已, 而诸多皇子之中, 将来最危险的便是这位六皇子礼绩, 当初皇帝为了钳制东宫, 刻意把康家扶植起来, 与东宫唱对台戏, 这位六皇子在坊间, 甚至一度有要成为新太子的传闻, 正因为如此, 太子殿下不可能不记恨他, 这不是宽容与不宽容的问题, 这是一山不容二虎的问题, 哪怕是李二在皇权面前也有杀凶弑地, 甚至屠戮折的时候, 皇权面前没有什么温情可言, 因此只要太子殿下登基, 那么这位六皇子就一定会死, 康东平与康东来兄弟这些年在皇帝的纵容之下, 胡作非为, 死有余辜, 甚至于那位后宫的康贵妃也不是全然没有罪过, 但是这位六皇子却是没有什么罪眼的, 因此, 老皇帝在垂暮之年, 除了放不下曾经一路引领他的老师之外, 另外一个放不下的便是他的这个儿子, 如今太子慢慢接掌皇权的程序已经启动, 不太可能再停止下来, 也就是说, 这位六皇子将来在官面上, 绝然没有活下来的可能, 唯一一条活路便是在江湖上, 林昭在官面上的能力绝对是保不住六皇子的, 但是他在江湖上的势力却不小, 别的不说, 单单一个遍布天下的大通商号便是一股极其庞大的势力, 只要宫里配合便可以绕过东宫的耳目, 把这位六皇子从庙堂送进江湖, 以大通商号的能力, 藏一个人可以说是轻而易举, 这也是当初林昭升官付出的代价之一, 他盯着场中那位正在醋聚的六皇子看了看, 然后便走到皇帝身边, 微微低头, 陛下, 臣, 记下了, 皇帝恩了一声, 微微低头, 你替朕办好这件事情, 朕不会让你吃亏, 当然了, 这个行为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六皇子这个人不可能凭空消失, 如果突然失踪了, 将来的新军多半会找寻不休, 一旦发现什么蛛丝马迹, 牵连到林昭头上便是一个很难消磨的罪过, 这么危险的事情, 只换到一个六瓶起居狼, 林昭自然是非常吃亏的, 听皇帝这句话的意思是, 后面还有东西补偿给林昭, 林三郎微微欠身, 功声道, 为圣人办事是臣子的本分, 没有吃亏不吃亏的说法, 圣人没有扭头看他, 而是依旧看着醋居场, 文言淡淡地说道, 这个世道上, 无论是什么事情, 背地里都有买卖在, 皇帝也好, 宰相也罢, 让别人吃亏吃得很了, 别人便不同你做生意了, 说完这句话, 他微微侧头看了林昭一眼, 继续说道, 郑可不能让你吃亏了, 他有些疲惫地闭上眼睛, 声音也带了一些沙哑, 郑已经行将就目了, 原本便对不住郑师, 再让你吃了亏, 过些日子下去, 便更见不得他了, 说吧, 圣人对着魏忠挥了挥手, 郑累了, 回甘露殿吧, 魏忠连忙点头应试, 回头吩咐了一番, 几个小太监重新把皇帝抬了起来, 回到了甘露殿, 圣驾回甘露殿的时候, 差不多已经到了申时, 距离林昭下班的有时, 还有一个时辰时间, 皇帝陛下很大方地挥了挥手, 你也不用在甘露殿里伺候了, 且回去吧, 这些日子也辛苦你了, 林昭从自己的宫位上起身, 对着皇帝欠身行礼, 多谢陛下, 能够提前下班, 自然是好事, 他收拾了一番矮桌上的笔墨纸燕, 便起身离开了甘露殿, 刚走到甘露殿门口, 就听到背后有人在说话, 且住, 林昭回头, 看到大太监, 魏忠正站在自己身后没有多远, 他脸上挤出一个笑容, 笑着说道, 魏公公太客气了, 用不着你出来送我, 一般大臣见皇帝, 因为地位悬殊, 慈别的时候皇帝是不用相送的, 只有一些地位极高的大臣, 或者是皇帝的长辈, 分别的时候, 皇帝才会让身边的太监送一送, 如今整个长安城里, 应该只有那位尚书蒲叶催眼, 有这个待遇, 魏忠淡淡地瞥了林昭一眼, 面无表情, 咱家没有与你说笑的心情, 是有些事情与你交代, 林昭停下脚步, 看了看这个面色严肃的大太监, 有些无奈, 魏公公请说就是, 魏忠两只手背负在身后, 语气平静, 你随我来, 没办法, 大内总管开口说了话, 林昭只能乖乖地跟在他身后, 没过多久, 就进到了甘露殿里一个极为偏僻的房间里, 等林昭进了这间房间之后, 魏太监顺手便关上了门, 然后坐在了房间里的椅子上, 林昭在房间里左右看了看, 只见这间房间颇为狭小, 除了一张床之外, 便只有一张桌子, 两把椅子, 以及桌子上的一壶茶水, 林三郎有些诧异, 魏公公, 这是你的住处, 像这种房间规模, 甚至还不如大户人家的下人, 魏太监自己给自己倒了杯茶, 并没有给林昭道, 他低头抿了一口, 面色平静, 算是吧, 这是我在甘露殿的职房, 魏太监的意思是, 他在宫里另有住处, 只是皇帝睡在甘露殿, 需要他伺候的时候, 他便睡在这里, 喝了一口茶之后, 魏中抬头看向林昭, 声音有些沙哑, 下面咱家跟你说的话, 你要听好了, 这个老太监闭上眼睛, 缓缓开口, 再过些日子, 六皇子会染上一场重病, 听到他这句话, 林昭便知道了,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无非是六皇子染病暴毙, 然后借此假死脱身, 这是常规操作了, 林三郎有些无奈地苦笑道, 公公, 这种手法虽然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是不是太过突兀了一些, 六殿下好好的, 突然生了重病, 难免引起东宫怀疑, 来不及慢慢安排了, 老太监微微皱眉, 低声道, 再过些日子, 这件事情便不太好做了, 林昭摇了摇头, 沉声道, 魏公公, 依我看这件事, 还是从长记忆为好, 但是将来只要有人一查太医术, 这件事情便会原形毕露, 最后追查到我身上, 我一死倒是小事, 六皇子再受到牵连, 便不好了, 老太监抬头撇了撇林昭, 冷哼了一声, 明明是自己未死, 话说的却是好听, 你放心, 现如今司公台可以把这件事做得稳稳当当, 不会留下什么破绽, 老太监声音平静, 如你所说, 便是不考虑你, 也要考虑六皇子的周全, 该处理的人, 司公台都会处理干净, 他抬头看向林昭, 缓缓说道, 你是灵俭的侄子, 将来太子殿下追查此事, 也不会怀疑到你的头上, 希望你, 魏中声音沙哑, 能够尽心, 林昭在魏中的职房里, 待了小半个时辰之后才出来, 这小半个时辰里, 魏太监大致跟林昭商量了, 关于六皇子假死脱身的事情, 眼下单凭林昭一个人, 是没有办法跟司公台合作完成这件事的, 因此, 他回到家中之后, 便开始给行娘的二舅写信, 此时, 他需要长安城的大通商号帮一帮忙, 写完了这封信之后, 林昭便仔细地封好信封, 放在了一边, 准备第二天送到驿站去投递, 因为今天下班比平日里要早一些, 写完信之后, 天色都还没有黑下来, 林昭收好信之后, 与母亲打了个招呼, 准备去谢家串门, 他刚走到自家院子门口, 迎面便看到了一个小厮走了过来, 这小厮任的林昭, 见到了林昭之后, 连忙低头, 林公子, 我家公子今日在归云楼设宴, 请您过去呢, 林昭也认得这个小厮, 他原先是齐轩身边的书童, 不过齐轩进太学读书之后, 他没有办法跟进国子健, 便与齐轩见面不多了, 林昭也只见过他两三面, 林昭接过这份请帖, 确认是齐轩的自己之后, 略微犹豫了一番, 然后点头道, 你回去告诉齐兄, 就说我稍后就到, 如今的林昭, 身份不比从前了, 作为为数不多的几个能随时面军的人, 现在长安城里, 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要请他吃饭, 这其中甚至包括了尚书蒲叶催眼的邀请, 不过因为特殊时期, 林昭只能把这些宴请一一谢绝, 不过齐轩不一样, 如今在长安城里, 林昭与齐轩的关系最好, 除了私交之外, 当年以二学社的三个人, 如今都已经进入朝堂, 林昭这一年多时间, 从一届白身做到了六瓶起居狼, 可以说是平步青云, 而齐轩与周德两个人, 背后都有莫大的政治能量, 这三个同一学社的摄友, 将来注定在朝堂上守望相助, 因此, 从他们离开国子舰之后, 便很有默契地, 每隔一段时间在归云楼聚一聚, 目的就是为了维系这份情分, 不管怎么样, 归云楼还是要去的, 林昭在谢家待了半炷香时间, 与谢戴然说了会话, 便动身前往归云楼, 归云楼距离长兴方并不算远, 很快他就到了归云楼, 被归云楼的小厮请上了二楼的雅间, 当他走进去的时候, 齐轩与周德两个人都已经到了, 见林昭进来, 周胖子坐在原地不动, 咧嘴一笑, 听说长安城里, 现在最难请的便是老三尼了, 这样说来, 还是我们兄弟有面子, 能请到老三尼吃饭, 相比于周德, 齐轩罕见的有些拘谨, 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脸上挤出一个笑容, 三郎到了, 林昭走了进来, 对着两个人露出笑容, 不是我吹嘘, 前些日子宰相请我吃饭, 我都没有去, 也就是二位兄长的面子, 不得不给, 听到这句话, 三个人都是面带笑容, 林昭坐下来之后, 便看向周德, 开口问道, 周兄前些日子说要去公布, 如今是个什么情形, 别提了, 周德自己闷声喝了口酒, 有些郁闷地说道, 老子身上原就有一个七品的散官, 原本以为到了直思衙门之后, 能给个六品, 至少也是给个七品官, 不成想只给了一个从八品下的主事, 周胖子颇为恼火, 看向两个摄友, 吐槽道, 你们两个, 一个是六品的起居郎, 另一个也是七品的参军, 就我一个从八品, 好生没有面子, 林昭还没有说话, 一旁的齐轩便白了周德一眼, 散官与实质哪能一样, 你身上只是个七品的散官, 我原先的散官是五品, 朝廷真能给个五品官给我, 说到这里, 齐大公子语气有些不屑, 我与三郎都是正经近视公民出身, 你连太学三年也没有上完, 全靠着父亲于音, 能给你一个八品十职, 已经是周尚书天大的面子了, 周胖子文言也不生气, 只是黑黑一笑, 如果是去立部护部, 给个主事导也罢了, 但是去公布, 从八品就低了一些, 说到这里, 这个胖子小声嘟囔道, 再有就是, 刚到公布没有几天, 上面的那些老头, 便让我带人去通话房翻修王府, 偏偏工期还催得紧, 这些日子, 我天天在通话房盯着, 周胖子叫苦不迭, 现在还是夏天, 每日烈阳暴晒, 都把我晒黑了许多, 听到他这句话, 齐轩与凌昭都有些无语, 周兄你看起来, 与从前似乎没有什么分别啊, 不知道是天生的, 还是后天形成的, 周得一直就很黑, 先前在国子监的时候, 旁人都叫他黑胖子, 如今, 凌昭还真没有看出来, 他跟从前有什么分别, 齐大公子也呵呵冷笑, 这私得了便宜还卖乖, 翻修王府不是什么小事, 多半是他父亲的面子, 公布才把这个差事丢在了他的头上, 不然公布那么多人, 哪里用得到他一个小小的从八瓶主事, 周胖子对着两个设友眨了眨眼睛, 嘿嘿一笑, 辛苦是辛苦了一些, 不过多少比从前阔绰了一些, 今天这顿我请, 齐大公子鄙视的看了他一眼, 林三郎撇了撇周得, 笑着说道, 周兄不是要做清官吗? 我自然是清官, 周胖子振振有词, 公料, 公钱, 我一文钱也没有手发, 户部的钱款我也没有拿, 如何就不是清官了? 他张了张嘴, 还想再说些什么, 突然间林昭想起了什么, 皱了皱眉头, 问道, 周兄, 你在通话坊翻修的这座王府, 哪位王爷的宅邸? 周得低头喝了口酒, 开口道, 还能是哪位王爷? 最近几个月, 只有一位皇子要出宫开府, 自然是那位魏王殿下, 魏王, 六皇子, 林昭先是愣了愣, 然后扭头看向自己的这个摄友, 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周兄这差势不及, 可以慢慢来, 没有办法不及, 朝廷催得厉害, 周胖子小声嘀咕了一句, 说是要三个月之内休完才成, 林昭心中暗暗吐槽, 用不了三个月, 再有些日子, 魏王殿下便要一命呜呼了, 当然了, 这种话是说不得的, 就算是跟林检也不太好说, 三兄弟好容易聚会一次, 自然是推杯换盏, 公筹交错, 很快, 酒量最差的周胖子, 便四仰八叉地躺在了地上, 呼呼睡去, 齐轩脸色晕红, 举起酒杯敬了林昭一杯, 他喝下这杯酒之后, 表情有些愧疚, 三郎, 今日请你过来, 其实还有人想要见你, 齐大公子咬了咬牙, 开口道, 他应该一会儿就要来了, 三郎, 如果不想见他, 我现在让人送三郎离开, 从一进归云楼, 林昭便察觉出了齐轩的情绪, 有些不对劲, 不过刚开始他只是以为, 齐轩在经兆府, 有些不太顺遂, 并没有放在心上, 直到这个时候, 他才明白, 今天这场晚宴, 齐轩应该是受人之托, 请自己来的, 林昭低头思索了一番, 开口问道, 东宫, 齐大公子点了点头, 微微苦笑, 我母亲开口说了话, 我实在是不太好推剧, 太子殿下一会儿便道, 作为天子的孢妹, 丹阳长公主在长安城的地位极高, 正因为如此, 朱皇子对他也极为尊敬, 众位皇子之中, 太子殿下对丹阳长公主是最为上心的, 当初丹阳长公主生辰, 太子殿下准备的纳尊等身同镜, 便让丹阳长公主十分喜欢, 有了这份情面, 东宫想说动丹阳长公主出面帮忙, 并不是一件难事, 见齐轩点头承认, 林昭长松了一口气, 此时此刻, 长安城里的任何人他都不太好见, 但是唯独太子殿下, 他是可以见的, 因为甘露殿里的那位皇帝陛下, 并不抵触他见太子, 上一次他去东宫, 甚至是皇帝陛下让他去的, 林昭私下里见了太子, 在甘露殿里, 他也有说辞可以分辨, 想到这里, 林三郎脸上露出笑容, 对着齐轩微笑道, 齐轩不必如此,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别的不说, 便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今日也可以见一见, 说完这句话, 还不等齐轩开口, 林昭便继续说道, 况且, 长公主待我如同子侄, 既然他受益此事, 我也应当见一见太子, 齐轩默默地叹了口气, 起身对着林昭深深一一, 笛声道, 今日之事, 是为兄对不住三郎, 千万不要这么说, 林昭上前把他扶了起来, 笑着说道, 平日里, 常人想见太子一面还见不到, 能见太子是我的福分, 这句话并不是假话, 此时, 皇帝陛下的身体状况, 的确不容乐观, 如今是夏天到还好, 真到了收人性命的冬天, 皇帝能不能熬过去, 都还是未知之数, 再厉害的人, 也管不了自己的深厚知识, 因此, 老皇帝这棵参天大树, 距离倒塌已经没有多长时间了, 这个时候, 能攀上太子这颗心知, 自然是好事, 唯一有些麻烦的是, 六皇子的事情, 绝对不能给太子知道, 不然林昭就是有天大的理由, 将来也绝对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齐轩没有说话, 只是低头喝了口酒, 闷声不言, 林昭笑着坐了下来, 陪着他喝了一杯, 兄弟两个人坐在雅间之中, 静静地等着那位太子殿下的到来, 大概过了半炷香时间, 雅间的房门才被轻轻敲响, 齐轩正要起身开门, 林昭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轻声道, 齐兄休息休息, 我去就是了, 此时, 林昭也喝了不少酒, 有了四五分醉意, 他缓缓起身走到房间门口, 伸手打开房门, 这间雅间的房门正对着月亮, 房门打开, 颇为明亮的月光扑洒下来, 照在了林昭脸上, 也照出了门口站着的高大身影, 一身藏青色袍子的李絮, 正站在门口, 林昭开了房门之后, 退后两步, 微微欠身, 见过世子殿下, 李絮看了看林昭身后莫作不言的齐轩, 又看了看躺在地上人世不省的周德, 最后才看向林昭, 拱手环礼, 轻声道, 殿下在隔壁雅间, 三郎随我来, 林昭微微点头, 殿下带路就是, 李絮也点了点头, 看向房间里的齐轩, 大郎, 改日表兄, 请你喝酒, 齐轩听到这句话, 抬头看了看李絮, 闷哼了一声, 没有说话, 李絮置之一笑, 没有计较自己这个表弟的失礼, 而是领着林昭, 到了隔壁房间, 敲了敲房门, 听到一声进来之后, 才打开了房门, 李絮并没有走进去, 而是给林昭打开了房门, 笑道, 三郎进去罢, 微兄在四周走一走, 保证没有人打扰你们说话, 林昭并不是第一次见太子, 况且他最近几个月, 天天在甘露殿放养皇帝, 对于见这种天皇贵胄, 已经没有什么心理压力, 闻言微笑道, 世子辛苦, 李絮微微摇头, 两只手拢在身前的袖子里, 脉步走远了, 林昭深呼吸了一口气, 整理了一番思绪之后, 脉步走了进去, 然后回头关上了房门, 这间桂云楼的雅间里, 点了不少蜡烛, 把一间房间照得如同白昼一般, 太子殿下就跪坐在雅间里的矮桌后面, 正在低头煮茶, 见林昭走进来之后, 他才指了指自己对面的软垫, 与其平静, 三郎坐, 东宫的声誉才没有因此大损, 这件事, 算是林昭对东宫的大功劳, 当时不管是太子还是李絮, 都对林昭颇为感激, 值得一提的是, 吐蕃使臣被杀一世, 并没有影响到两国和亲的进程, 事后还是有一位李家的郡主, 被禁封公主, 送到了吐蕃, 给那位吐蕃的新任赞谱为妻, 朝廷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如今的朝局不稳, 黄泉正在顺地之中, 北疆的康东平也蠢蠢欲动, 朝廷没有办法承受与吐蕃在大战一场, 而吐蕃那边因为新赞谱尚且年幼, 政权整体也不算太过稳固, 因此也没有太过追究, 那位吐蕃使臣受笔赞之死, 便这样不了了之了, 林三郎微微欠身, 低声道, 技术实事, 素本还真, 本就是边赚丝的本质, 此事陈英伟之事, 当不得殿下挂怀, 太子殿下这会儿已经煮好了茶水, 他往已经煮开的茶水里, 放了些麻奶等调料, 给自己倒了一杯之后, 又给林昭倒了一杯, 他低头抿了一口茶水之后, 闭目品味了一会儿, 然后抬头看向林昭, 缓缓吐出一口气, 当初不是三郎, 东宫的处境便极为危险, 功劳就是功劳, 顾不会忘了, 说到这里, 他有些疲惫地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 然后睁开眼睛看向林昭, 声音低沉, 三郎, 顾与你算是同门师兄弟, 整个长安城里, 你是最应该站在顾这一边的, 太子殿下呼吸有些紊乱了, 顾现在需要你的帮忙, 以如今太子殿下所面临的局面, 长安城里能够帮到他的人, 估计也就是正式堂里的几个宰相, 以及长安城内外统兵的将军们, 按照品级以及职权来说, 林昭是万万帮不到他什么的, 但是林昭可以经常出入恭敬, 可以经常见到皇帝, 那么太子殿下想让林昭帮忙的内容, 也就不言自明了, 林昭坐在太子对面, 面色平静, 殿下, 史官只记不言, 陈身为起居狼, 也算是半个史官, 不能妄言军事, 孤身为人子, 打听打听父亲的身体状况, 总不犯忌讳吧, 太子的这个问题, 是林昭一早就预料到的, 他也准备好了如何回答, 文言不急不缓地说道, 殿下, 陈是起居狼, 非是太医署的医官, 即便能够面君, 也看不出什么太多的东西, 陛下的身子, 还是要问过太医才是, 说到这里, 林三郎深呼吸了一口气, 低声道, 陈这些日子, 只看到过一次陛下重刻呕血, 看到之后, 陈便立刻去东宫, 向殿下面诚了, 太子殿下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他低声问道, 父皇他, 每日尽药吗? 林昭苦笑了一声, 语气无奈, 甘露殿里是有药味, 但是陛下究竟有没有尽药, 便只有魏公公一个人知晓, 陈, 是看不见的, 太子面色低沉, 他沉默了一会儿, 缓缓说道, 姑, 要看起居住, 林三郎苦笑了一声, 无奈道, 殿下, 起居住不得外泄, 传出去, 臣是要掉脑袋的, 起居住这种东西, 只能从起居郎手里, 交到使馆, 交给使馆整理, 这种涉及皇帝的事情一旦外泄, 门下省这种大衙门, 自然不会有事, 但是起居郎这个不起眼的小官, 一定是会掉脑袋的, 三郎放心, 太子殿下微微眯了眯眼睛, 轻声道, 姑看完之后, 便立刻销毁, 再不会给第三个人瞧见, 姑也明白此事凶险, 一旦给司公台查到, 便会是天大的麻烦, 他看向林昭, 缓缓说道, 咱们是同门师兄弟, 姑不会白白让你涉嫌, 你把起居郎送到东宫, 东宫自然少不了你的好处, 听到这句话, 林昭在心里翻了的大大的白眼, 娘的, 这父子两个人都喜欢开空头支票, 老皇帝那边也说会给他好处, 至今一根毛都没有瞧见, 林昭有些无奈, 低头思索了许久, 这才缓缓说道, 殿下, 这件事太大了, 我一时半会没有办法决定, 要回去好好想一想, 才能给殿下答复, 这是自然, 太子殿下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开口道, 这种事情, 姑也没有指望, 你今天便能硬承下来, 你回去想一想可以, 但是千万不要智慧灵师, 以灵师刚正的脾性, 一旦知道这件事, 是绝对不会同意你做的, 他的身子微微前倾, 伸手拍了拍灵招的肩膀, 低声道, 这件事, 不管你应或者不应, 只你我二人知道就好, 灵招连忙点头, 太子殿下沉默了一会儿之后, 继续说道, 三郎, 从明天开始, 你要多看一看父皇的精神如何, 有没有太医在进甘露殿, 说着, 太子殿下又思索了一会儿, 继续说道, 再有就是, 近来有没有什么人进了甘露殿, 但凡有一切异状, 你便给东宫递个信, 这位当了二十多年太子的储君, 呼吸都有些急促了, 办好了这件事情, 顾心中记着你的情分, 将来总有报偿给你的一天, 灵招略作犹豫, 起身对着太子殿下行礼, 微微叹了口气, 殿下, 臣, 尽量罢, 太子满意地点了点头, 对着灵招微微一笑, 从吐蕃使臣仪式开始, 顾便知道, 三郎, 你是我东宫的福星, 未来你临时一门, 必将他加重的声音, 沉生到, 光耀长安, 灵三郎面色严肃, 恭敬恭守, 多谢太子殿下, 回陛下, 事情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第二天的甘露殿里, 灵招跪在地上, 把昨天晚上见太子的事情, 差不多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当然了, 这其中有一些艺术加工, 比如说吐蕃使臣一事, 灵招便没有怎么提, 现如今编撰司仍旧在灵招手里, 如果提了吐蕃使臣一事, 编撰司多半就要一主了, 不过太子殿下的事情, 是一定要提的, 那个执掌司公台的魏太监, 平日里神出鬼没的, 谁也不知道, 他能不能查到自己私下里见太子的事情, 自己现在主动交代, 有功无过, 如果被皇帝察觉了, 此时这个神经有些不太正常的皇帝陛下, 说不定就能干出什么事情来, 因此, 灵招很干脆地把太子殿下给卖了, 这个时候, 谁是长安城的主人, 灵招还是分得很清楚的, 皇帝陛下半躺在自己的软榻上, 眯着眼睛看向跪在地上的灵招, 声音沙哑, 你就这样把太子给出卖了, 便不怕他将来报复, 灵招微微摇头, 开口道, 陛下, 殿下之所以照臣相见, 多半也是为了关心陛下您的身体, 父子之间不会有什么别的心思, 臣如实相告, 自然不怕得罪太子, 再说了, 他顿了顿之后, 继续说道, 再说了, 从入长安之后就, 叔父便教导臣, 要明白君君臣臣的道理, 臣虽然年幼, 但是君国大义, 还是知道一些的, 皇帝陛下微微眯着眼睛, 语气平静, 你这个娃娃, 有嘴滑舌, 凌昭低着头, 没有还口, 皇帝陛下思索了一番之后, 便开口道, 既然, 既然他要起居住, 你便把起居住给他看就是, 他想要知道什么, 你便告诉他什么, 说完, 皇帝陛下微微犹豫之后, 开口道, 你所写的起居住给他看之前, 先给朕看一看, 凌昭连忙点头答应, 开口道, 臣, 遵命, 你跟他说, 朕最近, 精神有些不太好, 常常睡不着觉, 凌昭再次点头, 臣遵旨, 说到这里, 老皇帝似乎有些疲惫了, 对着凌昭挥了挥手, 罢了, 你下去吧, 有什么事情, 去寻味中就是, 朕, 有些倦了, 说完这句话, 老皇帝半躺在自己的软榻上, 有些疲惫地闭上了眼睛, 但是久久无法入睡, 他让凌昭说的话并没有说谎, 现在的大洲皇帝李源, 的确是经常睡不着觉, 不管是间谍还是卧底, 都是一个不怎么讨喜的差事, 更不要说在父子之间做间谍了, 但是如今的凌昭, 因缘忌讳之下, 成为了长安城里, 这对父子之间的双面间谍, 当然了, 论手段来说, 太子殿下比起他的父亲来说, 还是要差上不少的, 因此, 凌昭敢欺骗东宫, 却不敢欺骗皇帝, 生怕那个整天本着脸的老太监卫中, 哪天来怕自己家窗户,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 凌昭每天照常去甘露殿上班, 照常看着半死不活的皇帝陛下, 然后在自己的起居住上写写画画, 到了下班的时候, 他便会把自己在甘露殿里写的起居住备份, 送一份给东宫, 当然了, 为了这个环节保持逼真, 凌昭与东宫交易情报的过程极为隐秘, 甚至有些像是叠战片, 几天下来, 形形色色的东宫人士, 从凌昭手里, 接过宫中的起居住, 以及皇帝陛下的一些关键信息, 然后再送到东宫, 在这个过程中, 不管是东宫送情报的人, 还是太子殿下本人, 或者宫里的人发现, 唯独林昭全然没有任何心理压力, 每天浑然无视地给东宫送情报, 在这个过程中, 东宫的人都对林昭竖竖起了大拇指, 夸奖他处变不惊, 心理素质过硬, 就这样, 前的十年的夏天也慢慢过去, 长安城在一个非常诡异的局势之中, 进入了秋天, 这天下午, 林昭照常放完了笼, 从甘露殿下班回家, 回到了长兴坊之后, 在路边找到了一家, 比起安人方面滩相差许多的面滩, 点了一碗面皮之后, 皱着眉头吃完, 从袖子里排出一排铜钱负账的时候, 一不小心掉出了一个信封, 林三郎恍若无视, 副手离开, 面滩的老板, 以极快的速度, 把这个信封不动声色地收入袖子里, 然后再用其他法子, 想办法送到东宫去, 这家长兴坊里新来的面滩, 就是东宫的情报渠道之一, 唯一让林昭有些不爽的是, 因为是情报人员出身, 这家面滩的老板, 下面水平十分业余, 比起安人方的油泼面皮相差甚远, 吃完了面之后, 林昭回到家中, 把身上的惨绿色官服换了下来, 穿上了一身寻常衣裳之后, 便出了家门, 在路边买了些糕点吃食, 又买了几个小玩意儿, 当成礼物, 提在手上, 背负双手, 摇头晃脑地朝着平康芳走去, 因为今天下班比较早, 两个房之间也不算远, 他走到平康芳的时候, 天色还没有黑下来, 今天他来平康芳并不是专门来找林简谈什么事情, 而是因为林简的两个儿子, 终于在今天上午从岳州回到了长安城, 上午的时候, 林昭在宫里上班, 没有时间过来探望, 这会儿下班了, 自然要过来看一看两个兄弟, 到了平康芳林家之后, 林昭很快被请了进去, 把手里拎着礼物放到林家下人手里之后, 林三郎便大踏步到了林家的正堂, 这会儿, 大宗师林元达还没有从国子建下职, 林夫人倒是很快从后院走出来迎接侄儿林昭, 见到林夫人之后, 林昭连忙欠身行礼, 开口道, 叔母, 林夫人面露笑容, 开口道, 早上老爷便说, 三郎你今天一定会到家里来, 先前我还不信, 没想到三郎果然来了, 三郎进来可好, 上豪, 林昭左右看了看, 有些好奇, 怎么叔父今日未在家, 他呀, 死脑筋, 林夫人有些埋怨地说道, 早就收到了大郎二郎的书信, 说, 今日回长安, 早上让他告假, 不要去国子建的, 死活不愿意, 一大早便去国子建了, 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林昭微微一笑, 开口道, 七叔他是个忠职尽责之人, 自然不愿意放下国子建的差事, 说着, 林昭右左右看了看, 问道, 大兄与二郎也不曾在家吗? 大郎在家里, 现在在后院歇歇, 至于二郎, 林夫人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到家之后, 吃了顿饭便出门去了, 说是要去见朋友, 他先前在长安城里, 狐朋狗有无数, 现在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林二少林战, 先前在长安城的时候, 的确是个浪荡子, 因为家境幽渥, 与长安城里的各种衙内都很熟悉, 这段时间他离开长安, 在越州城里, 可算憋坏了, 林昭在林家坐了一会儿, 又去后院见了见林家的大郎林末, 与他说了几句话之后, 才知道他准备参与明年, 也就是前的十一年的科考, 因为林昭心中竟是没有多久, 这位林家的大公子, 还很诚心地向林昭讨教了一些关于科考的问题, 林昭也耐着性子, 把自己关于科考的经验倾囊相受, 就这样, 在林家坐了一会儿之后, 国子见祭酒林简, 终于下着回来, 林末与林昭一起出门迎接林简, 林昭还好, 只是欠身拱手行礼, 而林末则是静直跪在地上, 向林简扣手不止, 泪流满面, 不笑林末给父亲磕头了, 此时, 父子两个人已经两年多没有见面了, 而在这段时间里, 林末在恒州闲死还生, 此时再一次见到父亲, 自然激动不已, 林简伸手把林末扶了起来, 伸手拍了拍自己大儿子的肩膀, 语气也有些感慨, 回来便好, 他叹了口气, 又重复了一遍, 回来便好啊, 一旁的林昭抬头看了看天色, 见天色仍然没有黑下来, 便笑着说道, 七叔今天下职, 似乎比起从前要早了一些啊, 袁达公瞥了一眼自己的侄儿, 没有答话, 而是又扭过头去与林末说话, 详细问了一些关于恒州孙家姑娘的事情, 问了个大概之后, 林简微微叹了口气, 发生了这种事情, 原本我与你娘都该去一趟恒州, 去孙家登门致歉, 可是如今长安城里的情势, 卫父实在是脱不开身, 稍后你与为父详细说一说恒州的事情, 卫父再给孙家写一封信, 向他们致歉, 林大郎默默低头, 儿子遵命, 跟儿子说完话之后, 袁达公才看向一旁的林昭, 脸上露出笑容, 三郎今日下职, 似乎也比从前早了一些, 要赶来平康芳, 自然要早一些下班, 林昭说完这句话之后, 咳嗽了一声, 开口道, 还有一件事, 要跟七叔商量, 林简微微皱了皱眉头, 开口问道, 这里方便说吗? 方便, 没有什么不方便的, 林三郎微笑道, 听说二郎马上就要去国子健读书了, 侄儿身上有个好差事, 马上要做不下去了, 准备送给二郎, 林昭所说的差事, 自然是他身上这个边转丝总边转的差事, 从前他在詹士府做詹士丝职的时候, 这个边转的差事还可以兼着, 毕竟只相差一品, 而且在詹士府十分自由, 平时的时候还可以去国子健转转, 管管边转丝的事情, 但是如今他做了起居郎, 与从前就大不一样了, 他现在不仅要每天去宫里上班, 而且还没有休假, 很难再有闲暇去插手边转丝的事情, 偏偏边转丝作为长安喉舌, 非常要紧, 林昭轻易并不想放弃这个舆论工具, 不仅是林昭, 就连东宫对边转丝也很有兴趣, 如今边转丝里, 不仅有丝工台的人, 还有东宫的人, 实力错综复杂, 只要林昭一卸任, 这个差事他便在没有插手的余地了, 林检背负双手, 把林昭引到了自家正堂里, 两个人坐下来之后, 这位国子剑大宗师才看向林昭, 低声道, 三郎说的差事, 是边转丝的差事, 林昭含笑点头, 哲儿现在在宫里脱不开身, 很难再有精力去管边转丝的事情, 如果二郎要入学国子剑, 那就再合适不过了, 没有记错的话, 二郎身上也是有散观的, 他进国子剑, 正和世界首边转丝总编的直视, 原达公微微皱眉, 轻声道, 这个职位, 咱们叔侄俩, 恐怕说了不算罢, 七叔放心, 哲儿可以说了算, 林昭含笑道, 我明日给吏部尚书, 辞去边转丝总编的差事, 再举荐二郎担任这个差事, 多半就可以定下来, 林昭看了看林昭, 摇头道, 我知道你跟周尚书的儿子交好, 但是这件事, 吏部恐怕说了不算, 边转丝这个直视, 是宫里的圣人定下来的, 有人事变动, 吏部多半也会智慧宫里, 他沉吟了一番, 继续说道, 即便现在圣人不理事, 吏部也会送到正式堂去, 咱们叔侄在正式堂可插不进手, 七叔放心, 不管吏部送到哪里去, 这件事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林三郎笑容满面, 如今的他, 乃是那对父子之间的双面间谍, 此时父子俩无论是谁, 都要给林昭一些好处, 皇帝在甘露殿里, 太子在正式堂之中, 这件事无论送到哪里, 都要给林昭一些面子, 原达公有些诧异地看了看自己的侄儿, 面色诡异, 三郎为何如此笃定, 七叔莫要问了, 林昭低声说道, 您只要硬承下来此事就行, 边传司这个职位极其重要, 可以说是长安喉舌, 轻易不能与人, 林三郎声音低沉, 最好这个差事, 永远掌握在咱们林家人手里, 听到林昭这句话, 林简微微色变, 然后微微摇头苦笑, 边传司挂在国子剑名下, 二郎如果做了边传司的主官, 恐怕旁人要在背后嚼舌根了, 这个不怕, 林昭笑道, 论嚼舌根, 长安风才是长安城里最专业的, 他们不敢招惹我们, 叔侄俩在正堂里说了一会儿话, 出门游玩的林二少, 终于从外面回到了家中, 他进了正堂之后, 看了看正在正堂里说话的两个人, 连忙跪在地上, 口称父亲, 见林湛下跪, 坐在堂上的林昭连忙起身, 没有受他这个礼数, 林简则是窥然不动, 淡淡地看向自己的儿子, 微微皱眉, 刚回长安, 到哪里疯跑去了, 林湛颇为害怕自己的老父, 文言缩了缩脖子, 低声道, 阿爹, 我出门, 会朋友去了, 这一句话, 林二少很聪明地用了越州话, 袁达公听到了这一声熟悉的方言之后, 面色稍记, 林家的两个儿子, 都是在长安出身, 因为母亲是扬州人, 父亲是越州人, 他们兄弟两个, 对于越州话来说, 都是只会听不会说, 最多能够说出零星几句而已, 如今林湛回到越州一段时间, 越州话熟忍了不少, 身为越州人的林元达, 心情自然好了一些, 这么大的人了, 不知稳重, 林简闷哼了一声, 挥了挥手, 下去吧, 一旁的林昭对着林简笑了笑, 七说, 我去跟二郎说说话, 去吧, 一会儿记得在家里吃饭, 林昭点了点头, 走过去伸手拍了拍林二少的肩膀, 对着他挤了几眼睛, 二郎, 安人方的那家油泼面皮的老板, 都不认你的账了, 你什么时候再与我去挂个账, 林湛看了看林昭, 嘿嘿一笑, 三哥你都做了六品官僚, 还想占我的便宜, 今日白天我也去安人方吃了顿面, 挂了你的账, 林三郎脸色一黑, 本来还想给你一份好差事, 现下我后悔了, 甘露殿里, 夜深人静, 这天晚上, 平日里很难睡着的皇帝陛下, 已经沉沉睡去, 他躺在软榻上, 睡得很是香甜, 忽然, 一阵夜风吹来, 皇帝陛下从软榻上惊醒, 他从床上坐了起来, 似乎是受到了什么指引, 下床穿上鞋子, 朝着宫殿外面走去, 今夜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甘露殿内外, 竟然没有一个工人守卫, 平日里有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出现的大太监卫中, 竟然也没有出现, 任由皇帝陛下一个人, 走出了甘露殿, 皇帝陛下漫无目的地走在宫殿之中, 这些日子身上的乘科救急, 似乎一下子不要而愈, 他在宫殿里不知道走了多久, 终于走出了承天门, 从宫城来到了皇城之中, 恍恍惚惚之间, 一处极其熟悉的殿堂出现在皇帝面前, 老皇帝抬起头一看, 只见门扁上赫然写着正式堂三个大字, 皇帝陛下身子颤了颤, 缓缓推开正式堂的大门, 正式堂里, 情声振振, 圣人抬眼看去, 一个看起来只有四五十岁的读书人, 一身轻衣正坐在正式堂主位上抚擎, 情声飘渺, 只是这轻衣人却看不清容貌, 见皇帝走进来, 轻声停歇, 轻衣人看向老皇帝, 似乎笑了笑, 李渊, 你来了, 皇帝陛下听到这个声音, 浑身俱颤, 他连忙抬起头, 急目看去, 终于看清楚了这个轻衣人的相貌, 皇帝陛下僵在了原地, 两久之后他才缓缓吐出一口气, 往前走了两步, 对着轻衣人拱手行礼, 老师, 轻衣人缓缓点头, 笑道, 难得圣人还认得我, 这个轻衣人看相貌, 正是已经死去许多年的宰相郑温, 皇帝陛下缓缓吐出一口气, 低头道, 老师是来寻证的吗? 轻衣人微微摇头, 对着皇帝陛下笑道, 李渊, 你我师徒一场, 曾经的是非对错, 已经说不清楚了, 他看向老皇帝, 脸上的笑容依然平静, 你随我走吧, 这便是皇帝的梦魇了, 从几个月前开始, 他便经常梦到当初的宰相郑温, 从此这个梦便一直缠绕着他, 因为恐惧, 这位大洲的九五之尊, 甚至不愿意再进入梦乡, 见到这个曾经的老师, 不过从前在梦里, 他只是隐约听到郑温的声音, 这一次, 还是第一次见到郑温的相貌, 一如二十年前, 皇帝陛下有些惊恐地看着这个面带笑容的中年人, 亮亮呛呛地往后退了好几步, 不, 皇帝陛下喃喃低语, 似乎是在向自己辩解, 郑, 郑不能走, 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 轻衣人不急不缓地往前走了两步, 淡淡地看着眼前的皇帝陛下, 面带悲悯之色, 人世间的事情已经与你我没有干系, 当走便走吧, 皇帝陛下终于鼓起勇气抬起头, 看向眼前的轻衣人, 有些色力内人, 郑, 郑已经让你归了郑家族谱, 也把你的坟墓迁回了郑家, 你还要来郑这里闹事, 他恶狠狠地看向眼前的中年人, 咬牙道, 惹恼了朕, 天下便再没有行阳正事了, 轻衣人微微摇头, 叹息道, 可怜人, 你我师徒能再见面, 便是到了该见面的时候, 你此时挣扎, 又有什么用处? 说吧, 轻衣人背负双手, 缓缓走到皇帝陛下面前, 伸出一只手, 拉住了老皇帝的衣袖, 似乎是想要把它拉到另一个世界里去, 圣人被人扯住衣袖, 自然拼了命地挣扎, 脸上的惊恐之色更重了, 轻衣人虽然看起来像是一个瘦弱书生, 但是手上的力气极大, 眼见就要把皇帝拉走, 好在皇帝从小习武, 力气也比寻常人大一些, 奋力挣扎之下, 双方便僵持住了, 但是皇帝力气毕竟不如人, 就要被慢慢拉走,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一个焦急的声音传来, 陛下, 老皇帝如同见到了救命稻草一般, 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突然眼前一阵光亮传来, 甘露殿里, 皇帝陛下终于从噩梦之中醒来, 他额头上已经布满的汗水, 整个后背都被冷汗打湿, 而魏忠则是带着一众工人跪在龙踏四周, 面色惶恐, 魏忠小心翼翼地抬起头, 看向圣人, 低声道, 陛下您, 无事吧, 老皇帝脸色苍白如指, 他看了看魏忠, 声音沙哑, 方才, 是你在患阵, 魏忠再一次跪在地上, 叩手道, 回陛下, 下面的工人上报, 说您冷汗不止, 手脚抽搐, 奴婢立刻让人换了太医, 斗胆之下, 便把您叫醒了, 圣人接过一旁工人递过来的井帕, 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之后, 心有余忌地看了看魏忠, 喃喃低语, 你, 你叫得好啊, 说完这句话, 他又看了看四周, 脸上又出现了惊恐的表情, 呦, 有人在宫里, 他心有余忌, 说话都还有些哆嗦, 要害朕, 一架, 一架太极公, 圣人脸色苍白地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当宫里的抬轿, 把他抬出甘露殿的时候, 皇帝陛下忽然想起了什么, 扭头看了看跟在一旁的胃中, 去, 去把林昭叫到宫里来, 当林昭被司宫抬的人, 强行从被窝里拉出来, 并且带到太极公的时候, 时间已经接近此夜, 此时, 太极公寝殿里, 足足点了几百只蜡烛, 把本就不是特别大的寝殿, 照得如同白昼一般, 而脸色苍白的皇帝陛下, 便裹着被子坐在自己的床上, 脸色苍白, 林昭见到他这个模样, 心里明白他多半又做噩梦了, 无奈之下, 只能上前行礼, 开口道, 陈林昭, 叩见陛下, 圣人裹着被子, 看了看林昭, 你, 起来吧, 林昭站了起来, 看了看皇帝, 小心翼翼地问道, 陛下, 您深夜照尘过来, 不知道是, 无事, 皇帝陛下这会儿已经恢复了冷静, 他闭上眼睛又飞快睁开, 低声道, 照你前来办价, 今后几天, 你便一直待在宫里, 不要出去了, 皇帝老子开了口, 做臣子的自然照办, 林昭叹了口气, 低头道, 臣遵命, 就这样, 林三郎便陪着这个有些神经兮兮的老头, 在太极宫里坐了整整一个晚上, 这段时间里, 有时候困得实在不行了的林昭, 会闭上眼睛一会儿, 而老皇帝则是一直瞪着大眼睛不敢入睡, 他不仅不敢入睡, 甚至不敢合眼太久, 每次眨眼睛都飞快睁开, 终于熬到了天亮, 林昭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伸了个懒腰, 浑身上下骨头劈啪作响, 一夜未曾合眼的皇帝, 看了林昭一眼, 脸色有些疲惫, 等太阳出来, 便出宫去, 你出宫之后, 东宫会为你朕昨夜, 照你进宫做什么, 你便说, 朕又呕谢了, 司宫台让你进宫携起居住, 看到已经疲惫不堪的皇帝, 还在琢磨父子之间的这点迫事, 林昭在心里叹了口气, 拱手低头, 臣明白了, 说吧, 他就要退出太极宫, 他刚走两步, 就听到了身后皇帝的声音, 天黑之前, 务必回来, 林昭宫尽点头, 这才缓缓退出了太极宫, 等林昭离开之后, 皇帝看了看魏忠, 魏太监很懂, 立刻走了回来, 贵妇在圣人面前, 低头道, 陛下您吩咐, 老, 老六他, 魏太监宫紧低头, 低声道, 回陛下, 六皇子前几天便染上的重病, 这两天, 太子进宫给他诊治, 但是魏剑好转之色, 静, 紧快一些, 魏忠点头, 老奴明白, 交代完事情之后, 皇帝陛下一个人坐在床榻上, 仍旧用厚厚的被子裹着自己, 魏忠啊, 他声音沙哑, 魏太监连忙低头, 陛下您说, 昨夜如果不是你, 朕应该就再睁不开眼睛了, 老皇帝有些浑浊的眼睛里, 滴下泪水, 朕恐怕活不久了, 他声音颇为虚弱, 朕做了这么多, 郑师还是要带朕走啊, 魏太监面带悲戚之色, 他低着头, 声音有些哽咽, 不会的陛下, 赵天师说过, 您是真龙天子, 九五至尊, 阴气邪碎, 统统进不得身的, 赵, 赵天师说, 皇帝陛下声音有些断断续续, 但是还是慢慢地说了出来, 他说, 郑师算不得阴雾, 说到这里, 皇帝陛下缓缓吐出一口气, 魏中, 朕要你办的事情, 加紧去办, 他目光不再浑浊, 反而变得坚定起来, 朕, 要尽快把该做的事情统统做完, 盯好东宫那边, 趁朕还在, 把长安城里的隐患, 统统抹掉, 皇帝现在的情况, 十分糟糕, 他是无论如何, 都在不敢闭眼睡觉了, 一个壮年之人, 都很难承受这样的精神压力, 更不要说已经年进花甲的老人了, 没有人知道, 这位皇帝陛下能够坚持多久, 灵昭大半夜被叫进了宫里, 直到一大清早才被放出太极宫, 这会儿他也没有弄清楚皇帝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毕竟梦里被锁魂这种事, 灵昭也不太可能想象得到, 不过他可以明显感受得到, 皇帝陛下的精神状态似乎突然糟糕了许多, 他带着有些复杂的感情走出了承天门, 灵昭本人与老皇帝是没有什么仇怨的, 毕竟从他第一次见皇帝以来, 这个有些老迈的帝王并没有做出任何加害灵昭的事情, 反而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对他提拔有加, 在这方面来说, 皇帝甚至可以说是灵昭的贵人, 当然了, 不可否认的是, 灵昭那个未曾谋面的外祖, 与皇帝的的确确是有杀身之仇的, 连带着灵昭的几个舅舅, 包括灵昭的母亲灵二娘在内, 与老皇帝都有些仇怨, 不过这份仇怨已经过去了二十年, 灵二娘本人都已经放下了, 灵昭这个正家的外星子, 没有太多理由去为仙人报仇, 因此, 他对这位大洲皇帝的感情, 很是复杂, 走出承天门进入皇城的时候, 天色已经大亮, 走在皇城之中, 灵三郎举目四望, 竟然有些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 他叹了口气, 朝着朱雀门走去, 准备回家睡上一觉, 一宿未睡, 这会儿他困倦的厉害, 管他朝局不朝局, 圣人不圣人的, 这会儿都没有睡觉要紧, 带着这个想法, 灵昭大踏步走出朱雀门, 朝着长星方走去, 走到安人方的时候, 因为腹中饥饿, 灵昭还在老翠的面摊上, 吃了碗油泼面皮, 老翠已经是灵昭的熟人了, 见到灵昭之后, 很快就给他端上来一碗面皮, 脸上挂满笑容, 灵探花, 昨天二少爷还来小摊, 说寄您的账, 小人便给他寄上了, 这丝, 还真寄自己账上了, 灵昭暗中翻了个白眼, 扒了两口面之后, 抬头对着老翠说道, 无事, 记着就是, 过些天我来结账, 说完, 灵昭继续低头吃面, 刚扒了没两口, 一个高大的身影, 在灵昭对面坐下, 这个人坐在灵昭对面, 看着正在低头吃面的灵昭, 张口想说什么, 随即摇头苦笑, 我与殿下等了你半宿, 都快要急疯了, 你却在这里吃面, 灵昭没有抬头, 而是两三口吃完碗中剩下的面皮, 抬头看向眼前坐着的世子殿下, 语气有些无奈, 不管怎么样, 饭还是要吃不吃, 两位殿下英和寻我, 李旭满脸严肃, 沉声道, 昨天深夜, 司宫台连夜召你进宫, 同时, 太医署有近二十个太医, 一起被召进的太极宫, 那二十位太医, 到现在, 也还没有出来, 李旭声音有些沙哑, 现如今, 宫里乱成了一团, 包括太子殿下在内, 诸皇子公主都跪在太极宫门口请安, 谁也不知道太极宫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有吗? 林昭有些疑惑, 方才我从太极宫里出来的时候, 未曾见到皇子公主们, 说到这里, 林昭突然醒悟过来, 嘀咕道, 哦, 我是走的侧门, 平日皇帝住的甘露殿倒还罢了, 但是作为皇宫的中心, 太极宫正门不是寻常身份能够走的, 最少也要是六部九卿那个级别的, 才有资格从正门进出, 林昭这种级别只能从侧门出入, 说到这里, 林三郎抬头看向李旭, 微微叹了口气, 殿下想听实话否? 李旭面色低沉, 自然要听实话, 圣人情况极差, 林昭面色平静, 低声道, 我虽然不懂医术, 但是多少可以看出来一些, 昨天圣人应该是碰到了什么事情, 以至于身体状况突然恶化, 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太医进了太极宫, 东宫要做好准备, 说完这句话之后, 林昭连忙补充道, 我说的准备是安安生生即位的准备, 千万不要想什么歪门邪道, 太子是大洲的储君, 不要说十天半个月, 就是再等一年两年, 也是值得的。 林三郎面色严肃, 千万不要自作聪明。 李旭坐在林昭对面, 听完林昭的话之后, 本来准备立刻离开去通知太子, 但是他皱眉思索了一会儿, 也索性坐了下来, 对着正在忙活的老崔叫了一声, 殿家, 给未来碗面皮。 太极宫里, 皇子皇孙以及公主妃嫔们跪了一地, 都在等着宫中皇帝陛下的召见, 但是太极宫里, 一直迟迟没有动静。 太子殿下在正殿门口跪了一个多时辰, 便有些耐不住性子, 静止朝着太极宫里走去, 要去探望老父。 太极宫的宫人都不敢拦他, 最后还是大太监位中, 缓缓走到太子面前, 对着太子微微欠身, 殿下, 陛下身体不适, 现在, 不见任何人。 正是因为父皇身体欠安, 姑这个做儿子的, 才更要见一见。 在正式堂待了几个月时间, 再加上朝中大臣已经有大半支持太子, 太子殿下这会儿, 底气足了许多, 他站在太极宫门口, 看着魏中, 沉声道, 父皇从染病开始, 便闭门不出, 数月时间, 宫中一切事情都出自司宫台之手, 姑今日若不亲自见到父皇, 也能知道, 这太极宫里是父皇在做主, 还是你魏公公在做主? 这句话, 便是诛心之言了。 即便是在宫中只是许多年的魏中, 听到这句话之后, 也不得不跪在地上, 对着太子不住叩手。 老奴, 不敢。 太子殿下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魏中, 心中不眠, 有些快意。 这个看起来颇为阴郁的老太监, 乃是皇帝身边几十年的亲信, 这些年, 因为皇帝打压东宫, 东宫包括太子在内, 一直战战兢兢, 生怕自己什么时候被废了处位, 然后被圈禁致死。 正因为这个原因, 平时在见到魏中的时候, 也颇为客气, 心里甚至有些畏惧这个位高权重的大内总管。 如今, 看到魏中跪在自己面前不住磕头, 他心中自然有些莫名的兴奋感。 看着魏中磕了十几个头之后, 太子殿下才冷盘道, 不用给顾磕头, 顾今日, 非见到父皇不可。 说吧, 太子殿下就要硬闯太极宫。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太医匆匆忙忙赶来, 这个太医并不是从太极宫里走出, 而是从另外一个宫殿跑到了太极宫。 他见了魏中与太子之后, 面露惶恐之色。 太子殿下, 魏公公, 大事不好了。 魏中正要说话, 想到了一旁的太子, 便站在原地, 闭口不言。 太子殿下微微皱眉, 何事惊慌? 这个太医声音颤抖。 六, 六皇子重病, 人事不醒了。 六皇子病重昏迷了。 听到这个太医开口说话, 太极宫前一众人为之哗然。 就连太子殿下也忍不住大皱眉头, 他扭头看向这个报信的太医, 沉声道, 六弟今年才15岁, 前些日子听闻还生龙活虎的, 如何现在就重病昏迷了? 这个太医跪在地上, 声音颤抖。 臣, 臣不知啊。 昨日太医署让臣去给六皇子诊病, 昨天夜里, 六皇子便病重了, 今天就昏迷了过去, 人事不醒。 臣医署不惊, 已然束手无策, 想请太医署的两位凤语去, 与六皇子诊病。 太医署里, 一共有两个凤语, 算是皇帝的私人医生, 虽然不是医官, 但是地位比起太医署的太医令, 丝毫不逊, 甚至有有过之, 都是姓灵妙手。 太子殿下目光闪烁, 看了看这个太医, 微微皱眉。 如今父皇龙体欠安, 太医署的大多数太医, 包括两位凤语, 都在太极宫里, 如何能分身两顾? 你且去与六弟开些安养的药, 等父皇的身体没有问题了, 再请两位凤语, 去给六弟诊病。 这个看起来已经五十多岁的太医, 连连叹息, 对着太子拱了拱手之后, 便转身走了。 太子殿下回头看向魏忠, 声音低沉, 魏公公, 姑是嫡子长子, 我复生了病, 其他人看不得, 姑总可以看得罢。 魏忠面露为难之色, 对着太子微微低头, 殿下, 老奴只是天界的下仆, 若非陛下圣训, 无论如何, 也是不敢阻拦殿下的。 你带我去看救世, 太子殿下此时一改平时耸态, 表现得非常强势。 父皇要是怪罪下来, 有什么责任, 姑都替你懒了。 魏忠看了看太子, 又看了看太极宫门口跪着的一众宗事, 最终还是坚定地摇了摇头, 殿下还是在等一等吧, 奴婢去给您通报一声。 魏忠这句话说得十分坚决, 他只要态度坚决, 即便是太子拿他也没有办法, 毕竟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老太监, 实际上是大内总管, 司公台的大太监真要在内宫之中动粗, 除非太子能调动东宫六律, 否则根本没有任何可能。 而直到现在, 哪怕太子殿下已经进入正式堂数月, 仍然没有办法指挥名义上归属东宫的六律。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 语气有些不悦, 你进去通报吧, 魏忠点了点头, 就要转身。 太子殿下继续说道, 魏公公, 今日除非司公台对姑动手, 否则无论如何, 姑都是要进去的。 魏忠身子顿了顿, 然后继续朝着太极宫里走去。 过了大概小半个时辰之后, 这个身形多些勾楼的大太监, 才拱着身子来到了太子殿下面前, 与契迁宫, 殿下, 陛下赵宁进去。 太子文言, 心情顿时有些紧张,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 回头看了看身后跪了一地的弟弟妹妹, 以及一众妃嫔, 然后转过头, 两只手拢进袖子里, 朝着太极宫里走去。 太极宫是宫城里的主殿, 有魏忠在一旁领路, 太子也走了半炷香时间, 才来到了皇帝所在的寝殿。 皇帝的寝殿并不是特别大, 与长安城里大户人家的主卧并没有什么分别, 此时皇帝正半靠在自己的床铺上, 虽然还是秋老虎的季节, 天气仍旧燥热, 但是他身上已经裹了两三层被子, 脸色苍白。 此时的老皇帝, 两只眼睛里全部布满血丝, 看起来已经疲惫到了极点, 但是他仍旧不肯合眼休息, 只是看着身前,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太子殿下进入寝殿之后, 一改刚才在殿前的强势姿态, 而是静止跪在地上, 对着床榻上的皇帝叩手道, 而臣叩见父皇, 父皇圣躬金安。 太子殿下叩手行礼之后, 却久久没有得到皇帝陛下的回应, 过了许久之后, 他才抬起头, 看向自己的父亲, 只见坐在床上的老父, 正回头打量着自己, 神情复杂, 却没有说话。 雪儿, 他缓缓开口, 声音低沉且沙哑。 太子李循连忙再次低头, 语气恭敬, 儿子在。 父皇您身体, 可觉得好些了吗? 皇帝陛下有些疲惫的和尚眼睛, 随即在睁开, 朕一直在等你, 静太极功。 说到这里, 他再一次闭上眼睛, 似乎是害怕见到什么, 又再一次睁开。 你让朕很失望。 太子殿下诚惶惶惶惶地跪在地上, 叩手不止, 父皇, 而臣若有所做不当之处, 请父皇明示, 而臣一定改。 皇帝陛下微微眯了眯眼睛, 扭头看向一旁不远处自己的书案, 书案上堆了差不多两尺高的文书。 皇帝陛下深呼吸了好几口气, 整个人又精神了一些。 三个月之前, 朕让你进入正式堂, 与诸位宰相学习正式。 这三个多月时间, 你在正式堂做了什么? 太子跪在地上, 宫颈低头, 回父皇, 这三个多月。 而臣日日都去正式堂, 无有一日缺席。 皇帝这会儿, 似乎是因为气愤, 整个人显得又有精神了一些, 他冷冷地看着太子, 开口道, 是啊, 你可忙得很。 除了去正式堂之外, 每日忙着见东宫六帅府的几个卫帅, 去见金吾卫的将官, 去见金兆府的少尹, 说到这里, 皇帝陛下缓缓吐出一口气, 休息了一会儿之后, 继续说道, 还有城门兵马司。 除了你东宫六律之外, 长安城里十六位府的将官, 你私下也见了不少。 皇帝冷冷地看着跪在地上的太子殿下, 目光伶俐, 这些人只是其中一部分, 这三个多月, 长安城内外, 只要长兵的, 你都想方设法地见过了, 是不是? 除却长安城, 十位节度十里, 你至少给七个人写了信, 是不是? 皇帝这番话, 虽然说得缓慢, 但是一字一句, 如同钢刀一样, 扎进了太子殿下心里, 这位本来就有些怂的太子殿下, 这会儿额头上全是冷汗, 而且整个人在不住地打摆子, 心里已经恐惧到了极点, 他跪在地上, 声音颤抖地几乎说不出完整的话了, 父, 父皇, 而臣只是为了, 为了熟悉正事, 熟悉正事, 老皇帝深呼吸了一口气, 然后脸上露出一抹讥笑, 熟悉正事, 在正事堂里就好, 干什么一定要去见那些带兵的人, 这三个多月, 你恐怕忙得连睡觉的时间也没有了, 太子殿下惶恐以及, 他跪扶在地上, 颤巍巍说不出话, 父皇, 儿臣错了, 你的确错了, 老皇帝努力支起身子, 冷眼看了看, 跪在地上, 如同一滩暗泥的太子, 目光冷然, 你错就错在, 时至今日, 你到太极宫来见朕, 还会被司公台挡在门外, 你错在, 今日是朕召你进宫来, 而不是你带兵闯进来, 说到这里, 皇帝再次看向太子, 满脸都是失望, 朕三个月不曾问世, 只默默地在一旁看着, 不管你做什么, 朕都会装作没看到, 整整三个多月, 一百余天的时间, 整个长安承认你失伪, 你要真是一个忠臣孝子, 倒也罢了, 老皇帝摇了摇头, 看向太子的眼神, 仿佛是在看一头蠢猪, 偏偏你生了贼心, 却没有胆子, 甚至朕三番两次的暗示, 你朕已经重病, 你还是畏首畏尾, 不敢动弹, 太子殿下冷汗沉沉, 他万万没有想到, 这几个月来, 他在暗中做的事情, 被这位躲在甘露殿里的老人, 几乎看了个七七八八, 更是一眼就看出了他的用意, 他跪在皇帝面前, 低着头, 父, 父皇, 而臣虽然接触了一些武将, 目的也是为了, 行储君之事, 全然没有任何忤逆之想啊, 皇帝冷眼看着自己的儿子, 面无表情, 有没有念头, 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朕与你分说, 说到这里, 老皇帝顿了顿, 冷声道, 李寻, 朕现在若是要废去你的储位, 你当如何? 太子殿下战战兢兢, 低头道, 若父皇有诏命, 而臣自当听从, 皇帝冷冷一笑, 你会倾尽全力, 殊死一搏, 是不是? 太子殿下张了张口正要分辨, 突然想起了皇帝先前说的话, 于是咬了咬牙, 低头扣手没有说话, 皇帝看着跪地扣手的太子, 缓缓吐出了一口气, 你让朕很失望, 他低声道, 三十多年前, 先帝可没有给朕三个月 把持朝政的时间, 更没有给朕太子的身份, 说到这里, 他便没有再说下去, 而是自嘲一笑, 当然, 你是太子, 没有贸然行险, 朕也可以理解, 他很是疲惫地闭上眼睛, 沉默了许久之后, 声音沙哑, 老六这个隐患, 朕已经帮你处理掉了, 听到这句话, 太子殿下只觉得自己几倍发寒, 他愕然抬头, 看向床榻上, 看起来已经垂死的老父, 父皇宁, 皇帝陛下面无表情, 这些年, 朕安排康家与东宫相持, 给你留下了这么一桩隐患, 是朕对你不住, 如今, 朕亲手替你消磨了这桩隐患, 听到这句话, 太子殿下只觉得心惊肉跳, 跪在地上不敢言语, 此时此刻, 他全部都明白了, 难怪自己那个前些日子, 还生龙活虎的六弟, 突然就重病垂死的, 原来是父亲, 他跪在地上, 声音颤抖, 父皇而沉惶恐, 都是为了大洲的江山设计, 他看向太子, 深呼吸了一口气, 你站起来回话, 太子殿下从地上爬了起来, 垂手站在皇帝身前, 神太恭敬, 朕要问你几个问题, 老皇帝精神状态不是很好, 他淡淡地看向太子, 有气无力地说道, 朕死之后, 你当如何应对康东平, 这个问题, 太子殿下私下里, 已经不知道想了多少遍, 文言微微低头, 开口道, 回父皇, 而臣当延续父皇之鞭策, 以其大将军之朔方军, 制衡范阳, 施以怀柔, 待时局稳定, 再将康氏一举拔除, 皇帝声音沙哑, 如何拔除, 太子愣住了, 他卡壳了许久之后, 才低头继续说道, 当以朝廷之名义, 抽调范阳军将领, 层层递进, 三五年时间, 当可以架空范阳军, 皇帝陛下不置可否, 只是淡淡地看了一眼太子, 假若康东平直接造反呢, 太子殿下暗自咬牙, 纳尔臣只能兵来降党了, 总不能把长安城拱手相让给外姓, 太子这番应答还算重规重矩, 没有什么漏洞, 但是也不见什么亮点, 皇帝默默地看了一眼自己的长子, 微微低眉, 这, 这几个月时间里, 已经给各节度使都下了密诏, 这些人里, 应当有四个人会帮你盯着康东平, 让他短时间内不敢动弹, 在康东平有所动作之前, 你要尽快掌握长安朝政, 老皇帝声音沙哑, 继续说道, 等你长正之后, 康东平如果造反了, 那么你便跟他拼一拼, 如果他不造反, 你便不要去招惹他, 让他安安生生地留在范阳做他的节度使, 太子殿下睁大了眼睛, 看着自己的老爹, 父皇, 这是为何? 老皇帝看了看太子, 微微叹了口气, 恐怕不是他的对手, 还是留给将来有所作为的皇帝处理吧, 太子殿下听到这句话, 有些愕然地抬头看着老父, 只觉得自尊心备受打击, 父皇, 皇帝陛下冷眼看着太子, 语气里没有什么表情, 朕原本是不想选你的, 皇帝陛下缓缓吐出一口气, 语气之中多少有一些萧索, 可惜朕已经没有时间再挑一个了, 说着他看向太子, 目光颇为复杂, 可惜你不曾犯错, 说完这句话, 他便扭过头去, 不再看向太子, 话说到这里, 老皇帝的意思已经十分明显了, 大概的意思是, 这位大洲的储君资质平平, 甚至是忠下之姿, 心术不正的同时, 性格也不够果决, 如果有的选, 皇帝是绝对不会选他的, 可是现在, 皇帝已经没有时间再去培养一个储君, 身为嫡长子的太子, 也没有犯下什么错, 因此, 皇帝陛下也只能传位给太子, 太子殿下再一次跪在地上, 哽咽不止, 不知道他是在因为皇帝的身体伤心, 还是因为皇帝的评价伤心, 父皇, 你千万保重龙体, 就在皇宫里父子俩说悄悄话的时候, 皇宫外面的长星方邻家大宅里, 一个邻家的下人敲响了邻昭的房门, 因为一宿没睡, 这会儿邻大探花正在房间里补觉, 被吵醒之后, 即便是好脾气的邻昭, 心里也有些怒气, 他打开房门, 看了看这个下人, 语气有些不悦, 何事? 这个下人看起来二十来岁年纪, 已经在邻昭家里做了两个月工了, 平日里颇为勤快, 他见到邻昭之后, 连忙攻下身子, 神态攻击, 小邻大人, 魏公公让小人给您送个信, 听到这句话, 邻昭先是微微皱眉, 然后上下打亮了一眼这个下人, 嘖嘖摇头, 你是司公台的人? 这个下人微微点头, 对着邻昭笑着说道, 魏公公怕小邻大人在长安城里有什么危险, 所以派小人暗中跟在小邻大人身边, 老公台还真是无孔不入, 邻昭在心里暗暗翻了个白眼, 没好气地看向这个下人, 那个老, 魏公公, 有什么事? 这个下人从袖子里取出一封用火器封好的书信, 递到邻昭手里, 这是魏公公的亲笔信, 邻昭检查了一番, 见火器完整, 便把信收进了袖子里, 转头进了自己的房间, 拆开信封之后, 取出了其中的信纸, 信纸上没有落款, 更没有抬头, 只是写了几个很简单的字, 今夜子时, 常心方门口接人, 看到这句话, 邻昭只觉得头皮发麻, 他连忙把这封信放到油灯上点着, 看着渐渐变成灰烬的信纸, 邻昭小声嘟囔了一句, 这位皇子殿下, 死得还真快啊, 这件事是邻昭与皇帝提前议定好的事情, 宫里那边把六皇子安排死, 然后由邻昭将这位皇子接走, 再找地方藏起来, 至于藏到哪里去, 则只有, 也只能有邻昭一个人知道, 皇帝之所以让邻昭去做, 一方面使邻昭现在的地位不怎么起眼, 再加上他明面上算是太子一党, 不会引起太子的怀疑, 可以安心做这件事, 更重要的是, 邻昭也有足够的能力, 将六皇子好好藏起来, 表面上来看, 皇帝让邻昭去做这件极其危险的事情, 是出于偶然, 但如果细细去想一番, 就会发现, 这件事非邻昭不可, 因为邻昭与朝中的任何衙门, 都没有太大牵连, 整个人是相对独立的, 并非邻昭的大臣或者某位宰相去做, 等新皇即位了, 六皇子分分钟就会被那人当成筹码, 在新皇那里换取荣华富贵, 而皇帝最信任的司公台, 也不适合做这件事, 因为司公台不止位中一个人, 将来当今圣人并天之后, 魏太监即便不跟着殉葬, 后半生多半也会留在皇陵守灵, 到时候, 司公台便会被新皇派人接手, 如果司公台去做这件事, 到时候难免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 只要留心一查, 便能查到这位病逝皇子的下落, 比较一下, 只有邻昭这个相对圆华, 又颇有些手段的人, 合适做这件事? 当然了, 有资格做这件事的人, 就一定要取得老皇帝的绝对信任, 而那位在太极宫里垂死的皇帝, 之所以这样信任邻昭, 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邻三郎长得像某个人, 因为形象相似, 所以皇帝才会莫名其妙地, 这样相信邻昭, 本来老皇帝旨意, 是让邻昭出宫去, 然后傍晚之前回太极宫, 帮着皇帝驱散, 斜碎, 不过抗位中这封信的意思是, 让邻昭子爷十分在家里等着, 一时半会, 邻昭也吃不准到底听谁的, 他低头考虑了一会儿, 便走出房间去, 只见那个暴行的下人, 还在门口等着, 邻昭上前伸手拍了拍这丝的肩膀, 没好气地说道, 从今以后, 咱们家便不给你发月钱了, 这个司公台的仙人一脸茫然, 伸手挠了挠头, 小林大人, 小人在主家做事, 向来很认真啊, 林三郎恶狠狠地看了这丝一眼, 一个人只能领一份月钱, 你这司领了司公台的钱, 还想拿我家的, 说吧, 林三郎闷哼了一声, 副手转身, 回到了自己房间之后, 他揉了揉眼睛清醒了一番, 然后换了一身衣裳, 与母亲打了声招呼, 便离开了长星坊, 坐上马车朝着宫里去了, 坐在马车里, 林昭突然想起了, 自家有司公台眼线的事情, 他心中微动, 有些狐疑地看了看这个自己亲自过来的车夫, 咳嗽了一声之后, 开口道, 老吕, 车夫连忙回头看向林昭, 小林相公叫我, 林昭上下打亮了一眼, 这个朴实的车夫老吕, 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老吕, 魏公公进来有没有寻你, 车夫老吕闻言, 下意识就想开口说话, 不过他反应很快, 伸手挠了挠自己的头, 对着林昭憨厚一笑, 小林相公, 您说什么, 小人听不明白, 见此情景, 林昭哪里还不明白, 这次也是个二五仔, 他转过头去, 语气有些无奈, 从这个月开始, 你也不要从家里领月钱了, 老吕张了张嘴, 随即咳嗽了一声, 不再跟林昭说话, 而是专心驾车, 马车很快到了朱雀门门口, 林昭从朱雀门进宫, 又从成天门进了宫城, 进了宫城之后, 他并没有直接去太极宫, 而是去了一趟司宫台, 等候了小半个时辰的样子, 一身黑色衣裳的大太监魏忠, 终于迈着步子来到了司宫台, 见到了林昭之后, 魏忠便大皱眉头, 这个时候, 你来见咱家做什么? 林昭苦笑道, 魏公公, 先前陛下, 让我傍晚之前进宫, 您现在又不让我进宫了, 我不知道应该听谁的, 这抗旨不尊, 可是杀头的罪过, 因此特地进宫来, 请教公公公, 魏忠扭头看向林昭, 沉默了一会儿之后, 默然道, 陛下他, 已经昏睡过去了, 你今日就先不要进宫, 若陛下有诏命, 司宫台会照你进宫的, 林昭点了点头, 轻声道, 知道了, 说到这里, 林昭抬头看向魏忠, 问道, 魏公公, 圣人他, 魏忠本来已经要离开的脚步顿了顿, 他回头看向林昭, 声音很是沙哑, 做好你的事情就是, 说完, 这个一身黑衣的大太监大踏步离开, 朝着太际宫去了, 林昭站在司宫台门口, 看着不远处的太极宫, 心中暗暗叹息, 一直睡不着的皇帝, 昏睡过去了, 林昭问清楚了今天自己的任务之后, 便离开了皇宫, 回到家里补了个觉, 因为晚上要干大事, 他甚至都没有去找谢戴然说话, 好容易熬到差不多汗时, 林昭悄摸摸地离开了自家院子, 此时, 他家院子门口, 已经停了一辆看起来极其普通不起眼的马车, 这辆马车是他让大通商号的人提前准备好的, 远不得光的事情, 自然不能用自己家的马车, 林昭上了马车, 轻轻扯动缰绳, 马车缓缓离开林家大院, 朝着长兴方方门口走去, 他到了长兴方门口之后, 坐在马车里等了一会儿, 大约子时出客的时候, 长兴方外面传来了另外一辆马车的声音, 林昭掀开车帘, 就看到另外一辆马车里走下来三个人, 为首的正是大太监魏忠, 而在魏忠身后的, 应该是两个立状的小太监, 两个小太监抬着一个被黑布裹着头的人, 很麻利地把这个人塞进了林昭的马车里, 做完这一切之后, 两个小太监恭恭敬敬地站回了魏忠身后, 马车上面的林昭, 有些同情地看向魏忠身后的两个年轻的太监, 心中暗暗叹息, 这两个人必死无疑, 催眼都救不了他们, 魏忠面无表情, 淡淡地看了林昭一眼之后, 声音平静, 办好事情之后, 便到宫里来, 陛下可能会醒过来, 说吧, 这个黑衣大太监转身上了马车, 离开了长星坊, 林昭摇头苦笑, 回头看了一眼自己马车放着的人, 暗暗撇嘴, 娘的, 这里家也不大方, 连生活费也不给, 难不成还要我来给他们家养儿子不成, 想到这里, 林昭用手对了对这具死尸的肩膀, 语气懒散, 黑兄弟, 醒一醒, 小林叹花善意地发出了提醒, 你已经死了, 马车里的少年人, 很显然是被人下了药, 大约是蒙汉药之类, 此时还有些迷糊, 被林昭对了两下之后, 也没有醒过来, 林昭摇了摇头, 没有再理会他, 而是亲自驾着马车, 从长星坊来到了东市附近的安义坊, 大州的长安城, 除缺一些特殊的节日, 其他时间都是宵禁的, 到了固定的时间之后, 便只能在自家坊内活动, 不能在大街上乱跑, 否则被巡捷的武侯方钉, 或者金吴卫的人捉住, 就会给送到金赵府衙门问罪, 好在林昭有朝廷的渔服, 可以证明身份, 一路上虽然碰到了几个巡捷的房钉, 但是都没有阻拦他, 一路顺利地进入到了安义坊, 安义坊在东市的南边, 许多在东市做生意的买卖人, 就会住在这里, 林昭在安义坊里绕了几个胡同之后, 便来到了一处小院子里, 敲响房门之后, 一个人打开房门, 这个人见到林昭之后, 连忙低头行礼, 恩公, 林昭对着他无奈一笑, 说了多少次, 不用这么称呼, 韩兄还是这样固执, 这个对林昭口称恩公之人, 自然就是, 曾经被林昭救下的韩家幼子韩参了, 他被林昭救下之后, 便在东市帮着林昭打理生意, 正式住在安义坊里, 白天收到公里消息的时候, 林昭便让人给他递了条子, 让他今夜在安义坊等着自己, 韩参看了看林昭身后的马车, 开口问道, 恩公, 这是, 林昭抬头看了看韩参, 脸色严肃了起来, 韩兄, 我有一件事, 托付给你去办, 韩参立刻低头, 恩公但有吩咐, 韩参默不听从, 林昭微微摇头, 开口道, 只能算是朋友之间的托付, 韩兄, 听完事情之后, 愿意做自然是好, 不愿意做, 林昭也不敢勉强韩参, 说着, 林昭指了指自己身后的马车, 开口道, 这个马车里有个人, 他顿了顿之后, 继续说道, 明天一早天亮的时候, 你便驾着这辆马车, 从东城门出城, 寻个地方将这个人安顿下来, 小林探花缓缓吐出一口气, 低声道, 我会给你一笔足够你们两个人花销的钱, 你将它安顿下来之后, 留在当地安家立业也好, 回到长安也好, 都随韩兄你, 韩参没有犹豫, 立刻点头道, 如此小事, 自然没有问题, 说着, 他看向这辆马车, 问道, 只是, 恩公想让我把这个人, 送到哪里去? 我不知道, 林昭摇了摇头, 低声道, 找一个只有你知道的地方, 以后也不要再把这个地方, 告诉任何人, 林三郎看了看韩参, 苦笑道, 韩兄, 这个人身份有些特殊, 这件事是有风险的, 如果泄露出去, 你我可能都会有杀身之祸, 听到林昭这句话, 韩参面色严肃了起来, 他缓缓低头, 低声道, 既然涉及恩公性命, 韩某自当谨慎, 他开口道, 我这就去准备, 说吧, 韩参便扭头, 回自己房间里, 准备出门的东西去了, 林昭看了看韩参的背影, 心中暗暗感慨, 这个年代的人, 淳朴, 仗义啊, 说来惭愧, 马车里的这个半大小子, 算起来还是韩参仇人康东来的亲外生, 因为有这层关系在, 林昭都没有跟他马车里人的身份, 交代完韩参之后, 林昭把马车迁进了这个小院子里, 关好大门, 拴上门拴之后, 又从韩参的屋子里找了一根蜡烛, 点燃之后, 举着这根蜡烛, 重新爬进了马车车厢里, 有些昏暗的烛光, 照亮了黑区区车厢, 车厢里, 一个看起来比林昭小上一些的壮士少年, 正睁着大眼睛, 左顾右看, 只可惜, 他的嘴巴被司工台的人用绳子死死勒住, 无论如何也说不出话, 见到林昭举着蜡烛走进来, 这个少年人立刻奋力挣扎, 嘴巴里还在发出呜呜的声音, 林昭举着蜡烛凑得近了一些, 好看清楚这位皇子的长相, 见他挣扎得更厉害了, 林昭把蜡烛拿到自己面前, 照亮了自己的面容, 别怕, 我不是什么坏人, 六皇子李继听到这句话, 更加奋力挣扎, 只可惜, 司工台榜人的手法极为专业, 根本不可能是他能够挣得开的, 林昭举着蜡烛把蜡烛放在一边, 让蜡烛把整个车厢照亮, 然后轻轻咳嗽了一声, 开口道, 你现在可能还弄不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跟你简单说明一下, 林昭看向这个康贵妃的独子, 轻声道, 你已经死了, 李继听到这句话, 双目元睁更加奋力挣扎, 整个马车车厢都跟着剧烈晃动, 冷静一些, 林昭低贺了一声, 李继这会儿以为林昭要杀他, 哪里能听得进去, 这会儿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 一张脸憋得通红, 因为他剧烈挣扎, 林昭放在一旁的竹台, 也跟着左右晃动, 差点倒在地上, 林三郎眼急手快, 伸手扶住竹台, 他怒视李继, 伸手从自己的靴子里取出一把匕首, 咬牙道, 再动, 我就弄死你, 从上次在越州被山贼绑架之后, 林昭便随身带着一把匕首防身了, 与微小宝一样藏在靴子里, 他还让林二娘给靴子里面缝制一个外面看不出来的袋子, 用来存放匕首, 亮出匕首的同时, 林昭这句话, 也并不全是威胁, 因为他这会儿, 如果真的把李继弄死了, 绝对不会有任何人知道, 司工台也不可能知道, 为了这件事的绝对保密, 最起码在天亮之前, 司工台不可能派任何人盯着林昭, 因为就算派了人, 后续位中还要把这些人一个个弄死灭口, 太过麻烦了, 听到林昭这句狠话, 又看了看自己面前明光闪闪的匕首, 六皇子殿下很快认怂, 立刻停止了挣扎, 乖乖地不动了, 小林叹花满意地点了点头, 看着他淡淡地说道, 你好好听着, 今天天亮之后, 宫里便会宣布你在宫中暴病而亡, 从明天早上开始, 整个长安城乃至于整个大洲, 六皇子李继这个名字便不复存在了, 说到这里, 林昭指了指被绑的结结实实的李继, 与其平静, 而你, 明天一早将会离开长安城, 被带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 安度余生, 听明白了没有, 林昭声音低沉, 听明白了便点点头, 我给你解开束缚, 六皇子飞快点头, 如同小鸡竹米一般, 林昭拿着匕首, 一边帮着他割开勒住嘴巴的绳子, 一边开口道, 记着, 不要大喊大叫, 不然你便是自己害了自己, 说完这句话, 林昭手上用力, 帮着他割开了嘴上的绳子, 能够说话之后, 六皇子睁着大眼睛看向林昭, 又眨了眨眼睛, 问出了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 为什么死了? 这位皇子殿下, 此时显得十分无辜, 前段时间他还在皇宫里, 开开心心地跟小伙伴以及兄弟踢球, 这才几天时间突然就被人下了药, 醒来的时候就被人绑到了这里来, 更诡异的是, 有个人在他面前告诉他, 他被死亡了, 因此, 他问出了这个灵魂问题, 听到他问这个问题, 林昭把手里的足台摆好, 然后坐在了这位皇子殿下对面, 面色平静, 你今日不死, 将来就会死得的透透的, 李继果然没有大声说话, 他低头思索了一会儿, 抬头看向林昭, 问道, 你失? 林昭摇了摇头, 你没有必要知道我是谁, 真给你知道了, 万一你将来给人逮住了, 说不定还会把我供出来, 六皇子点了点头, 是这个道理, 他借着昏暗的烛光, 打亮了一番林昭的打扮, 低声道, 看你的谈吐着装, 似乎也不像是宫里四宫台的人, 四宫台与新主则是新主, 真让他们送你出城, 等将来有了新主, 你还是难逃一死, 六皇子转过身子, 让林昭给他割开手上绑腹的绳子, 被松开束缚之后, 他揉了揉自己酸痛的手腕, 抬头看向林昭, 轻声道, 你不是四宫台的人, 却有四宫台的人帮你, 就是父皇的意思, 林昭有些无语地看向这个皇子, 他发现了, 李家这一代人, 除却那位世子殿下还算有些城府之外, 其他的好像都不太聪明, 这样显而易见的问题, 他竟然也能问得出口, 自然是圣人的意思, 林昭威威有些感慨, 圣人自知年命不永, 不忍心你死在长安城里, 因此才安排了这么一场假死, 好让你从长安城里脱身, 保住你一条性命, 说着, 林三郎看向李济, 淡淡地说道, 从今天开始, 你虽然失去了宗室的身份, 失去了自己的本来性命, 但是至少能够留住性命, 我会给你留下一笔钱财, 省点花, 至少花上半辈子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时代寻常人家的花销并不高, 像是粤州城里, 类似谢三元的那种中产阶层, 不碰到什么事情的话, 全家上下一年的花销, 估计也就在十几二十贯钱的样子, 林昭准备给这货留下一千贯钱, 怎么样也够他用一段时间了, 这位六皇子, 听完了林昭的话之后, 神情有些沮丧,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 抬头看了看林昭, 从今以后, 我便再回不了长安了吗? 当然可以, 林昭对着他翻了个白眼, 什么事情, 你那个舅舅打进长安城, 你便可以回来了, 说到这里, 林昭又看了看这个黄二代, 微微眯了眯眼睛, 当然了, 我们给你送到地方之后, 你去想办法见你那个舅舅, 我也是拦不住的, 不过不管你做什么, 事先都要想想清楚, 是踏踏实实地留在某处活一辈子, 还是拎着脑袋去冒险, 看到李济眼珠子直转, 林昭微微眯了眯眼睛, 轻声道, 再有就是, 你并不信康, 康家兄弟两个人坐在, 不管是康东来, 还是康东平, 都是有儿有女的, 在这种情况下, 假如范阳君真的一鼓作气, 打进了长安城里, 未必就会继续任李家这个皇族, 到时候, 李济这面旗帜, 能有什么下场, 还真是未知之术, 六皇子低着头, 沉默了许久, 许久之后, 他才抬头看着林昭, 临出长安之前, 我想, 见一见母亲, 你趁早绝了这个念头, 这货的母亲, 乃是宫里平时最受宠的康贵妃, 如果真让李济与康贵妃见了面, 再想要偷偷摸摸地出长安城, 就再无可能了, 六皇子殿下, 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 是老老实实地出了长安, 第二个, 是我们把你再绑起来, 送出长安城去, 小灵叹花脸色凛然, 我应承陛下的是, 把你平安送出长安, 至于你出长安之后, 是死是活, 便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了, 说完这句话, 灵叹伸手拍了拍这个六皇子的肩膀, 低声道, 想开一些, 生在帝王家是你的福分, 如今就当是福分尽了, 你还要谢着圣人处处替你着想, 不然你若是留在长安城里, 将来一定少有善终, 六皇子默默点头, 眼睛有些发红, 他有这种反应并不奇怪, 毕竟他年纪虽然与灵叹差不太多, 但是为人处世的性格, 比起灵叹要差上许多, 此时突然间身份遗落千丈不说, 还一辈子都再也见不到父母双亲了, 他心里自然难受, 这位皇子殿下抹了几滴眼泪之后, 便从马车上爬了下去, 灵叹也跟着走了下去, 两个人朝着韩参加的正堂走去, 走在路上的时候, 灵叹小声叮嘱道, 明天便有我朋友送你出长安, 记得一件事, 沿途不管你跟他说什么, 都不得提起你自己的身世, 更不能说起你家亲戚, 我这个兄弟, 与你舅舅康东来有仇, 如果他知道你的身世, 多半会活活掐死你, 六皇子皱了皱眉头, 看向灵叹, 你不同我一同出长安, 分身乏术啊, 灵叹摇了摇头, 有些无奈, 可以的话, 我也希望出去转一转, 但是如今身上有差事, 脱不开身, 听完这句话, 六皇子李继眼神一亮, 我知道你是谁了, 灵叹表情疑惑地看着李继, 这位皇子殿下呵呵一笑, 看你的模样, 差不多与我年纪相仿, 在你这个年纪, 能在长安城里认识了, 就只有去年, 那个少年近视了, 灵叹没有说话, 只是淡淡地说道, 长安城里, 便是三岁的武品官也有, 我这个年纪在朝廷认识, 有什么问题, 那些都是薰贵散官, 做不得数的, 六皇子看了看灵叹, 还想从灵嘴巴里打探出什么, 后者吃了的教训之后, 便闭口不言, 不再理会这个有些话牢的前任皇子, 就这样, 灵叹在马车里, 跟六皇子坐了半个晚上, 期间寒叹一直让灵叹去屋里歇息, 都被灵叹拒绝了, 好容易熬过了两个多时辰, 天色终于大亮了起来, 寒叹这会儿, 也背上了自己的包袱行李, 开始坐在前面, 替两个人驾车, 马车晃晃悠悠出了安义方, 朝着长安城东门走去, 大白天, 东城门查得并不是十分严格, 因此, 灵叹等人很顺利地出了城门, 来到了长安城东郊, 灵叹坐在马车里, 一路把这位已经卸任的前任皇子, 送到了东城郊的十里亭, 十里亭下, 灵叹第一个跳下马车, 对着马车里的人拱了拱手,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灵叹对着马车笑了笑, 希望咱们, 此生此世永不相见, 送走了六皇子, 灵叹心里暗自松了口气, 这是皇帝扔给他的一个烫手山芋, 毕竟在储君位分一定的情况下, 灵叹这种行为, 无异于给自己留下了一个, 足以让他原地爆炸的隐患, 当然了, 灵叹远没有灵叹或者寒参那样实称的性子, 将来如果新皇真的查到了他的头上, 那么他为了保命, 主动把六皇子送出去,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当然了, 那个时候, 就算真的主动交出礼记, 多半也难逃罪眼, 不到逼不得已, 灵叹也不会干出这种事情, 灵叹是坐着马车从东城门出的长安, 回去的时候, 他刻意走在进城的队伍之中, 没有太过张扬, 守城的兵丁自然也就没有拦他盘问, 灵叹顺利地进了长安城, 进了长安之后, 他就在大街上拦了一辆送货的马车, 让车夫把自己送到长兴方去, 一个城市只要人口足够密集, 就一定能够衍生出一些行业来, 比如说出租车, 比如说送货的货车, 长安城里后者最为常见, 大街小巷都是送货的货车, 不过这些货车以人力版车为主, 有坐骑的要相对高端一些, 坐在露天马车上, 大概在太阳刚刚出来的时间, 灵叹回到了长兴方, 进了自家大院, 他一夜未归, 虽然跟灵二娘打了招呼, 不过后者还是颇为担心, 见到灵叹之后, 第一句话便是问他吃早饭了没有, 灵叹一边换衣服, 一边苦笑摇头, 阿娘, 我现在要去宫里一趟, 没有时间吃饭了, 你在家里安生待着, 莫要出门了, 说话的功夫, 灵叹已经换上了起居狼的衣裳, 准备出门, 临出门之前, 他看着灵二娘, 低声道, 阿娘, 您记着, 无论谁跟你问起, 我昨天晚上都在家里睡觉, 不曾出门, 灵二娘轻轻点头, 叹了口气, 咋儿你, 小心一些, 灵叹飞快点头, 在后院上了自家的马车, 然后叫嚷了一声, 老吕, 出来驾车了, 老吕是灵家的马夫, 文言立刻从后院跑了出来, 驾驶着马车, 离开了长星方, 这丝是司工牌的奸细, 虽然被灵叹隔去了工资, 但是每天仍就要在灵家上班, 马车很快在朱雀门门口停下, 灵叹跳下马车, 瞥了自家的马夫一眼, 老吕你今日, 就在朱雀门门口候着, 莫要回家了, 我可能还要出宫, 老吕看了看灵叹, 脸上挤出一个笑容, 小林相公, 小人真的没有说过您的坏话, 您看我的宫前, 灵叹白了他一眼, 没有再理会他, 而是背负双手, 急冲冲地进宫去了, 如今, 宫里的局势, 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候, 灵叹哪里还有, 灵叹一路畅通无阻地来到了太极宫, 只不过这会儿, 太极宫已经被宫中的敬畏团团围住, 禁止任何人进出, 灵叹走到司宫台侧门, 让人通报了一番之后, 才有一个司宫台的太监出来, 把灵叹迎接了进去, 说来惭愧, 作为替皇帝写日记的起居郎, 灵叹这段时间大部分都是在甘露殿, 对于太极宫还真不是特别熟悉, 如果不是有一个司宫台的太监在前面引路, 灵叹恐怕都要在太极宫里迷路了, 跟着这个小太监走了差不多一炷香的时间, 灵叹终于到了皇帝的请殿门口, 他在门后等候了一会儿, 让小太监进去通报之后, 才被司宫台的人领了进去, 此时, 这个皇帝的请殿之中, 已经可以问到一股浓烈至极的药材味道, 除了司宫台的味中以及一些太监之外, 这座请殿里还有十几, 接近二十个胡子花白的老头, 或站或坐, 有些人还会上前去给皇帝打卖, 这些老头或者自己苦思冥想, 或者聚在一起扎堆商量, 不知道再说些什么, 灵叹进了请殿之后, 立刻就把目光放在了老皇帝身上, 只见那个平日里极其害怕睡觉的皇帝陛下, 这会儿已经躺在软榻上, 看起来已经熟睡过去, 不过他睡得并不安稳, 这位头发花白的皇帝陛下, 似乎是在梦里遭遇了什么梦言, 时而浑身抽搐, 时而额头冒汗, 有时候还会蹦出一两句眉头末尾的话来, 他的脸色已经到了极其苍白的地步, 灵叹小心翼翼地走到了魏中身边, 看了看皇帝的情况之后, 咳嗽了一声, 魏公公,陛下他昏睡不醒, 魏中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但是可以隐约感觉到他心中的悲伤, 从昨天下午开始到现在, 便没有醒来, 呼,叫也叫不醒, 太医署的太医们一起看了一天一夜了, 说到这里, 魏太监的脸上引现力气, 没有一个有用的, 他暗自咬牙, 说完这句话之后, 魏太监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扭头看向一旁表情无辜的灵叹, 开口道, 你随我来, 灵叹连忙点头, 跟在魏中身后, 不多时来到了太极宫里, 一处相对偏僻一些的房间, 两个人进去之后, 魏中关上房门, 然后淡淡地看着灵叹, 事情办完了, 灵叹看了看这个老太监的表情, 连忙往后退了两步, 惊疑不定, 魏公公你, 不会要杀人灭口吧, 魏中表情一致, 随即闷哼了一声, 要杀你早就杀了, 事情办好了没有, 办好了, 灵叹左右看了看, 低声道, 那个人这会儿已经离开了长安, 现在距离长安越来越远了, 魏中淡淡地看着灵叹, 你要把他送去哪里, 我不知道, 灵叹摇了摇头, 开口道, 我只是, 嘱托一个朋友, 将他送到一处地方安顿下来, 具体是哪里我没有问, 我想, 这种事情越少人知道, 就越安全, 这位司宫台的大太监, 缓缓点头, 你说的有理, 他看了看灵叹, 随即继续说道,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如今皇城里, 还是司宫台的地盘, 皇帝人世不醒, 宫里就是这个老太监, 说话声音最大, 他开了口, 灵叹自然不敢不听, 只能一步一驱地跟在他身后, 在太极宫之中走动, 没过多久, 老太监把他引到了太极宫里的一处偏店门口, 老太监从自己的袖子里取出钥匙, 缓缓打开店门, 灵叹硬着头皮跟了进去, 两个人都走进去之后, 魏太监再一次关上了门, 灵叹走进来之后, 便愣在了原地, 久久没有说话, 这处不大的偏店里, 没有摆放其他东西, 只有一张供桌, 一幅画像, 还有香炉裹品之类祭祀用品, 画像下面摆着一个神位, 上着血仙师正宫会温之神位, 魏太监很熟练地, 从一旁取来三炷香, 递到灵叹手里, 长长地叹了口气, 去给正向上挤炷香, 老太监的声音满是无奈与感伤, 请他老人家, 莫要再纠缠圣人了, 看到这个神位以及一众祭祀物品, 灵叹心中有些吃惊, 这些东西的橙色很明显不是心理的, 估摸着最少已经有十年时间了, 也就是说最少十年前, 皇帝便开始在暗中祭祀那位故去的老师, 如果是这样的话, 说明那位曾经的宰相在皇帝心中分量极重, 在皇帝晚年的时候, 成为他心中的心病, 也就说得通了, 灵叹乖乖地接过魏中手里的祭香, 点燃了之后插进香炉里, 然后跪在蒲团上对着神位念叨了几句, 等到灵叹磕完头之后, 魏太监抬头看了看这个神位, 长叹了一口气, 也跪了下来, 不过他并没有跪在正对着神位的蒲团上, 而是跪在一侧, 对着正温的灵位恭敬叩首, 奴婢一介残缺之人, 本无资格给先生磕头敬香, 魏太监跪在地上, 难难滴雨, 先生, 二十多年了, 当年的事情, 陛下早就后悔了, 高抬跪首罢, 魏中是皇帝在王府的时候, 便跟着他的太监, 这三四十年的时间里, 他都一直跟着皇帝, 时至今日, 长安城里的许多人, 已经不记得当年的宰相郑温, 是个什么模样, 但是魏中却是记得清清楚楚, 一直到现在, 他都记得当年在楚王府的时候, 那个一身轻衣的郑姓先生, 被先帝派来与楚王为师, 这位郑先生在楚王府, 教授了楚王三年时间, 某天突然笑着问了楚王一句, 殿下欲救世乎, 当时的大周, 因为先灵皇帝昏溃无能, 已经到了风雨飘摇的地步, 即便是长安城里, 也是混乱不堪, 天下处处其反名, 大周国座, 随时都会被人扫进尘埃里, 彼时的楚王殿下, 还未满若惯, 自然一身热血, 听到了这句话之后, 当即跪在地上, 声音激动, 请先生教我, 于是乎, 几年之后, 那位曾经的楚王殿下, 便坐到了太极公的地位之上, 最初的十几年时间里, 在宰相郑温的帮助下, 皇帝在朝廷选拔人才, 革新立志, 平定各地叛乱, 稳固了大周的边军, 以及诸位节度使, 甚至于那个时候, 朝廷已经重新掌握了, 各地节度使的兵权, 如果再这样下去, 大周可能会重回太宗适宗时期的繁荣, 再造一个大周盛事, 可就在二十多年前, 朝廷上下情况最好的时候, 主导这些政务的宰相郑温突然犯事, 随后被朝廷处死, 连带着郑温提拔起来的那个庞大的官员体系, 也跟着受到重创, 因为郑温犯了事, 因此郑温交代办的事情, 郑温想要做的事情, 自然也跟着停了下来, 没有人敢逆着隆龄, 再去做这些事, 于是乎, 大周的革新便戛然而止, 从二十多年前一直到现在, 皇帝也仅仅是保住了二十多年前的成果而已, 这二十来年时间, 大周的国力仅仅是勉强没有衰退, 基本上没有进步, 如今已经是前德十年, 皇帝在位的第三十五年, 绝大多数人都已经记不得当年郑温的功绩, 但是魏忠这个从楚王府一路跟到太极宫的家仆, 却清清楚楚地记得, 那个当年喜川轻衣的先生, 也是魏忠心中最佩服的人, 没有之一,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与当年郑相有几分相像的灵招, 才会被魏忠另眼相看, 跪在神位一侧, 给神位磕了几个头, 魏忠才从地上爬了起来, 扭头看向灵招, 长叹了一口气, 走吧, 咱们回请殿候着, 圣人如果醒过来了, 一言一行你, 都要记下来, 灵招点了点头, 跟在这个老太监身后, 朝着请殿走去, 两个人刚走了一半的路程, 就有一个小太监, 慌慌张张跑了回来, 跪在魏忠面前, 颤抖着声音向魏忠报喜, 祖宗, 陛下醒了, 听到这句话, 魏太监身子一颤, 然后深呼吸了一口气, 喃喃低语, 先生听到了, 先生听到了, 他一边说话, 一边加快了步伐, 朝着请殿走去, 跟在他身后的灵招, 也小不快走, 跟上了魏忠, 很快, 两个人就到了请殿之中, 只见原本在床榻上昏迷不醒了一天一夜的皇帝陛下, 这会儿已经苏醒了过来, 太医署的秦凤玉, 端了一碗安神的药, 正在伺候着皇帝禁药, 魏忠很是激动, 走进来之后跪在地上, 扣手道, 陛下, 您终于醒了, 皇帝这会儿, 很明显, 是醒来没有多久, 他喝完了一碗药之后, 看了看魏忠, 声音沙哑, 震, 昏睡了多久, 近一天一夜, 魏忠声音颤抖, 您睡过去的时候, 冷汗不止, 奴婢们都吓坏了, 皇帝这会儿精神, 比起平时看起来要好上不少, 他看了看魏忠, 又看了看魏忠身后的灵昭, 目光平静, 让太医们都退下吧, 魏忠连忙点头, 起身驱散了一众太医, 这些太医走了之后, 太极宫里一下子宽敞了许多, 皇帝半躺在自己的床榻上, 目光看向魏忠和灵昭, 朕, 交代你们办的事情, 你们, 办妥了位, 魏忠连忙点头, 回陛下, 办妥了, 灵昭已经把, 把他送出了长安城, 皇帝点了点头, 又看了看灵昭, 走到了床榻边上, 正要下跪, 皇帝微微摇头, 站着听就是, 灵昭本就不想下跪, 文言恭敬低头, 臣遵命, 朕, 朕让你办的事情颇为凶险, 先前朕已经说了, 只给你一个起居郎, 便是你亏了, 说到这里, 他看向魏忠, 声音低沉, 把东西给他, 魏忠点了点头, 起身在一处柜子里, 找到了一个造型精美的墓盒, 递到了灵昭手里, 皇帝看了看这个墓盒, 声音低沉, 知道这墓盒里装了何物吗? 灵昭摇头, 神态恭敬, 想来是陛下给臣的赏物, 老皇帝微微眯了眯眼睛, 语气平静, 这是传卫诏书, 灵昭惊的啊了一声, 手上的墓盒, 险些摔在地上, 好在他眼疾手快, 又伸手接住, 有些手足无措地把墓盒放在一边, 对着皇帝苦笑道, 陛下, 这东西似乎不应该由臣拿着, 传卫诏书, 一般是由皇帝身边的大太监, 或者是正式堂里的首相掌握, 宣读, 最起码也应该是正式堂里的某位宰相才是, 无论如何, 是落不到灵昭头上的, 圣人面色有些苍白, 这东西, 你拿着, 到时候当着百官的面念上一遍, 便是你的雍丽之功, 皇帝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这样到了新潮, 你便会好过许多, 何止是好过许多, 林三郎心里也有些激动, 简直是贫不清于。